包心装下,俩手捂着肚子蹲去,包的人心中暗笑,知道他不乐意去,把桌子一拍,胆大的包心。 你真肚子疼吗?我真肚子疼。 那好,我当时就给你治好,来呀,把他拉下去,重打四十。 这话刚说完,把包心吓得奔儿蹦起来的,好了,好了,他也一点都不疼了。 你怎么好得这么快的,他以后要打我,我一害怕你,放了个屁,这气儿出去,就不疼了。 仗着跟包的人多年了,包公也不怪他,微微一笑,包心,你只管放心。 去吧,哎,是,是,是,包心拖着这俩盆儿,那嘴里还得跟吃苦瓜似的。 心说话,包的人呢,包的人,您怎么了? 您这叫没事找事啊? 本来您陈州放梁回来,受到皇上的重视,白官的承赞。 您这是不往好道上走啊,这要激怒了八王千岁,您就得丢官八职啊。 哎,这怎么说的呢? 咱当仆人的也不敢去啊。 哎呀,我可哭了我喽。 他一边想着,一边往前走。 这趟大街叫铁狮的胡同,哎哟,又宽敞又直。 安庆功就在这儿。 他往街上一看,那人站得跟长龙一样。 一眼望不到头尾,有的赶车,有的挑着担子。 他仔细一看,都是各官府的。 有京城外边的官员,有经理的官府的,都排着队,在这儿送礼。 论礼物都堆积如山啊。 八月的天气,东京比较热。 这些人都在这儿晒着,一个个是四面的汗流。 包星从人群之中突然过去,有人认识他。 哎,这不是包总管吗? 啊,是我,是我,各位,你们都挺辛苦,不是。 有几个特别跑在眼前。 包总管,你怎么才来? 哎,您快点心想好吧,您把礼品上上。 您登记在册上完了,才能轮到我们头上。 您要不上礼,排不到我们号上。 我说,你这话什么意思? 还有,您不清楚啊? 闹了万别人八方千岁,有口齿。 这第一份礼,必须收开封府的。 开封府的礼物不到,不管什么衙门口,礼品是一概不收。 我们都排了十几天了,我得总管大家,你快点心情好吧。 包星一听,好像没哭了。 哎呦,要了命喽。 这八方千岁对我们这么重视啊。 哪知道你想错喽,就这两拍。 到了现在,怕也不行了。 包星紧走两步,来到安庆宫的宫门。 再一看,彩灯高悬,砸得松子拍了,这门前真够热门。 在宫门左右,有两六黄彩坪。 彩坪上面也是彩灯高悬。 坪子里边,做到都是安庆宫管事儿的。 当然了,都是太监,他一眼就看见大总管,那宁总管,坐在马椅子上。 四个小太监给扇着扇子,旁边啊,还站着不少先生,手中提着笔,看那意思准备给上站。 包星硬着脑话皮,来到宁总管的面前,一笑啊,嘿嘿。 公公千岁,您忙着呢,宁总管还真认识他。 呦,包总管,您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难道说,来给上寿来了吗? 正是,正是。 那么,寿品在何处,就在这儿呢,嘿嘿嘿嘿嘿。 包星说着,把这俩盘往上一端。 没有总管一看,心里都翻着。 还得说人家包的人。 还说人家有才呀,真有两下子。 你看别人送的礼,大车小辆,从外表上一看堆积如山河,真多呀。 那玩儿,滑而不识。 你看人家这两盆多精致。 就十个寿堂,一斤挂面,不用问。 这挂面里头藏的是干货,这寿堂掰开,里边都是珍珠。 您说这玩意都是干货,多实在。 他心里的想的倒挺好。 还想试验试验。 拿过个寿堂的,掰开一看,嗯,不错,里边还是面。 要拿过一个事业试验,还是面。 令宗馆一口气把十个寿堂全掰开,一看,都一样。 把那寿堂翻了一下,什么也没有。 再一看,还有个礼担。 开封府正汤包,指母过功败寿,理清人重,如要小瞧小心扎刀。 哎呀,哎呀,命总管当时就站起来。 心里说话包的人呢,你好不识抬举。 你这是给八王前岁注照吗? 你这是诚心会气? 好啊! 这件事情,我不能不当面秉明王家前岁。 当时气得他,脸上肉奔奔直跳。 嘿嘿嘿嘿嘿嘿。 包总管,好礼物,好礼物。 你测书,来,跟我道理吧,亲自面前八王。 包行一听,好像没落裤子里头,知道完了。 跟人家走吧。 再说八王前岁,心里的美,明天是受担值,准备热烈祝贺,皇上传旨,普天同径,放假三天。 这安庆宫里边收拾的浑然一新。 八王前岁穿圈新衣服,在阴安殿里头指手挖脚,告诉他们,受字摆在哪儿,受堂应当怎么布局。 手下的人出来进去,忙活的是满头大汗。 正这么个时候,命中完进来,王家前岁,奴才有事回奏。 什么时候,开封府来送礼呢,哦,好,我没说嘛,给他登记上帐,收下他的,再收别的福的。 是是,奴才都照办了,不过开封府的礼物有些特殊,奴才不敢不当面起奏明白。 什么特殊的礼物? 您看看这个,说着命中完, 让小太监把两盘礼物摆在八王的面前。 八王看看,是少点啊,怎么翻个乱七八糟的。 他一伸手把这礼丹拿过来,不看活子八了,八王天岁一看,顿直脸就变了什么。 新说话包的人,你可什么意思? 你拿我不当人了。 你拿杂刀吓唬我,这是什么意思? 八王可气坏了,又一想。 不对,不对呀。 包公是有学问的人,他这么做必有一万金。 我还没发火,你名字准来吧,你要来,我当面问问,你要说出原因了,还则罢了,你要说不出道理了,故意拿我取笑,我岂能容你。 但是他思前想后,认为他认为这里头必有文章。 所以,所以勉强呢,把这情绪控制住,命人把包星带进来,包星吓得体路筛康,跪倒在地。 奴才参见千千岁,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包星。 哦,你呀,回到开封府,见着你们包的人就说,你们送来的礼品,我收下来,感谢你们大人的圣意,欢迎他明天早早的来赴宴。 记住了吗? 啊,奴才记住了。 那人,赴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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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赴宴,赴宴,赴宴,赴宴。 单说包的人,提提米类,又给五军都提府撇帽的王爷岳恒写了封信。 干什么,借五千军队,要全副武装,带着大炮。 岳恒建的那封信,不知道为什么,那开封府借军队,那就借呗。 派中军队,派中军官杜雍,到焦军堂点兵,把军队带着开封府。 这一包的人,怎样布置,咱展窃不提。 单说八王千军队,为这件事啊,心中好生不快。 等了到赐日天明,是他寿丹之日的正日吧。 从早晨起来,安庆功就麻烦开了,主要的,祝寿的人先后来到,都来的谁呢? 太师旁极,左班丞相王袍,大理赐正堂温燕博,情部正堂杜文辉,胡杨高梦赐大家,双天官扣准,兵部大司马孙秀,户部尚书李天祥,等等等等等等,左一波右一波。 简直八王千岁是接应不暇呀,这些人到了里面,又磕头又坐衣。 八王千岁让他们都坐下,文武百官相继都来齐了,八王千岁一看,唯独缺少开封府的包的人。 心里说,包的人,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人家都来了,你还押后阵呢,好吧,我等着你。 可是左等,包的人也不来,右等,也不见面。 八王千岁,八王心里着急,如果皇上要来了,当臣子就来了,那就犯下欺君之罪啊。 心里说,包的人啊,你这胆子可真不小,连这么点规矩,你全不懂吗? 哎,八王千岁正着急呢,突然门上的黄门棍,发脚如飞,跑进来,说皇上的圣驾到。 赵德方赶,赵德方赶紧率文武百官,到公文迎接圣驾。 再看外头,三千前岛队,声歌戏耀,后面是皇上的卢棉。 八王千岁带头,跪倒在地,迎接皇家。 皇上下了天,这才进了安清宫。 然后让八王千岁坐在正宗,赐德仁宗倒身下拜,给父亲祝寿。 你别看这父子,这规矩还挺严。 先见国家大礼,后见父子的礼节。 当施完了礼,八王千岁让他坐下。 任宗皇帝,往左右看看,百官俱在,唯独没有开封府的包城。 在皇上许一头,也是一栋。 哎呀,心说,我把这事疏忽了。 我哪包爱经还经,我忘了提这个事儿,大概他不知道。 他就问身边的八王千岁。 爹爹,包整,烟河味道。 啊,也许他公事忙,晚来一会儿。 哦,爹爹,那咱们就等一会儿。 八王千岁一听,这真叫破例啊。 当皇上的党臣。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可见对包的人是多重视。 文化外观也等着吧,你说干坐着多没意思。 八王千岁吩咐一声,泡茶,大伙喝水呗。 这安庆功和那茶叶,能是一般的吗? 都是特等特等龙屯舌汉。 这种茶的劲儿才大,消失滑气,有助于消化。 这一口水进去,把大茶都能耍干净。 这八王千岁要净茶,谁敢不喝啊? 文武百官左一碗右一碗,在这坐着灌大栋。 这两盏茶进去,这肚子就叫不开了。 有那当官他还真没出息。 因为今天要复宴,昨晚上连饭都没吃。 叫这茶水一涮这肚子可受不了啊。 就叫这里边哭了。 哎呀,心说怎么还不开饭呢? 这水得喝到什么时候? 仰亥,茶叶喝就没啥了,这包工还没来。 人宗传旨,重新泡茶。 这可要了命,皇上又敬茶。 把文武百官惯的,无官之挪位。 谁都明白,为什么不开宴? 等着包的人。 谁说黑了包,你可把人坑苦了。 你再不来,我们就要归位了。 可包的人还没来? 人宗皇帝,龙心不悦。 爹爹,不要等了,马上就开席了,遵旨。 等了,开席。 阴安殿上又是一阵的大乱。 无数的公公公女,在里头忙来忙去,端酒送菜。 时间不大,酒宴排百七里。 八王千岁,请悲在手啊。 万岁。 各位亲家,咱们大家同甘慈悲。 文武百官也站起来。 祝王家千岁,万寿无疆,千千岁,甘,甘。 说个甘,那酒杯刚碰到嘴唇上。 你说怎么那么巧? 就听这街上,想起了炮声。 冻! 炮声惊天动力。 把阴安殿镇的,晃了几晃,摇了几摇,哗哗哗。 顺着墙角的往下掉土。 把桌上的晚餐家伙,镇的支跳舞,呸呸支吧。 连皇上带法王,无不容颜耕边。 文武百官下的一哆嗦,把酒都撒了。 啊,怎么回事? 哪想炮? 皇上还琢磨,难道起了战争? 不能啊! 在那边关,我派下二十四将在那驻守,有个风吹草动,我事先得得着报告。 难道一说,这敌人还能飞得我的精成不成? 要不去想炮干什么? 赶紧命人,前去打他。 时间不大,皇门关跑进来,急奏生涨,可了不得,街上戒了言了。 大街上也是港,胡同里也放得上。 老百姓禁止通行,家家关门庇护,不知都出了什么变化了。 黄上一瓶心头一凉,坏了,看这个不是要打仗。 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又进了兵报。 万岁,奴才们查明白了,外边想炮不是别的原因,是包的人过安庆宫祝寿。 黄上一瓶,这根气,就不大一处来。 心说包长啊,你什么毛病? 住寿就住寿,你放炮干什么? 有这么祝贺的吗? 再者一说,你用得着这么兴师重重的,还戒严吗? 包! 黄门关又进来, 起奏盛驾,王家千岁。 包的人,带着他母亲夜以来到宫门,口口声声,刚八王千岁,前去殷街。 闻我外官一听,也恨得不得了。 心说包的人,你现在真是忘乎所以了,你这官有多大? 在皇城后边来的,还带着你娘来读寿。 好大的口气啊,还叫八王千岁,亲自殷街。 你简直是一小饭上,目无君主啊。 这才叫作死,有些素杀,与包的人不怒的人,心里高兴,特别是这太师庞尼,心里说你作吧,你作死的是正称我意,给我儿子庞尼,好,报仇血汗。 按下大家怎么想,咱且不出。 单表八王千岁,压着火站起来。 上家,您料等片刻,我到外边前去应接。 八王站起来,命人通知嫡娘呢,您的包公呢,带着母亲来的。 来了女客,必须女主任接待。 这夫妻二人,带着宫额台女,来到安庆宫门前。 当这夫妻闪目往前回看了,吓得魂都飞了,这门前变成了沙场了。 再看那当兵的,一个个公上前,刀出叫密白刀香。 如临大笔啊,正中央是包的人大叫,但是包枕没做叫,在旁边那站着。 再一看包枕今天这个打扮与往日也不同,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咱们下回接着说。 包的人没做叫,在旁边那站着。 再一看包枕今天这个打扮与往日也不同,头上明带乌杀。 什么叫明带乌杀呢? 本来那当官的有帽叉,一边一个。 今天包公把这帽子一拧个,一个叉冲前,一个叉冲后。 跑福不整,玉带在肩头扛着。 皮带撩袍在轿旁一炸,怒目航眉,人家还知叫唤。 八王一看,你跟谁会去,你要摇啊,是怎么。 后边抬着三口通杂,两口宝剑,带着八班人去各拿绳索。 八王好像没打气,又一想,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不能找不痛快。 包整你就做吧,一会儿我才问你呢。 想着这忍着气儿,邪夫人来的叫前。 八王千岁满面陪笑。 包亲家,你怎么才来? 嗯,王家亲吹。 这教宗,做的是我娘。 魂不过去,给我娘见礼。 啊,八王一听,你这口气也太大点了。 你娘还比我大吗? 我当君子还得给你娘吃礼。 这真是其有此理。 这时候,有人把叫帘打开了。 两个年轻的女人,把离果态在里边搀扶下去。 八王和嫡妙妙,一看就行了。 就发现面前站着个破老婆,穿着那衣服补定,罗着补定,花败的头发。 面有菜谁? 菜谁?那不好看。 你想,这些年,离果态怎么活过来的? 那颜色能好看得了吗? 下面穿的鞋子也是破的。 哦,这就是包的人的娘。 哎哟,今天可真晦气。 怎么呢,娘在哪儿剪的,怎么是破烂穿上? 这不是故意修造啊吗? 但是呢,八王又感觉着这个女人有些眼熟, 好像在哪儿见过,一时又想不起来了。 别看这老婆穿的破,望而一站,稳如泰山,颇有风度。 这玩意可挺不理解。 没有办法,夫妻过去满面裴笑,一兵手,应接老夫人。 离果态往前看了一眼,她可认识八王,也认识敌娘。 心里边一阵难过,眼泪好像没掉下来,把眼一闭,把手一挥,免你平身。 哎呀,八王一听怪物的包装,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 看娘就是这么个祸,还叫我免你平身。 你看那镜头还挺足的。 第一娘呢,赶紧过来打圆场。 老夫人啊,欢迎您来,赶紧望离请。 这包子人又挥手,带着八番人意进了安心屋。 分不一声,大门封锅,没有我的话,任何人禁止出路。 哇啊,把安心屋包围了,这哪是祝寿,这来普人来的。 八王的心都满了,气得手指他只哆嗦,心说到屋里再带村长。 擦把包的人,排进阴安殿。 第一娘呢,陪着离国泰问内宅。 一边走着,这第一娘呢,就一边问。 夫人啊,您什么时候来的? 我进京不久。 哦,您是安徽人吗? 并非。 哦,您不是安徽人吗? 哎呀,听您说话,可有点忠惊的口气。 过去我在此住过多年。 哦,您在这儿也住过呀,那可太好了,忘离请,忘离请。 弟娘娘的意思呢? 你呀,到底不是开开眼吗? 你瞅瞅皇宫大内,五部一楼,十部一阁,黄绿琉璃瓦,金碧辉煌,你见过这个? 哎? 虽然说你儿子当了官,那必是臣,他那官有不大,你见过什么? 你要瞅见这些,不定怎么吃惊呢? 哪知道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黎活泰连眼皮都不了。 他想什么? 这叫旧地重游。 我又回来了,多么熟悉的地方。 想想当初那些逆事,心如刀脚一般。 哭都哭不过来,他还有心看这个吗? 咱们说说简断,等进了内宫,黎娘娘把离国太让到自己那屋里头,让她坐下,吩咐宫女上叉。 这黎娘娘一边喝着水,一边就问, 夫人,夫人啊,您一共生了几个儿子,我就生下一个儿子。 哦,就是这包整,对不对? 不对。 啊? 您不就一个儿子吗? 那不是包整,那是谁呢? 哎,离国太一看,这话不能不说了。 临来的时候,跟包的人娘儿俩,把这计计定下来。 说这些事情,都在包的人的预料之中。 离国太一看见闻,马上把眼睁开,直钉钉吵着鼻娘娘。 愚昧,难道一说,你真不认识我了吗? 鼻娘娘一愣,什么? 愚昧? 我这称呼,该哪论的? 怎么这个声音这么熟悉? 他捏嘴嘴的发愣,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打量。 试掩说,这,你,你是谁啊? 愚昧。 如果你真想不起来,我给你提提醒。 二十年前,愚昧公的李飞,你还记得不记得? 哟! 李娘娘问题,真浑豆出销。 吓得蹬蹬蹬往后倒退了几步,仔细一看,可不是啊? 真是李飞。 在她的思想当中,李娘娘早死了。 她万无生理啊,怎么今天突然就出现在面前呢? 她在包的人认识的,怎么一母子相称,这是在哪儿来? 真是她迷惑不解呀。 但是李娘娘叫着李溃。 人家生的儿子,咱们想办法拔到手里了,愣管自己叫娘。 现在,人家本主来了,这事怎么交代? 这是一般小户人家,还讲不了呢? 这是堂堂的王室啊。 这犯件七冲之罪,还能有活命吗? 李娘娘右脚的李溃,右胆手,双腿一软,哭通跪到李国泰的面前,放声痛哭。 黄嫂,你还活着呀,李国泰也哭了。 宫女们在两旁一看,全傻了。 一手怎么嫡妞呢,给这破老婆磕头,还叫黄嫂,真反不过差。 而,年轻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哭罢多事,国泰止住背上,伸手把李妙娘掺起来。 玉妹啊,爱。 往事,咱就甭提了。 你们不应该通通作弊,瞒着皇上,到如今,老主皇爷也不知道皇上是他的亲儿子,你们犯起了大罪。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二十天来,你们把赵真抚养成人,费尽了心血,也算立了大功。 这功过低消,我也就不怪你了。 哎呀,多谢国泰千岁,千千岁。 李妙娘那一想啊,快点给八方前队送个信。 宫里她出这么大的事了,能让她不知道吗? 把一个聪明的宫女叫过来,吩咐她,如此正伴,正伴如此。 宫女转身去了。 咱们在说前边,比这后宫更热闹。 叫包子人这个模样,一进了受他,文武百官全乱了。 咯! 你说这什么大门,明带无杀,扛着玉带,你这是疯了。 连四地人龙,全危之一了,把龙仔一拍,登! 包拯,你认合这副模样,难道你这就是给我爹爹祝寿来了不成? 包拯一不慌,二不忙,来到皇上的面前倒身下呆。 行完的离以后,包拯站在卢树岸前头,无荒万岁,万万岁。 您先甭问我,也别生气。 臣,有一事不明,当灭灵教。 皇上一听,我看有词儿呢,他还有不明白的事儿要问我。 家! 万岁,咱们大宋国朝,至礼义之邦。 您经常讲,什么为首,什么为头? 皇上一听,马上回答。 真,我是说过,这万岁,您为首,百善,孝当头。 哦,好。 陛下的意思,孝字当前,那是自然。 为人生到世上,要不孝顺自己的父母,不孝顺自己的老人,那就是生畜。 包拯,你问我这话,这是何意? 哈哈哈哈哈哈。 万岁。 据我所知,有这么一个人,把生生的母亲,置于度外,不闻不问,不理不大。 她享受荣华富贵,她的母亲受罪,几乎死掉。 如果有这组人,万岁应该怎么办? 包庆家,如果有这组人,诉奏真正,我讲她治罪。 她是谁? 你要问这个人是谁,她就是万岁。 皇上文庭是不然大怒。 用手指着包枕喝道,凍。 你真是胡言乱语。 姑,不敢说是大笑之子,在我父母的面前,没有不恭敬和有失减点之处。 你怎,胡言乱语,说我不笑? 哈哈哈哈哈哈。 陛下喜怒。 臣偏难也不敢乌军啊。 不过有一样,您都不知道您的父亲,母亲是谁,能说你孝顺? 啊? 包整你疯了不成,你说些什么? 包公说您别着急。 八王千岁就在身边呢。 王家千岁,你把良心搁到正中,你说一说,你是不是万岁的父亲? 讲! 包公啊,跑到外岸来。 八王千岁,赵德方一听,这心就一蹦了。 八王千岁,我一听,心说包整怎么说出这话来? 他心里头有鬼啊,当失了就变了。 他认为,包公要没有十足的把握,绝不敢在大平广众之下质问自己。 由于他理亏,弄了个张口结舌,问,你说,你敢不敢承认你是皇城的父亲? 问问,人总你看,哎,这事还真玄乎。 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个宫女,慌慌张张跑进来,在八王千岁面前,耳语了几句。 那就是嫡妙呢,请她到后部去。 赵德方就利用这个机会,到了内宫。 她一看啊,老婆子在旁边站着,那破老太太在正中央坐着。 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来到迪明的面前,她就问,找我有事吗? 哎呦,王家遣孙,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 哎,你知道这是谁? 她不是包整的母亲吗? 错了,她是当今皇上的生母啊,当年玉尘宫的李飞。 就这一句话,八王千岁好像没摔倒咯。 仔细看看,可不是变过模样的。 她想想前面包整说的话,再看看眼前发生的事。 她知道,她知道,李某换太子的案子,翻了。 八王双膝跪头,给李国泰磕头。 黄扫长,黄扫短,哭的是屁肋横流啊。 当然了,李国泰磕头也哭了,一边哭,一边说的,也指责她不应该隐瞒当时的真相。 害得我受了几十年的苦,到现在连儿子都不认娘啊。 虽然说你有欺君之罪,但是,把我儿抚养成人,也算有功。 功过敌销,我也就不怪你了。 八王千岁问平,连连可头。 黄扫短,我是有良心的人,当时办这个事,也是迫不得已,属于一时糊涂。 既然你们不怪我,我一定想办法召集你们母子团员。 国泰磕头。 那么,什么时候让我们母子见面,现在就走。 八王千岁和迪娘娘,掺着李国泰,带着公阿财女,赶奔进了安殿。 文武百官去看,喝了。 八王在左,迪娘娘在右,掺进了个要饭的老婆。 很多人不知道这怎么回事。 皇上一看,也是霸惊失色呀。 娘啊,爹爹,这,这,这是怎么回事。 她是何人? 迪娘娘跪倒十里,五皇万岁万万岁。 我犯起欺君之罪,罪该万死了。 我不是你的生母。 这个人才是你真正的母亲。 八王也说,万岁,这错不了。 我也不是你亲爹,这里边有文章,这才是你的生母。 人族不听魂自罢了,温平真好像冷水浇头,有墓在那儿。 爷们这个事情太突然了,太意外了。 就说,就说找了这么个破老婆,就说是她娘,这个弯她转不过来。 正在这个时候,在八王身后站着老斑斑陈林,哭得跟累人一样。 要说最了解真相的,莫过于他,他一看可不是李飞,再老他也能认出来。 陈林一看真相大白了,往前紧走几步,撩一副扑踪跪下,先给国太见礼。 就当着皇上的面,诉说当初的真情,老陈林一字一板声泪俱下,这玩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 任宗等听完了,如梦方醒了,来在李国太面前双锤一轮,跪倒在地。 往怀里的衣扑啊,这皇上就哭过去了,怎么着,没劲儿了。 对他来说,这个刺激个太大,文武百官,无不落泪。 等乱了好一阵子,把皇上救醒过来,任宗皇帝还是一个劲儿的痛苦。 妙儿啊,而我太不孝顺了,我要知道您老人家,落到西华县草桥镇受苦,我爬也得爬到那儿去。 若不是我的包亲家,草桥断后说明真相,我哪知道还有您了? 怪不得我那包爱卿当年说我不孝,我真是不如个畜生。 人总越说心里越团,堕足吹凶,哭个没完,包长赶紧过来解冲。 说这是喜忠悲,大喜的事情。 既然母子团聚了,还哭什么呢? 理应祝贺。 这一句话,把皇上提醒了,把眼泪擦干,破屁为笑,纷纷一声,重新白酒。 既是给八王贤岁诸授,也祝贺我们母子团圆。 这是两同喜事儿的。 官吾百官重新都做好了,自逼仁宗让母亲坐于正位。 仁宗站在母亲的身边,就问,娘啊,您这些年是怎样活过来的? 对儿诉说实情。 仁宗越说心里越囊弱,堕足吹凶,哭个没完,包长赶紧过来解冲。 说这是喜忠悲,大喜的事情。 既然母子团聚了,还哭什么呢? 理应祝贺。 这一句话,把皇上提醒了。 把眼泪擦干,破屁为笑,纷纷一声,重新白酒。 既是给八王贤岁诸授,也祝贺我们母子团圆。 这是两从媳妇儿的,官屋百官重新都做好了。 自逼仁宗让母亲坐于正位,接受百官和八王众人的朝贺。 您说这血缘关系可真不得了啊。 你没看那么多年没见面,当他一时认出来这是资格的金粮,那就比谁都尽。 人宗站在母亲的身边,就问,娘啊,您这些年是怎样活过来的? 对儿,您说一说。 李国泰呢,一边哭着,一边把经过简单的讲了一件。 人宗点点头,又问母亲天奇妙深渊的具体经过。 老国泰也讲了,最后人宗问,娘啊,既然您在草桥镇住了那么多的年,而问问您,有没有仇人? 有没有欺负您的人,而纯职将他问罪? 国泰一百首。 儿子啊,没有仇人,谁也没欺负过我。 那么娘,有恩之人,有没有呢? 您说出来,我必有奖赏。 哎,我那包青家也问过我这个话呀,对我有恩的人太多了,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上。 那么对我最有功劳最好的,就是那地方范荣华。 娘,这范荣华现在何处? 包公赶紧跪老,启奏皇上,说范荣华现在开封府后旨。 请,快请我那恩公。 包的人传话,让张荣赵虎王朝马汉,骑快马挥开封,请范荣华。 要说这范荣华呀,这人真有意思。 自从搬进开封府,把他乐得不得了啊。 环匠变了,吃饭不成问题了。 他天天唱小曲儿,逛大街,美得不得了。 但是这个人本质相当好。 这个人勤快,起得还早。 每天他起来,拿个大条子,把前院后院大街扫个溜干净。 把叶湖,他全都给倒了。 另外呢,烧好了水,给那当差的不管大小,把漱口水,洗脸水都给打上。 这下弄他,大伙叫的怪不忍的。 说这这这您甭给帮我们干,我们自己都干得了。 范荣华乐乐。 说我闲着也是闲着,做着更没意思,干点活算什么。 他又和气,又能干活。 所以深受大家的欢迎啊。 在这短短的十几天当中,跟这些人都出仇了。 知底的人呢,知道他怎么回事,不知底的呢,就说是包子人,远方的一个亲戚。 今天呢,范荣华有点不高兴了。 为什么呢? 他到内宅给母亲问安去呢。 一下没看着,他问别人,我娘哪儿去了? 有人说出去办事,奔安庆功了。 他就等着,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 范荣华心里这个不痛快, 他说娘你怎么去那么半天,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我怪想您的。 正这时候,张荣照呼王朝马汉回来了。 马面培叫,施完论里就说,范千岁,给你倒喜了。 什么喜喊? 哎呀,现在当今天子,母子团圆了。 皇上把国太认起来了。 皇上听说你是国太的恩人,传起旨意,让你见价。 走走走,跟我们走。 哎,见不见价,那还有什么用啊? 主要我看看我娘,走走走走走。 急上快马到安庆功。 范荣华一进监安保殿,他就愣了。 哎呀,好热闹,怎么这么多人呢? 都跟唱戏的差不多呀。 一句话好像没把大家逗乐了。 这人好说好笑的。 抬头这么一看,和母亲在正中央坐着的。 范荣华蹬蹬蹬就跑过来了。 娘啊,娘。 您怎么走这么半天也不跟我打个招呼,我怪想您的。 娘啊,您往那边串串,让我坐一会儿。 任总皇上在旁边探查。 心里头,心里头比幽蓬的还难受。 人家可不是亲儿子,看看人家的感情。 黎国太身,离国太身,离国太身手把他拉住。 荣华儿,从今以后,咱们母子是苦尽天来啊。 是啊,这话说过了,这回更保险了,来来来来,我给你直言直言,这就是我亲儿当今天子,仁宗皇帝。 赵荣华儿,这就是我跟你提念的我的恩公。 皇上先过来了,拉着范荣华,嘴唇之哆嗦,说不出话。 最后公身实礼,恩公在上,寡人,有礼了。 范荣华看看他,问你,谁你是? 我就是当今皇帝赵真。 啊,对对对,我说你这人可真够敲敲,你母亲就在草桥镇受内苦。 连饭都吃不饱,你怎么连问都不问? 哎,生理这儿子有什么用? 你跟那畜生有什么区别? 哎呀,真气死我了,我非打你不可。 仁宗在那儿弯着腰,连动都没动。 他希望范荣华打得很下,甚至打得越狠越好。 要不得赶得内疚啊? 郭太一看,赶紧拦住。 哎,荣华呀,他是当今天子,哪能情意打他呢? 既然他认了错,也就算了。 尊娘的话,您要不说,我非踢他几脚不可。 好了好了,这事就算过去了。 皇上马上传旨,让范荣华沐浴更衣,也换千岁的服装。 另外,敌娘娘陪着,老郭太也洗了澡,换上新装。 大家重新归座。 郭太就跟儿子说, 说,为救我死了不少的人, 你应当夹封他们。 就是死了,也应当追封他们的官职。 对活的这些有功的人, 你应当重加赏策。 娘啊, 您看看是不是漂亮春宅吉日, 到八宝金殿而去加封。 不,不必了, 就在这一笔就可以了。 遵旨。 任宗皇帝站到母亲身后, 马上就加封了。 都怎么封的呢? 对李国太有功劳死去的, 头一个, 扣诸,扣成。 就是咱们前文叔说, 李毛换太子, 就是那个小女孩。 扣成玉呢? 因为不听这刘妃的话, 最后终于被迫害而死。 皇上加封, 给他修一座中列祠, 这祠堂, 就在皇宫的御花园。 同时还规定, 每封朔望之日, 也就是每个月的初一十五, 皇上要亲自赶奔忠烈祠年乡祭典。 对于秦奉于忠, 这两位恩公, 也修一座祠堂, 叫忠义祠。 也规定出于十五千岁年乡, 四十级点。 另外呢, 对活着这些人, 那更得好好封一封。 加封的范荣华, 为全国的永安公之职, 同时呢, 在京城, 给他修永安公府。 这范荣华不懂得什么叫永安公, 还只跟皇上讲价钱。 我说, 我就当那地方那玩不错, 我那锣也太破了, 你给我买面新锣就差不多少了, 要封官, 你就封我当地方头, 那玩比什么圈强? 最后比的人宗没办法了, 给他挂了个官衔, 叫天下都地方。 另外呢, 加封的一条九曲龙虎棍。 这条棍, 上大君王不正下官, 文武不忠, 见官大三级, 打死武论。 任总, 为了陶母亲的喜欢, 报答恩公的功劳, 这句话是脱口而出啊。 那在那封建年代, 皇上说话金口欲言, 说话算数, 就因为这一句话, 将来他惹出无边的大祸。 后来范荣华呀, 收获干儿子, 这干儿子的名字, 叫直面阎罗陆凯。 这小子仗在他干老的势里, 拿这条棍子, 打死了不少人了。 引起来很大的风波, 这次后话暂时不听。 封完了范荣华, 又封老班班陈林, 那陈林功劳是最大的。 皇上也清楚, 没有陈林, 哪有自己呀。 当时亲口家封, 为内府都堂, 三千岁, 雅父之职, 在杨老公享福。 这雅父是什么, 好比他的父亲。 这一下, 老陈林是一步登天。 风来风去, 最后风到包的人头上。 皇上为难哪, 这包公是主角啊, 这官怎么风啊? 风小了, 母亲不能同意, 可大了, 那么多大算数啊? 他请示离国态。 娘啊, 这我得怎么风, 你随便风吧。 娘, 我不知道你满意不满意, 嗯, 你风你的。 你多想看我一点头, 那就是乐业了。 我要多点头, 你再继续风, 而宗旨。 等包的人跪好之后, 皇上探神看了看, 包爱琴, 你的功劳太大了。 朕, 朕, 加封你左班丞相, 关居一品。 皇上嚼着, 出这家就够瞧的了。 你是个开封府府演呐, 这三品, 这一下, 关居一品, 左班丞相, 未及人臣, 那不是一步登天吗? 但是说完了这话, 看看李国泰, 老泰的没点头, 明显的不乐意, 哎, 还得重逢, 包琴呀, 除了加封你, 左班丞相, 一品当朝之外, 在加封你, 金华阁大学士, 龙徒阁大学士之之, 这回好, 丞相还挂俩大学士, 任总以为母亲同意了, 结果一看了, 老太太还没点头, 把皇上围着真龙出现了, 最后一口气, 结果可疯大了, 加封包人, 原个老当朝一品, 太师太保太父外加十三位, 左班丞相, 未及人臣, 龙徒阁大学士, 金华阁大学士, 坚韧开封敷衍, 还是国泰的育儿肝殿下, 当官的哪有遇上这样的恩怨的, 包公也是一步, 登天, 老国太一看了, 没法再封, 再封皇上就脱袍让位了, 这才满意的扁了点头, 包针跪倒谢恩, 马上更换衣服, 原来那衣服都不行了, 换好的金翅象雕, 清断的立芒, 欲带超学, 黄上海加封, 红笔的师爷公孙策, 升为阿尔贫正印官, 仍然在开封府当台, 张龙兆, 王朝, 马汉众人, 都加封六品带刀的校尾, 凡是开封府的人, 都有声赏啊, 这就叫一人成佛, 九诸生天, 都跟着包的人沾了官儿, 同时呢, 包的人还向皇上启奏, 在我陈州放粮的时候, 有几位侠客义士暗中帮忙, 这些人不愿意当官, 陛下, 您也得给赏赐皇上点头, 马上命令下面, 制造金牌几面, 正面上赞成字, 侠义可亲, 打听好个人的住址, 都送往家乡里, 也是纪念, 咱们述说简单, 活得也好, 死得也好, 官都封完, 还有仇人, 陷害李国泰的仇人, 就是昭阳正宫的刘飞, 和那个郭怀, 还有收生婆游士, 这些人还都简在, 皇上马上传职, 宁人讲这些人立居所在, 无马分尸, 消息传到赵阳正宫, 刘娘娘一听, 官司犯了, 结果她落了个威罪自杀, 她伤了票了, 那收生婆游士一看, 大事不好, 投福海, 跳水也自杀, 就把那郭怀给抓住了, 到了现在她有什么不承认的, 把郭怀下的走印了, 被万岁传指出死, 消息传开, 人情大快呀, 皇上热败命人, 吹吹打打, 把母亲接进皇宫大内, 咱们叔叔简断, 把一切一切结尾的事, 全都办完了, 包的人赶奔, 开封府, 亲戚朋友都来祝贺, 哎呀, 包的人广阴仇这事, 好几天都没得到休息, 这一天从白天, 接待到晚上, 正在祝贺的时候, 突然来事儿呢, 包公是昏迷不醒, 脸都清了, 四肢抽搐, 不知犯的什么病, 把所有的人都吓坏了, 赶紧把大夫请来, 给包丞相进行调治, 这大夫一摸脉, 一检查, 全剥了脑袋了, 不知道什么病, 不要那么句话的对症下药, 不知道什么病, 那怎么用药, 仰看包的人, 就断签了, 公孙策出个主意, 快点起奏皇上, 禀明国泰, 等这消息传到皇宫, 李国泰大吃一惊, 亲自坐上凤年, 赶赠开封府前来看病, 一看也杀了, 皇上呢, 在太医院, 派了两个御医, 这两个御医, 那有妙手挥春的能力, 到时一看这病啊, 也倒了手了, 不知道什么病啊, 众人正在悲哀着急的时候, 在东京汴梁开封府的风秋门, 那儿来了个人, 再看此人, 身高八尺寡龄, 细腰炸背双肩暴炉, 头上白, 宝兰断了八斤, 兵梁门倒拉四股叶, 并查英雄球, 招身传篮, 遍体挂瘁, 腰杀英雄壮拜, 累下悬着把宝剑, 左手还提着个沉甸甸的包裹, 这个人进了风秋门, 一直来到开封府, 张龙赵虎出去一看呢, 哎哟, 侠可爷, 你来的是正好, 来的是谁啊, 正是南侠斩胸飞, 南侠这次来, 是看望包的人来的, 因为他帮着陈州放凉以后, 南侠就躲了, 直到包的人忙, 自己在眼前还害事, 他就住到老隐氏燕子佗家里, 两人终日研究这武术, 可时间一长了呢, 南侠就呆蜜了, 便走江湖, 到江南也溜达溜达, 到家乡看看, 最后他得着个喜剧, 听说包的人升了大官了, 作为朋友他高兴得不得了, 这一次是专程进京, 来看望好友, 没想到, 干成这么个事, 张龙照虎拉着他, 都哭了, 咱老爷, 你快去看看吧, 我们包的人的命, 包不住了, 啊, 南侠就一愣, 说据我所知, 包的人没病, 得的什么疾病呢, 张龙照虎本经过说了一遍, 南侠一听, 自有妙法, 包的人, 微微的, 心脏还有一点跳动声, 南侠到了外屋, 把所有的人找来, 详细的问了, 得病的经过, 照虎说大人好好的, 晚上我们分手的时候, 他老人家还有说有笑, 我们也劝, 说天太晚了, 这些日子您没得休息, 早点睡吧, 我们就退出去了, 刚到了前五屁, 我还没坐稳的, 有人就抱, 说大人得病了, 等我们跑了一看, 已经昏厥在地, 嘴里只吐白沫, 在哪一间屋子, 你们告诉我, 就在外书房, 你我去看看, 众人知道南侠有两下, 南侠到了外书房, 二目如电, 把这屋子打亮打亮, 他看什么呢, 他看看有没有毛病, 最后查来查去, 查到后窗户, 南侠搬了把椅子, 站到上去, 发现这上窗户篮子, 都哭着窗户纸, 上边有几个小眼, 这个小眼是梅花形的, 南侠又转到外边, 仔细看看, 心里头, 名字八九了, 为什么, 这个梅花孔是夜行人留下的痕迹, 一个是可以在外的望里窥视, 另外可以打什么东西, 你们看南侠都会看病, 对陆林人这套, 他是了如指掌吗, 南侠到了屋里头, 又问张龙照顾, 说那么相爷得罪没得罪什么仇人, 哎呀, 仇人这玩意儿很难说, 那最大的仇人还瞒得了您吗, 那就是安老侯庞与他爹, 太师庞吉呗, 那庞吉能干什么坏事儿吗, 怎么办呢, 大家也不许着急, 今天晚上, 我到太师府留在一趟, 要不是他, 欢得罢了, 要是, 我想方设法查明真相, 就包的人不死, 下个眼, 全职人民了, 您千万给为力, 那是自然, 南侠守着包的人, 他一想, 要这么关等也不行, 把大夫找来, 他提了个建议, 能不能给吃点饼药, 防止病情恶化, 只要这口气不厌, 他慢慢想办法, 大夫说这还可以, 给抓的药, 给包的人灌下去了, 这时间呢, 这玩意就可恨, 你怕他过去, 他吃了话就过去了, 你要怕他快点过, 他还不过去, 就这一天是度日如年, 一直到晚上定今天, 南侠斩行费, 把白天的衣服换掉, 把包袱打开, 拿出来三串吞口烈心衣, 寸牌骨头鸟, 眷帕赵头, 鞋背保健, 跨好白宝囊, 看看白宝囊里的东西, 应有尽有, 一样不少, 告诉张龙赵子听信, 我去去就会, 斩兄飞到了院里, 脚尖点地, 飞身上方, 施展陆地, 飞腾法, 一直敢问太师傅, 南侠值得太师傅, 太值得, 他到京城也不是一次, 在太师傅的门前, 路过多次, 只是没到里边来过, 等来到后大墙, 他扎着背旁, 看看左右无人, 晃身躯, 上了大墙, 取出问路飞黄石, 扔到院里头, 听着听, 一无鸡鸣, 二无全废, 寻耕下业的也没有, 南侠值得放心, 双腿一飘, 撑, 飘到院里, 把飞黄石捡起了, 往头一踹, 这就寻找太师的住处, 有着太师傅可真够大, 后华园子, 戏楼, 前厅, 二厅, 三厅, 倒厅, 东西跨院, 多达四五百间房子, 要一般的人非转糊涂不可, 但是南侠有经验, 没费摧毁之力, 就找到太师常住的文光楼, 这楼的室外, 静悄悄的, 连个人影都没有, 屋里面灯光晃动, 人影摇摇, 影超超, 听见有人说话的时候, 南侠灭族遣宗, 来到窗林台附近, 单胳膊手挂到窗台上, 用舌尖点透窗林纸, 蒸一幕秒一幕, 往屋中观瞧, 这屋好亮啊, 广灯就点着几十盏, 正中央放着八仙桌子, 上着罗列背盘, 摆着山珍海味, 老庞吉坐在正座上, 这家头上戴着软相巾, 身披团龙袍, 腰际金带, 老庞吉今年六十多岁, 由于这保养的好, 满面红光, 鼻子头放亮, 磕下三流花白的呼吸, 在他的旁边呢, 坐着个出家的老道, 南侠借着灯光一看, 这个出家人, 长得十分凶恶, 如果站起来, 高渴过渣, 头上带着酒量道巾, 朱三别顶, 顶梁门安着一块乌暇美, 穿着肥大的岛袍, 白护领, 白水袖, 腰记水火丝头, 背后还背着一把清新丧门剑, 手摆浮尘, 往脸上一看, 这人长得是一张黄脸, 宽脑门子, 四方瞎巴, 两个眼睛鼓出于旷满, 借着灯光一照, 啪啪放光啊, 大燕尾呼吸, 说话升金红亮, 南侠一想, 要知心服事, 单听背后言, 听他们说些什么, 就听他们叫浪了, 老庞吉问这老道, 现在, 你看这个事儿, 有把握吗? 哈哈哈哈, 无量天尊, 太师爷, 您就把心放下了, 我说的话都是有准的, 到时候不准, 您找我算账, 没有, 诚如先章所言, 只要他一死, 哎, 我这气儿也就咽下去, 要不就我实在出不了这口气, 要没有他, 我耳能说吗? 要没有他, 老夫能落到今天的地步吗? 人为你口气, 佛为你故乡啊, 仙长, 你可得给我帮忙到底啊, 无量天尊, 太师爷放心, 我既然答应出头, 我一定就管到底, 他不厌弃, 我不走, 您看怎么样, 嗯, 那就是了, 来下一批, 可能是贪论包的人事儿, 别着急, 我还得听出头脑来, 过了一会儿, 就听庞吉问, 仙长, 您做的这个法术, 叫什么名来的? 啊, 旗舰索阎侯, 哦, 好听的名字, 这怎么就叫旗舰索阎侯呢? 哎呀, 太师爷, 您看您贵为太师, 那么有学问, 对我们出家人这点玄妙, 您还不懂吗? 这就是我们三清弟子最拿手的东西, 只要贫道掐绝念咒, 这七天的功夫, 准保让他包黑头, 断气身亡, 谁都插不出身毛病来, 他就请神医啊, 他把神仙搬来也白扯, 太好了, 不过这七天太长点了, 太师爷我不没说过吗? 指定叫他死就得了呗, 另外您还放心, 我每一天加紧做法, 多念几遍咒语, 最好提前让他断机, 那可太好了, 只要仙长能办到这一点, 老风比加重赏, 太师爷快到三更天了, 频道还要到后面做法啊, 太师爷你早点休息了吧, 好好好, 那我就不陪着了, 天哪, 你辛苦了, 再见, 再见, 庞吉说完了, 陪着这个老道离开文光楼, 二人在岔路上分手了, 有几个仆人, 掺着老庞吉, 奔钱宅去了, 有两个小老道, 提着灯笼, 陪着这个老道一转身奔里边下去, 南下一看, 我得跟着这个老道, 他刚才说的话, 那叫唬人, 你会做法, 你会做什么, 你骗别人行, 你骗我能骗得了吗, 但究竟他搞了些什么明昌呢, 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所以南下在后地跟着, 就见这个老道, 拐弯抹角, 穿过两道月亮门, 就来到太师府的后花园, 由于这个花园那特别特别大, 寺外的树木还多, 不熟悉那个地方呢, 你还得走转向了, 不可怕, 这个院子的正宗, 高达着一座法台, 高有五尺, 全用木板达成的, 这法台上的没有盖, 就放着一张八仙桌, 上边铺着黄千纸, 前面有大红的桌围子, 桌后的, 放着一把高椒椅, 椅子上有地儿, 再往两旁一看, 插着七杆三材棋, 八杆北斗棋, 这棋子是干什么的, 南下不清楚, 就见这个老道来到台下, 往左右看看, 跟俩小老道不知说了些什么, 就见这俩老道在下子给巡逻, 在大佬到内部, 顺梯子上了法台, 把黄千纸拿起来, 背后一身中, 拽出七星丧门剑, 用剑尖挑着几张纸, 然后把拉灯点着了, 嘴里面面有词, 把黄千纸点着了, 南下躲着一棵树后看, 心里不住的好笑, 世界上三百六十号, 什么骗人的招都有, 你看这小子装像装的多像, 他嘴还嘟囔, 你嘟囔什么, 哎呀, 不用问, 刀的人背不住就是被他陷害, 我必须把此人抓住, 才能弄个水落实处, 在没抓他以前, 南下就在这小老道身上打了足影, 他发现有个小老道转来转去, 奔他这个方向来, 他意思是巡逻, 南下躲着树后的转来转去, 一闪身躲着小老道身后, 轻疏原辈, 把他脖子给他抢住, 就这一下, 小老道当时眼睛还一翻, 好学妹一样的气, 南下提着他, 走出一间地, 把他往地上一放, 保健对准他的烟头, 喊一声就要你的命, 无良受佛, 到这边还没办法念佛呢, 我问你, 你们是哪里来的道士, 他他他他他, 我, 我们是香山大白云冠的, 台上坐伐的老道, 他这何人, 他他他, 是是我师爷, 外人送号, 黄蜂道长, 他还姓行, 叫行鸡, 哦, 行鸡, 南下二毛子一转, 想起来, 有这么有, 他属于黑虎门的, 这黑虎门, 在武林当中属于下午门, 专门采花道流, 煎道歇银, 卖假药糊弄人, 这就对上茬儿了, 可是, 两个人光闻名, 没见过面, 究竟他跟太师旁疾什么关系, 不得而知, 南下一想, 用不着想这个, 等我抓住他, 再算账, 想着这, 他把小老道一三个, 死马道全体捆好了, 死了块衣服, 他的嘴衣堵上, 南下皮宝剑, 奔发胎来, 在这三经平干过, 那刑机正在上面念念有词, 那穷白混, 南下往台前一带, 用宝剑一指, 奔, 刑机, 也还不下来, 送死, 没把刑机给吓死, 一吵再拆再拆, 借着蜡烛的灯光可以看, 扎着个漂亮的小伙, 手里清着把明黄黄的宝剑, 心急是大吃一婴啊, 赶紧从法台上蹦起来, 我良天尊, 我说这人你是谁, 夜入太师府, 在这大喊大叫, 你想干什么, 老道, 大概提起我的名来, 你也有个耳闻, 某家, 住到长州府吴近前, 百花岭下, 玉洁村, 赞, 赵, 师爷, 人的名说的样啊, 老道, 问平板老瓜一捕了, 是什么, 赞兄妃, 我给妈, 冤家对头相遇他, 在这门户之中, 本来就不合, 今天他发现我干这些事, 还能饶得了我, 这行急心里的有鬼, 软身就走, 满家能放得走了, 站住, 提宝剑把道路拦住, 行急一看走不了了, 这小子狗急上方, 可急了, 百七星三门剑, 楼头就动, 南侠往什么急闪闪, 用自己的宝剑, 依照他的宝剑, 回来, 两柄宝剑碰在一处, 咱们前文书说过, 南侠那宝剑是宝家伙, 名字叫三手巨确剑, 贴金断玉, 削铁如泥, 那行急那把宝剑, 那不白给吗, 刚一按一手, 咱们, 把这那宝剑分为两段, 把行急吓得一哆嗦, 正在这一刹大, 南侠手腕子一分, 这宝剑直接奔他脖子来了, 把行急吓得干净使了个王八大, 说不然也去, 很近往下一低头, 低得慢点, 南侠的宝剑来得快点, 要说南侠要他的命 不费劲 因为事情没弄明白 南侠有意的把宝剑往上一翻 给他留了情了 这下边道观雪落 法际批散 光把帽子削下去 还行 把肉皮儿给骗影片儿去 当时那血就流出来 把刑机腾给双手抱头转身要走 南侠使了个剑里夹脚 把他劈刀败命 别动 明哥们 捆上了 这刑机啊嘴还挺好使 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 哎呀下可爷饶命 下可爷饶命啊 你是不是叫刑机 一点儿都不假 我请问你 你跟庞吉 什么关系 没关系 他他是花钱把我雇了 雇你 干什么 哎 因为他们家里闹无鬼 让我在这坐坐房间面就 给连连鬼 扑说 南侠把眼睛一瞪 见尖当时就知道他的耿藏 星际你放明白点 方才你们说的话 我全听见了 你快点讲出实情 不然之后 南侠手腕子一顿 那宝剑在他脖子上一晃 可把刑机吓坏了 哎呀 饶命啊 饶命 说 到底你用什么办法 陷害的包丝链 哎呀下可爷 只要您饶命 我就跟您说全部的事情 讲 刑机 磕了个头 但这小子脑子里一转盖 妈的妈 我真老了 这要说了实话 灭病之灾呀 就是展兄妃 不要我的命 庞吉 我也惹不起啊 我拿了人家的银子 把合同都签订 其中有一条 不管何时何地 我都要守口如瓶 哪怕事情暴露了 命大胜 也不能说实话呀 我这一说 就等于把老太师给出卖了 他脑子里想着 头眼睛一看 南侠就是把宝剑收回去 这小子狗急跳枪 蹦起来就跑 这是南侠没有聊到的 斩南侠一脑枪 心中还要跑了 鸡飞弹打 包的人这命就救不了了 南侠心如火烧 在后子撒脚就追 亮刑机 能跑得过斩胸飞吗 前头就是大枪 刑机这小子 鞭子凝身往上一纵 总得不那么利索 这脚尖正挂枪头上 飞到墙外的 南侠一根布就跳出去了 把那宝剑平着 照在他后脑 就是一宝剑 没要他的命 大尊从他嘴里问了十块 那宝剑是钢的 小的后脑少少受得了 把刑机打着眼睛往水里翻 怎么了昏过去 南侠吓了一跳 一下腰把他逼了起来 啪子啪子的牵胸 打到他的后背 醒醒醒醒醒醒 这小子光死 南侠气急了 拿宝剑在他屁股上捅了下 行了 说 当天的牧师 醒醒这小子一看实在是跑不了 不说是不行了 洗礼说话老太师 我可顾不了你了 展老爷 您听我诉说实情 南侠斩胸飞 在太师府抓住个老道 名字叫刑机 精神性 这才闹清楚 包的人的病啊 就是被他害的 原来这个老道 是下午门的一个小头领 这下午门是什么呢 也是练武术的门户 这五个门 是莲花门 黑虎门 黑虎门 铁豹门 等等 这刑机 就是黑虎门的 他们这个门户 专门坑人啊 只要你给我钱 花钱顾我 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他就是被太师旁极 花钱过来的 老旁极下个许乐院 只要你把包黑子给我整死 我赏给你白银 一万两 往后有困难 你只管提 我是尽量帮忙 在旧社会有那么句话 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小子光看上钱了 才答应庞吉的要求 利用包的人祝贺的机会 他满身有武术啊 这才夜入开封府 但是他不敢公然行刺 使了一种毒药 这种药 叫七天索命反 这马上像一股烟一样 要吹出去 谁要闻上 七天是准死 但是他当着庞吉 没这么说 他说的会掐决念咒 会做法 无非是想多骗俩钱 显示他不寻常 南辖这一审讯 他如实地说出来 战兄费是又喜又气 喜之喜 把事情弄清楚了 气之气 这出家人太可恨 庞吉 他也不是东西 在南辖一想 死人嘴里我有招队 我得抓个活的 到时候人证物证 把事情弄清楚了 打定主意 他把这行吉的嘴堵上 把他捆好了 往尖头上一背 是回到开封府 张龙赵虎 王朝马汉 各位勇士 一看赵子也回来了 怎么还带着个 老道家似的 怎么回事 众人不清楚 赵兄费 就把前后的经过 讲了一面 赵虎气了 赵的行吉 光光就踢了几脚 赵昭说别打他 留着他还有用 还得让他给包的人治病 他害的还得经他手指 原来啊 他害完人 他身上有解药 行吉巴不得立功啊 这才把解药取出来 给包的人服下 你看包的人 那病挺凶 其实是受了毒了 只要给上解药 立竿见影 当时就见好 也就是一天的功夫 包的人张开眼睛 这才明白过来 一看展兄费 站在床前 包的人不知道 这怎么回事 经赵虎一介绍 这才恍然大悟 对展兄费 千万万千 南侠呢 就把经过讲了一遍 包的人冲冲打怒 带着病升堂 审讯的老造行吉 行吉到了现在 就得咬什么说什么 把自己做过的坏事 也如实地供出来 把庞吉也给咬出来了 包的人让他化了雾 一想这么大的事情 不能掩盘 马上修好本章 奏命当今天了 自己人总 听说包爱情好了 非常高兴 见着包的人的本章 人总是大吃了一斤 没想到我这老岳父 居然能干出这种 伤天害理的事来 你真是活腻了 因为这件事闹得太大 皇上想包皮庞吉 也包皮不了 几天以后 生作早朝 文武百官全都到齐了 包的人上边 说明了以往的经过 皇上马上传职 把这庞吉 悬上大宝金殿 这老庞吉啊 知道坏了 那刑机没了 在自己的后花园 还发现一具尸体 不知道这是谁干的 他一想这件事 要传扬出去 我命休矣 急得他 好像热锅上的蚂蚁 过了一天 听说包的人好了 这发就传到他耳朵里了 他正在着急的时候 皇上升殿 把他洗完去 老庞吉 老庞吉心里头有鬼 下的是抖印的 聊一副跪倒在金鲸之下 最疼 参见 万万 碎 登 庞吉 你做的好事 你用什么办法 请了什么人 怎样陷害我呢 包爱情 还不如实的讲来 老庞吉支支吾吾 还不想如实的说 最后有刑极的口供 他才被迫承认 文武百官一听 屁 真不是东西 这庞吉打得太大 这颗够性 皇上听明白了 把龙胆一拍 来来 把他拉到武门 问斩 把庞吉一推出去 他手下有死党啊 这几十个大奸臣一商议 咱得求情保稳啊 呼拉朝全跪下了 万岁开恩 万岁刀下留情 老太师 虽然死有余辜 身犯了死罪 怎奈他年老了 一时的糊涂 痛子心切 跟刀的人结了仇 这才干出这种坏事 他是三朝的元老 为国家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万万岁开恩财事 皇上啊 就到了现在 恨庞吉是恨 也不想把他杀了 那么杀他 是为了自己脸上好看 那意思 我这皇上没有寻思 众人家一求情 四弟仁宗这才降旨 将庞吉推回来 死罪饶过 活罪不免 将他的官职是一路到底 贬家为民 成了老百姓 就这样 庞吉也是千恩万切 把帽子一摘 一托一脱 回太师府 打这以后 就成了老百姓 说这种人呢 将来不会承认错 庞吉 又恨刀的人 又恨刑机 心里说话 别看我成了老百姓 我的实力有存 包黑子 你挡住我的 只要我有三寸气在 非给我儿子报仇不可 到了后文书 庞吉高串宁下锅 搅闹东京变梁 又刺杀皇上 又攻打开封府 有一段书叫 百寇闹东京 就在他身上演出来 这这后话 咱且不提 丹表寺的人 从包的人 告状的公司里头 得知有个叫 展兄妃的 这原来呢 这展兄妃 还搬着到陈州 放过梁 皇上的艳相挺慎 他就问包的人 包爱卿 若没有这个展兄妃 你就被人陷害了 那么展兄妃 现在何处 吾皇万岁 那展昭 现在沉得开封府 哦 包爱卿 对你这么一说 他是个侠客 身有决意啊 那么他上房 就不用梯子 包的人一听好 学没乐 上房还背个梯子 那叫侠客 马上回答 万岁 此人身有决意 有穿高奔来的本领 用不着梯子 好 如此说来 朕倒想见他一面 你告诉了展昭 明日 赶本八宝金殿 祭恩 人中袍就一斗 退了遍了 包的人恢复 先把这刑击处死 他是罪有应得 但不必说了 然后呢 包的人把展昭 叫做书房 跟展兄堆就说 你呀 该走运了 皇上要见你 有道是 学会文武艺 豁卖地方下 有钢 得使他这儿 该露脸的时候 就得露一露 皇上要见你 也可能要看看 你的武艺如何 你可千万 要好好练一练 展昭点头 当日晚间 公孙策 交给他眼里 眼里干什么 那见皇上 能随便见吗 怎么说话 站到什么地方 怎么磕头 怎么朝外 那是有一定尺寸的 南霞多聪明 一点就凑 时间不大 就学会了 到了四日天明 包的人上朝 展兄飞也跟着 先到朝房后职 时间不大 金钟三声响 玉鼓六声吹 任宗 声作宝殿 包的人上殿 一回奏 说臣把这展昭带来 人宗大喜 马上降日 让展昭上殿 有个小太监来到下面 高声喊吓 奉天成运 皇帝昭月 展兄飞上殿啊 再看南墙 正一斤 斗抛夫 麦大步来到金爵之下 倒身下来 罪民斩昭 斩兴飞 参见陛下 万岁 万万岁 四地人宗 首扶龙树岸 探身望下 温销 他一看 真是愚重不动 南辖头顶的是 发金 身披剑袖 外照英雄唱 小伙子面白如玉 衣表的人才 皇上是越看 越爱看 下面跪的 是斩兄飞吗 正是罪民 哈哈哈哈 斩兄飞呀 听说你是个侠客 主板两 批天情报 要帮着我那包外厅 到陈州放梁 屡立战功 这一次 又为国出监 救了我那包亲家 你真不愧是个侠义呀 朕打算问你一问 你跟谁学的能为 回陛下 罪民 自并爱武艺 我曾经跟西洋剑客 下预级 学过五年 哦 这下预级 不用问 也是位武林高手了 是 嗯 嗯 斩兄飞 朕 打算开开眼 看看你的武艺如何 罪民 遵旨 来啊 百驾 越武楼 那爸爸今天 能练武吗 到了御华园 越武楼 这个地方 地势宽敞 楼高两层 人终到了二楼上 往中间一座 百官左右相飞 手扒在栏杆 往下看 非常得眼 南侠呢 就在楼下 把长大的衣服 款掉了 包的人告诉他 斩兄飞 你可得好好练练 是 我记住了 南侠一想 我练什么呢 哎 先练一趟拳脚吧 南侠就练了一趟 无阻 扁血拳 这是老展翼的决议啊 在武林之中 也是罕见的 斩兄飞 在这方面 真是下过功夫 再看他望下 一大腰 走星门 迈过步 轮开 窗币 望下一杀针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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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练越快 跟那仿车轮 差不多 就见他 身如蛇形 臀如钻 interpretation 流星掩死遍 猫村狗山吐滚 阳帆侯上树湖登山 芒帆身龙探导 望上一纵 一两丈高 望下一落 生息结武 前传后翁 把人宗皇帝 看得是眼花缭烂 要说人宗对武术 是一窍不通 他就是看着 练着这番挺热闹 人宗看着看着 高了性感 是鼓掌喝彩 好 好 文武百官在两旁一听 赶紧也得叫好 要不怎么叫 刘虚捧生 皇上叫好 你敢不叫好吗 不管懂也罢不懂也罢 好 其实也真好 南侠练完了 一收招 气不倡促 面不耕色 稍微的歇了那么一会儿 第二次 又把宝剑拽出来 展南侠练了一趟八仙剑 但见见风缭练 光华夺目 一开始一朝一世 还看得挺清楚 什么冲天一炷香 白毫指路 童子拜佛 向子提拦 等后来越练越快 光见见光 不见人了 人总一看 更高兴了 二次五掌喝彩 南侠练完了八仙剑 收招病逝 喝了口水 又练了练自个儿的决意 绣剑 南侠也会打暗器 不过平常他不使用 怕人家说暗箭伤人 这玩意不光彩 但是今天例外 为了在乐舞楼比武 献议 哪能不练练 命人准备了几只蜡烛 把蜡烛都点燃了 在三十步以外 展凶飞 把绣剑掏出来 说了什么招 啪啪啪 把蜡烛头全给打掉 人总一看 这真是决意 就再次喝彩 咱们书说简算 展南侠 在乐舞楼前 献了三绝六桥 三绝 就是拳脚 宝剑 绣剑 六桥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武术 猫村 狗闪 兔滚 樱藩 猴上树 胡登山 皇上大喜 跟包的人说 包爱卿 我看这展凶飞 他不是一般的人 破四镇 宫中的羽猫 那意思 就是展凶飞 这身子可太快 他哪是人 就像皇宫里头 养那个玉猫 那么快 这句话 可好了 包的人赶紧跪倒 替展凶飞 谢恩 皇上一愣 说包爱卿 你因何谢恩 还要无皇万岁 您家风 展昭为玉猫 我替他谢恩 在那封建社会 皇上说话 那还了得吗 说像猫 就是猫 说像狗 就是狗 不管什么 那都是无上的龙光 皇上大喜 把展凶飞 还到面前 恩赐玉猫的绰号 打热以后 展凶飞这玉猫 两字就传遍全国 鸣扬天下 四里人宗大喜 亲口加封 展凶飞为 四平戴刀 御前的护卫 在开封府 效力当开 马上就更换朝府 另外 人宗传指 光禄寺 大牌艳艳 给展昭贺宫 另外 貌插公华 狮子裴红 要夸观三日 南侠这个脸 就露到天上去 那光禄寺 是什么地方 那是开国宴的地方 为了展凶飞 皇上还出席了 这次盛大的宴会 百官都参加了 等吃完饭以后 南侠展凶飞 冒插公华 狮子裴红 骑着伯龙马 前面有人 敲鼓长号 在东京的街头 夸过 这东京城 整个洪阳洞 万人空巷 都出来看热闹 我这小伙子裴红飞 又叫展昭 就是那南侠呀 祸 四平官 可了不得 皇上都请他吃饭 这三点完事 展凶飞 又见包的人 包的人一笑 展昭 展昭 你叫做怎样 多谢包的人的提吧 哎呀 你我自己弟兄 不必客气 展凶飞 眼珠一转 是 记上心来 南侠展凶飞 这三天完事 又见包的人 包的人一笑 展昭 你讲的怎样 多谢包的人的提吧 哎呀 你我自己弟兄 不必客气 万岁有止 赏给你一百天的假期 让你欢祥祭祖 博日之后 你再回京供之 多谢包青年 展凶飞 跟众人告辞 都是衣锦还乡 这回再到了 昌州府啊 知府知县 举荐身 因为有功名的人 都出来接来了 跟晚日又不同了 南侠回到家里 他一看 呵 这家里比过年还热闹 他大哥展凶冬 也亲自接出来了 小孩们千传后奔 官员们陪着 南侠心里自然是高兴了 寄完了祖 在家里一待 这回待不多 今天这个拜访 明日那个拜访 左一波右一波 把展凶飞搞得是 头昏脑炸 南侠呢 对这种事情 向来是不高兴 为什么呢 他牢记这么几句话 说穷居闹市 无人问 富在深山 有一碗金呢 人情势力 就是这样 哦 自己现在成了名了 当了官了 大杆子打不着的亲戚 都来了 净说些奉承的话 这有什么用 所以咱 永非在家里头 住了些日子 就感到厌烦 后来跟大哥一商量 说当官不自在 自在不当官 如今我已经是 四平万了 白日之后 要赶忙 开封府固执 只要一戴上这官帽 行动就不那么自由了 小弟打算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地玩一玩 把我身边的事 办一办 他大哥自然应允 南侠换好了变装 随身带好了路费 又带好了龙边信票 前文书咱们说过 龙边信票 就类似现在的身份账 那不太能行吗 南侠离个家 到哪儿溜达呢 哎 到杭州 溜达溜达吧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人生一世 要不到苏杭 溜达溜达 死了都冤得慌 其实南侠呀 不止来过一次了 他就叫这以后的机会不多了 利用现在的机会 好好的玩几天 书说简断 他等到了杭州 找个殿堂住去 第二天 就来到西湖旁 这西湖 真是天上人间 现在正是旅游的季节 就见红南绿雨 拥挤不动 西湖的水面上 荡飘飘无数的小川 岸边上 男男女女说说笑笑 让人是眼花缭烂 南侠溜达来溜达去 就来到断桥上 你要看戏 这断桥可出名 时日上一看 什么不是 这桥就是煤榻 残破凋零 但是站到桥顶上 放眼四望 这地方挺开眼 微微有点凉爽 吹到斩雄飞身上 泼条凉爽 南侠跨着保健背着手 在这观看风景 哎 他正看着呢 突然就发现 在这西湖的边上 跑了一个老头 就见这个老者 两眼发指 胡须飘白 好像有什么病 分人群甩大大 一口气跑到断桥的下的 就见着老德顿足春凶 天哪 天哪 老天爷太不公平了 修桥不禄 双瞎眼 这杀人放火子孙权 我闷心自闷 没干过坏事 怎么这倒霉的事 又贪到我身上 天地随大 无有我容身之所乐 不祸 就见这个老者 把脚一顿 把头狐自杀了 光天化日 那游狐的人 有很多也看见 哎哟 有人自杀了 有人飘水了 都跑到出事地点 把这保温 指手挖脚 往水里头指挥 但是没有一个人 下去抢救 南侠呢 赶紧提大衣 从桥上下来 挤入人群 南侠比谁都着急 身为侠客 能说见死不救吗 可是有一样 你为干斩胸飞 那么大的能耐 就是不会水 要真要到水里头 也别说不会 缠着腹 灌满拉倒 那能行吗 斩南侠急的 就跟大伙说 父老乡乡们 各位弟兄们 哪一位到水中 把跳水这个老者救出来 我奔赠文言五十两 南侠说的话 掏出五十两银赠 在掌中一拓 哪位朋友下去 快快下去 这人群之中啊 也别说都为钱 也有些人是贱密勇为的 南侠这么一喊 挤出来十几个小伙子 就见他们拖不拖不 先后跳到水里去了 可是好半天这些人 前后都上来 没有啊 没人啊 呦 南侠已经坏了 这么半天没救上来 这人非淹死不可 下水这帮小伙子还说呢 这水最深 水粒也最急 是不是把人给冲跑了 不在这 还有的说 是不是他投水的劲儿太大 种在泥里头去了 说什么的都有 正在众人着急的这个时候 就见西湖的水面上 水打船帮 船下水辣 来了一只快船 南侠抬头一看 这只船 两头肩 大肚 漆着黄漆 船上有十来个人 看着意思 有八名水手 荡江摇路 像鸟的翅膀一样 拍大的水面 在这船头上 站着漂亮的小伙子 这小伙子在这船上 指手画脚 指挥这个地方 另外还脱衣服 就见这个小伙 高往牛心发地 朱三憋平 上身脱了个光膀子 露着粉奈一来的一身肉 下边穿着油筹的裤衩 光着脚丫子 这小伙子指手画脚 还直说呢 快快 快点 哎 快点 咱眼间 这小伙子就到了出事地点 船头是站这小伙子 就问 想起来 听说有人投糊了 但不知从哪儿跳下去的 到南侠一听 救人的 心中大喜 朋友 投水之人 是从这儿跳下去的 好嘞 就见这个小伙子 双脚一点船头 飞身形 纵到空中 嘻嘻 南侠还有点纳闷 这人逃了水了 你往空中中干什么 这南侠是外行 就见那个小伙 乘空而起 旋起来 能有一丈五六指高 在空中 在空中使了个云里范 突然 头朝下 脚朝天 双手抱了个宝剑形 一六旋温是踪迹不见的 南侠这才明白 暗中喝采 哦 投水这边还有知识 真是与众不同 这时候呢 那小船就靠到岸边 船上的人都登了岸 时间不大 就见水一开锅 哇 投水那小伙子上来了 在手里呢 抓着的老头 正是投湖那人 南侠一看救上来了 真是高兴就不得了 赶忙过去 把这小伙子手腕的拉住 把他拽着暗示 这小伙子 把投水的老头 轻轻放在岸边 哎 真悬护 完来一步 他的命就没了 可能还没验 最后一口劲 说着进行抢救 把这老头 头朝下 脚朝上 脸朝天 后脑勺沾立 南侠一看 这老者喝了个 大肚 扔扔 这水不知道 喝多少 就见旧的 这个小伙 用双手 催这老头的 软肋和肚子 哎 哎 哎 往外给拥着水 就见这个老者 从鼻子眼 嘴里头 哇 哇 哇 往外 穿水 有人眼间 你看 呀 二寸多啥 那小鱼都吐出来了 心里他一顿的好笑 等他肚子也瘪下去了 就他那个小伙子 把老头扶起来 靠着一棵树上 摇着他的两臂 晃他的脑袋 拽他的四肢 进行人工呼吸 那个年头 可能没这词 但是方法 跟人工呼吸 差不多 啪的老者 就身边呼唤 老头 老朋友 平行呗 平行呗 连腰在晃 好半天的功夫 老者这口气 总算缓过来 哎呀 这小伙子一听出了声音 心才放行 拿过普人帝国的毛巾 把身上的水擦了擦 然后穿好衣服 南侠一看 高兴得不得了 把那五十两银子 拿过来 对这小伙子一笑 朋友 哈哈哈哈 我有言在先 谁 要救了这位老者 我送给他文银五十两 您受了累了 把银子收起来 这小伙子 看看展胸飞 瞅瞅这块银子 哼 我说朋友 你认为我是为你的钱吗 不不不 您别错会 不管您为什么 我说过这话 许过这个愿 我说话就得算数 得了吧你 把银子快揣起来 这玩意我见过 哈哈哈哈 这何苦来的 人家不收 把南侠 扫了个大红脸 赶紧把银子 带起来 这小伙子 看看南侠 我说你贵姓啊 投水这老头 跟你什么关系 啊 呃 你就不用问我姓什么 这老头 跟我毫无关系 哦 没关系 你也帮忙 那算了 算了 算了 可正这时候呢 老头把眼睁开了 呃 呃 这这怎么回事 这是 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几个看热闹的 走过来 老头 你明白我来了 还怎么回事 你说你溜达西湖 你就溜达呗 没准你跳水干什么 你看见没 这两位恩公 为你操劳了心了 你这位 喊人救你 那位到水里 把你捞出来的 你还不谢谢人家 你还愣什么 哦 是这么回事 老者看看南侠 又瞅着救他那小伙儿 他一看那小伙儿 就个打扮 好像打鱼的鱼狼 哎 不管那是干什么 他就认为是鱼狼 这老者 战战兢兢 摇摇晃晃 扶着树站起来 倒在南侠 和这个鱼狼的面前 二位恩公 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 就要磕头 被南侠 跟这个鱼狼给颤住了 别别别 老人家 你身体还挺虚弱 来来 坐这 不必了 二位啊 我这一跳水 给你们找了这么大的麻烦 可你们做的是好事 不过也把我坑了 满侠就你了 老人家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哎 我说恩公 你明白人 你想想 有一线之路 我能自杀吗 哎 我实在活不了了 我才投的壶 这难受的劲儿 干过去 你们就把我救上来 可你们救完了一走 我还得二次投壶 还得受一回罪 你不说你们就做了捏了吗 哦 南侠微微一笑 老人家 您别说糊涂话 常言说 好死不如赖活着 您为什么非要死呢 能不能把您投壶的原因 当着我们说一说 我们大家给您想个办法 出个主意 好救你不死 算了吧 世界上 哪有那么多的好心人呢 你们也就是听一听就算了 谁也帮不了我的忙 我谢谢二位 你们大家有事 赶紧忙着去吧 我呀 还得接着插着跳水 那个鱼狼一听 老朋友 你说这话可就不对 我们追这么大劲 把你救上来 你为什么认死门 非死不可 刚才这朋友说的对 你不已经把你自杀的原因 当着我们说说吗 让我们大伙 跑你出个主意 如果我们真没主意 那也讲不了了 你再死也不完 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我 有人一看 也着急了 我老头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呢 就冲给二位把你救了一次 你也得说出实话了 你不说你对得起来就 好吧 既然如此 那我就说说 他我 老头想不说 但是抬头一看 又围了好几百人 都指着脖子看了 所以这个老者 欲言又止 打了那么多人 他不乐意说 斩兄妃跟这个鱼狼 就看出来 老人家 您是不是有耐口的话 不便当众言讲 对了 您说对了 我跟你们二位说还行 我不打算让别人听 好 那鱼狼把老头给摊起来 这么办吧 咱们找个毕竟之处 您再跟我们讲 活着 他回头 跟使船那水手说话 这水手们都过来了 您有什么吩咐 在这等我一会儿啊 我去去就回 哎哎 我们就在这等着 这鱼狼吩咐完了 驾着老者 南下跟着 离开西湖边 找这没人的地方 您说那么大个西湖 能说找不着个背景之处 可是走着走着 南下一回头 一瞅看热闹的些人 都跟来呢 谁都有好奇心 都想听听怎么回事 越聚人越多 能有七八百号 南下一皱眉 转回身 跟大家讲 相信吧 大家留步吧 这位老者 不愿意当众说 所以才挪个地方 您大伙跟着 他就不肯讲了 大家留步留步吧 该忙着就忙着去吧 南下说完了 转身扶老头走 可后边跟这些人呢 真没脸 你说你的 我干我的 还跟着 南下和颜月色的 讲了五六遍 这些人不听 把这鱼狼 可气急了 这鱼狼一转身 把眼督的震 震了 你们看什么 好说好讲 谁也不听 纯粹的一副 剑骨头 我看你们谁还跟着 我告诉你们 我这人 不管天 不管地 哪个要是再不听 羞怪我 翻脸 不认人 说的话 一伸手 拽吹把匕首刀里 把匕首刀在手中 握 在这地上 画得上横向 看见没 这一项 谁也不行预阅 哪个不听 左脚过来 我要你的左脚 右腿过来 我掰死你的右腿 脑袋过来 我把你脑挖 给你拧下来 看你们谁看过 这鱼狼说完了 驾到老头头 哎 真好使 走了一程 展宏飞回过头了 一看 那些人 都站在仙儿那边 谁也不敢过来 哎呀 南侠扁了扁头 心说这个人 怎么这么不自觉 都怕横的 心里头 也笑这鱼狼 这脾气是真棒 看来是快人 快鱼的一个英雄 这时候啊 他们找了一座 粮瓶 让这老头 坐在台阶上 南侠跟这鱼狼 一边一个 那么究竟是 怎么回事 咱们下回 接着说 南侠 南侠展兴飞 那这老头 坐在台阶上 南侠跟这鱼狼 一边一个 老人家 您看这地方挺肃静 谁也没跟来 有话 就跟我们说吧 哎 好吧 哎 南侠你们二位 其实我说不说的 这事啊 跟你们二位也没什么关系 既然你们二位要听 那我就讲讲 实不相瞒 我就住在这杭州城里 有条最热闹的大街 叫天柱街 我开了个茶楼啊 叫周家茶楼 我姓周 叫周善 我们这个周家茶楼 开了可不是一辈了 要算起来 能有三四辈子 我今年六十五 没干别的 是专开茶楼 老门面旧排便 因此 生意兴隆 财源茂盛 我手头啊 颇有积蓄 另外我们家 人口也轻 就是我们老夫妻 另外还有个老闺女 原来还有三个女儿 都嫁到远方了 就是个老孩子 我们三口人 风衣足食 逍遥自在 小日子过得热热火火 哪知道 闭门家中坐 火从天上来 您别难过 慢慢的跟我们说 哎 好吧 这周善 就把这援引前后 讲了一遍 那万天他说的 都是真的 他的确 是开茶楼的 老头呢 人缘还好 在杭州天柱街 住了几辈子 没有不认识他 这老者是忠厚老式 见义勇为 三年前 这周善 有一天起来 就发现外边下了大雪 正好是冬天 杭州这地方 很少下雪 不知道为什么 今年冬天 这个雪特别大 大雪堵门 周善起来 带着火去扫雪 就发现门前 那洞场就一个人 这个人奄奄一息 仰看就没命了 周善一看大吃一惊 就把这人救到家里头来 经过抢救 被救这个人 转为为安 保住这条命了 等一看呢 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五官貌相 十分端正 就是穿的破 跟要饭的 差不多 一说话呢 还不是本地人 周善就问他 你叫什么名 这小伙说 我姓郑 我叫郑新 说你原济是哪的 我胡广武昌府的 哦 那你这怎么回事 这小伙一听哭了 说恩人您不知道 我呀自幼父母双亡 没什么亲人 就是我一个舅舅 把我抱养大的 我舅舅呢 生活也不富裕 为我费了不少的苦心 供我念书 我也念了十几年书 后来大笔之年 我进京赶考 我自说得个一官半职 回来呢 也对得起我死去的父母 也对得起养我的舅舅 哪知道我心有力不足 到那会儿落了盲了 没考上 垂头丧气 我打个回家 没想到半路上 遇上一伙强盗 把我的衣服扒掉 手边的鸡须 和带的衣服 都给我抢起来 结果落得 一暗路乞讨 现在我没脸回家了 现在我救救我说什么呢 我也没脸见乡亲们呢 没想到走到杭州 正该等冬天下了大雪 我在您的门口背雪 就冻死过去 要没有您老人家解救 我这条命就没了 这正心一边说一边哭 把老头啊 哭得好难受 后来周善跟老伴一商议 说这人既然旧了 你还能撵出去吗 咱们家呢 也需用人 茶楼里多个火气 不算什么 看这小伙诗文断字 长得也不错 就这么的 把正心给留下 这正心呢 为了报答周善老夫妻的恩情 干起活得非常勤快 手笔相应 还能给记起账 不多日子 就讨了个好人缘 凡日上周家楼 到这块来喝茶 无不挑大只称赞 日久天长了 就有那多事的人 跟周老夫妻说 你看这正心 这人不错呀 二十刚出头 诗文断字 手笔相应 人缘还好 你就是个老姑娘 还能让她远嫁吗 干脆找个倒闸门的女婿 把她招罪 小夫妻一完婚 你们老夫妻也就省了心 百年之后 这买卖归他们 这有什么不好呢 早早晚晚 你们老夫妻身边 也有人照看 哎老头一听对 老伴也同意 找出没人的一批没 其实啊 连正心 在这姑娘都乐意 三言无语 把亲事就定了 漂亮晨摘吉日 小夫妻完婚 老两口 小两口 哎 这日子过得更好 转过一年来 这姑娘身怀有运 等到了十月 怀胎期满了 生下一个小女孩 天人尽口 自然又有一番的祝贺 那真的美景不长 生下这个小女孩 不到一个月 这孩子有病就死了 可她妈呢 得了个产后风 再疼孩子 不久 也死了 老太太疼归呢 着急一鼓鼓 也死了 你说这事弄的 没出一百天 死了三口 现在就剩下一个老光棍 和一个小光棍 朝善呢 天天掉眼泪 但她毕竟有经验 一想人生在世 能不死吗 死了死了吧 活着的 还得活着 老头儿倒不怎么的 但这正心 太难过了 顿足吹胸 天天哭个没完 周善你看 年轻人难怪 刚有个温暖的家庭 造了这个大祸呀 能说不难过吗 自己老了 不定哪天蹬腿 就算了 正心还年轻 难叫叫他这么熟的吗 哎呀 可怎么办呢 周老头儿 也是一片好心 后来烦出人来 给这正心 又找了个媳妇 这媳妇 也是天住街的 开插也装 黄家的一个大姑娘 这黄家的姑娘 老头儿熟悉 据说这姑娘品破辣 还不错 翻出人来一体美 老黄家也乐意 就跟正心 完了婚 周善一想 我年纪一年 比一年大了 把奶妹 就交给他们吧 我呀 就省点心 一开始 这小夫妻 完了婚 对老头儿 还不错 日久天长 这老黄家姑娘 不是东西 露出本来的面目 没事 就在正心的耳边吹风 说这老周头儿 他算个什么东西 跟你一无亲 二无故 一天在这甩手 逍遥王 出来进去 什么也不干 咱没事 养活他看什么 一开始正心向他解释 但是日久天长 嫁不住媳妇 老在旁边坐拥 正心也就变了心 态度不像以前那么公顺 摔摔打打 骂骂咧咧 开始呢 周善没太注意 等长了 老头儿这么一看 你们干什么 欺负我 你们忘了根本了 对我来吃吃打打 摔摔打打 你们简直要造反 老头儿心里这个不痛快 这一天实在憋不住 他把正心跟皇室叫在面前 狠狠地伸刺了一顿 正心呢 你们两口子 这是为什么 我看得清楚 大概嫌我老 不中用了 可你们别忘了 这茶楼叫周家茶楼 这买卖是我的 我是这儿的主人 你们可不是 怎么吃着我了 喝着我 还要小瞧我 这可不行 现在呀 你们俩把行李收着收拾 土豆搬家 给我滚 给我滚 滚 滚 正心夫妻一看 老头儿急了 他俩也没词 哭通 给周扇跪下 便 便 您别生气了 我们是年轻人 一时疏忽啊 没注意 吓死 也不敢对您不孝顺 您说的都是真的 这买卖产业都是您的 我们呢 是靠着您吃口饭 哪敢小瞧您呢 愿我们年轻人 实在是太没知识了 爹 你原谅我们吧 爹 你消消气 就原谅我们得了 我们这儿给您磕头了 小两口一个劲说拜年的话 周扇呢 这火 也就消了 你想杀人不过头点力 既然他们认错了 也就算了 这场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周老头没往心里去 这小夫妻可动了心了 没事在被窝里的一商量 说这玩意怎么办呢 这老头还开不出去 嗯 再想个办法吧 要么过来有半年 他们把老头要哄乐了 这才插了手 这手怎么插的呢 是这么办的 这一天小两口 把老头给围住 跌长跌短 一句说好的 正心就说 爹 你看您身子骨 现在挺结实 但是说句话呀 您别不爱听 上了年纪的人了 风诛残眠 有今儿个没明儿个 对不住卡个跟头 就爬不起来 今儿晚脱了鞋 第二天早上就许不能穿 是不是呢 这个人呢 早晚走这条弹 趁着您这这身子骨 还硬是 您呢 替我忙办点事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没别的意思 你看您活着 咱们一家人欢欢喜喜 什么事都没有 一旦百年之后 您老人家不在了 您想想 您姓周 我姓郑 您儿媳妇姓黄 他若出了个姓周的 硬说这财产是他的 这不就麻烦了吗 这官司呢 也打不清 我的意思 趁着您还明白 咱就把这个 周家茶楼 变个名儿 变成正家茶楼 再到县衙呢 把这个 登记换一换 您看看这怎么样 这没别的意思啊 就把将来找麻烦 您呢 乐意咱就换 不乐意咱就拉倒 这皇室 也一个字就说 说着说着 还直哭天抹乐 老头一想 可也行 换就换了 管的是周家茶楼 还是正家茶楼 那不也是我的奶奶吗 再说 郑心说的 也不是没有道理 要是这老头没主意 当时答应了 跟着郑心 欢欢喜喜 到了前堂县的县衙 找那个人 把这营业许可 就改了 把周家茶楼的 自豪 就变成正家茶楼 东家和展柜的 就成了正心 老头呢 就算退出了 打仗了以后 没过多少天 郑心跟皇室 又犯了老病 又摔盆 又摔完 嘴里的妈妈咧咧 见着周山 一句话也不说 老头一看 又犯病 时间长了 周山受不了了 把他们两口子叫在面前 又要神色 还没说几句呢 就见正心夫妻 把腰一刹 把脑袋一剥了 手指周山的鼻子 哎 我说你老实点 你干什么 到时候有你吃的 有你喝的 就不错了 你还挑三挑四的 你翻眼睛看看 这买卖是谁的 是我们老郑心的 跟你没有关系 你已经把这买卖 卖给我了 你说什么 老周朝鑫 卖给你了 这哪有的事 可把脑袋起坏了 郑心 你胡说八道 没有那么回事 没那么回事 没那么回事 你跟我上县衙门 把阳阶纸药关了 没这事 你把周家插楼 变成正解插楼了 哎 你吃饱了 尝尝 官府都立了案了 你不承认这玩意 行吗 这两口子说着说着 还动了手了 给老头一顿拳头 最后把行李 给扔出去了 你想想周山 能答应吗 把老头都气死过去了 后来醒过来 一口气跑到县衙 把郑心夫妻给告了 哪知道 你家郑心手眼通天 在这一阶段 跟官府处的棘手 上至支县 下至普快 柯房先生 全都花上银子了 这帮人呢 一口同心 都像着正心 不像着老头 老头一看 这真没讲理的地方 跟支县 当场就辩驳了几句 他这一降嘴 叫人家抓住把柄 这支县把桌子一拍 胆大的周山 以老卖老 讨笑工长 无理取闹 这还了得 拉下去 打四十板子 压起来 到了四十板子 把周山收监 盼了有期徒刑 一年 哎呀 老头放出来以后 越想越窝囊 越想越没活路啊 走到天柱街一看 买卖是人家的 老头哭的是死去 活来 没有讲理的地方 最后 这才赶奔西湖 投水自杀 被那鱼狼 在水里 把他救出来了 鱼狼和南侠 这么一问 老周头 这才把以往的经过 讲了一遍 讲着讲着 他又哭开 南侠和那个鱼狼 不听变大 等听完了 把两个人都气坏 崭熊飞 脸望下一尘 心中暗响 世界上 还有这组 福星之人 实在是可杀 不可留 那鱼狼啊 气得连咬牙 在晃脑腿 等我抓住 这个姓郑 就我 巴在他的皮 南侠呢 就问 老人家 单不知 这个正心和皇室 现在何处 还在正的茶楼呢 人家混得可好了 吃这脑门子倍量 拿我的钱 把他们都养肥了 嗯 老人家 这个事我看 你也用不着心思 您死了 正趁他们的心愿 以我的看法 您且不损 好好的活着 君子人斗智 而不斗气 假如说 您再花俩钱 再开个茶楼 起名 还叫周家茶楼 凭着您多年 在这块人缘又好 买卖 买卖一定会兴旺发达 是否活活里也气死他 然后再想办法 打官司告状 您何必非死的呢 鱼狼一听 对啊 你不行再开个买卖了 死干什么 哎呦 二位啊 您那上嘴唇 一碰下嘴唇 说的挺轻巧 开买卖 赌气 那得有钱 那得要银子 现如今 我两手空空 栽戒无门 我上哪弄钱去 想赌气也赌不了 想赌智也赌不了啊 南侠就说 老人家 您说 要开一座茶楼 一共得用多少银子 多少银子 要像我原来那周家茶楼 嗯 咱这么说吧 全智齐了 也得文言五百两 哦 才五百银子 不多 老人家这么办吧 明天 我就给你送五百银子 就在这个地方 把银子交给你 你看怎么样 那个鱼狼一听 我也算一份 老人家 这个朋友给你多少 我不管 我最少也给你五百两 这回够了吧 你用不着服了吧 嗯 走上看看他们俩 心里说话 哎 看这样啊 这俩年轻人是不错 脑瓜皮一热 竟冒 古话 咱们一不沾气 二不带故 你们就给我五百银子 那是银子 到了银子 你们一会儿都没了 我找谁去 老头真不相信 但是话不能这么说 哎 二位 我谢谢二位恩人的好心 我看你们甭管我了 有事你们去办事 我呀 还是接着茬 头胡搁 南侠和这鱼狼 看透了老头的心意 不相信 南侠一笑 老人家 您是不是认为 我说大话 不不 下次我也不敢 我怎么能那么想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 咱们下回接着说 朝善你看 不相信 南侠一笑 老人家 您是不是认为 我说大话 不不 下次我也不敢 我怎么能那么想 您那也别瞒着了 是啊 咱们初次相逢 哪能说 就给您那么多银子呢 您哪 认为我初意 这也罢了 咱这么的行星 我要求您 晚死一天 明天这时候 我送了银子呢 你就别死 我要送不来 那你乐意怎么办 就怎么办 南侠坐在这 把原来兜里 那五十两银子 拿出来了 往前一地 老人家 这是文言五十两 你先带着 找个店房住去 找个澡堂 再烫个澡 然后再到戏园 再听听戏 想吃什么 您吃点什么 这够了吧 花不了就花吧 明天 你自当溜的 就到这来等我 你看看我这个人 说话 算数 还是不算数 老头把银子 接过离开 真是文言 他看看南侠 你朝这小伙 你表着人才 文文荡荡 看这意思 不是吹牛 哎呀 心里是半信半疑 赶紧跪到 给南侠磕头 我多谢恩公 我多谢恩公 来日一旦我好了 必有重谢 哎 起来起来吧 那鱼狼 在旁边 也不住的点头 老人家 我可没带钱啊 再来给了 我就不给了 明儿子 我一块给 等说到这 就让这朝善走了 南侠和这个鱼狼 两个人一转身 也离开西湖 等离开的时候 南侠就问这个鱼狼 这位大哥 贵姓啊 您在哪一行发财 鱼狼一笑 这也最好 您先甭问我 我问问您 您贵姓 在哪一行发财 南侠一乐 也没说 两个人攻守告辞 安卸鱼狼不说 单标占军费 南侠一想 看周善说的这个话 不像假的 但是也不能听一遍之词 我也得调查调查 就这样 陈雍飞进了杭州城 等到了天州大街 见的人就扫听 见的人就问 经过调查了解 他一听 周善说的都是真的 果然这个郑鲜 万恩负义 把人家买卖给霸占了 南侠就决定到郑家插楼看看 一则 认识认识这个郑鲜 和皇室 二一则 他答应老周头给人家钱 那五百两不是个小父母 南侠身边还没带着 怎么办呢 就得上这个郑家插楼来借他 怎么借 就得晚上来 他得猜猜到 拿着不义之财 万有义之事 南侠往前走了几步 一抬头 发现果然有一座茶楼 横挂了一块大扁 黑地儿 金字 郑家 茶楼 他往里边一看 这买卖还真不错 人来人往 喝水的人比较多 南侠往柜台上 你看 红油漆的柜台 后边是火架子 一溜一溜 都是正名刷量的茶叶摊子 上面贴着红纸条 注明了茶叶的名字 他往柜台后边你看 坐着个白胖子 看着样不到三十岁 胖的 俩眼睛跟小肉包子差不多 多少 多少有点黑胡 头戴萧腰筋 身上完蓝段刨 腰里地的瓷套 正在的话 看着旁边还放着个铁立木的 大蒜盘子 几名伙计出来进去 南侠一看 心里有多吗 大概这个就是正心 可正在这个时候呢 正心站起来 一看走一个小伙子 跨着宝剑 一表人才 他不敢小瞧 满脸陪笑 好海爷 你喝水吗 你要喝水请到楼上 楼上 满住 天啊 登登登登登登登 南侠上了正家插楼 再一看这楼上昏敞明亮 黄油漆的地方 你跟镜子面一样 八千桌 都铺着雪白的台墓 那茶壶茶碗都倍儿亮 楼上喝水的 人不多 算着南侠也就五六个人 所以展兄飞找着张国旺子一坐 伙计赶紧跑过来 把茶牌子往前一臂 这茶牌子上面都是茶叶的名字 好海爷 您用点什么茶 您吩咐下来 我好给您沏水 南侠用手一指 给我来一壶龙井吧 是龙井一壶吧 时间不大 把水沏了 人家这碗讲究 那茶碗擦得倍儿亮 然后又摆成四样小枝 瓜子 糖块 花生 核桃 往这一摆 南侠一边喝着水 一边吃着 往两旁看着 北面呢 临街 南面呢 带内排的 因为窗户开着 看得很清 这院里头也有一座独楼 还带凉台的 他往凉台上一看 坐着个妇女 苗美打病 擦粉带花 回来呢 还抱着一个小孩 看着一个孩子 也就是几个月 有一个小丫鬟 在旁边洗衣服 南侠看得眼里头 心里琢磨 这个就背不住守皇室 大概那个楼 就是正心的家 想到这儿呢 他把火器叫过来 我家 你过来 哎哎呆呆 您有什么分 我问你点事 我记得以前 我也来过杭州 也曾经在这儿喝过茶水 怎么我记得 好像那这儿叫周家茶楼 怎么现在变成正家茶楼了呢 哦 爷们兄 您问这事 他这主人换了 再早那人姓周 现在换的姓正家 哦 是方才我在楼下 看见柜台后面坐着一人 那是谁 哦 你是说那个挺白挺胖的 那就是我们新东家 叫正心 嗯 哎 我去 这后院是战胜的 后院是我们东家的内灾 梁台上坐的女子 她是何人 那就是我们东家夫人 姓黄 怀里帮的小孩是谁 那小孩就是我们小少爷 火气一天 这位是干什么的 这是 不像喝水的 像调查户口的 吓得他一缩脖子 心里头只花魂 南侠问他这 心里就有数了 不再多问 正在这么时候 就听楼下有人喊 楼上上客人 上了一个人 展南侠抬头一看 飞是旁人 正是那个鱼狼 再看那个鱼狼啊 换了衣服了 头上带 六愣抽口 硬撞金 顶梁门 倒拉三间 此过月 并插 青龙袖 穿着简袖 外配大衣 是背后背道 小伙长得 糊糊塞塞的 那么精神 可这鱼狼呢 也看着南侠 赶紧一攻手 哟 朋友 您在这儿呢 南侠也站起来 啊 我刚来 来吧 请在这块儿坐 不不不 我另骑一壶 再看着鱼狼 拉了把椅子 坐到旁边 伙计把茶牌子 往前一地 好汉爷 您您点一点茶呀 随便 来壶什么都行 哈哈哈哈 伙计也给骑了壶容紧 刺牌点心 往这一发 就见那个鱼狼 发眼睛一瞪 东瞅瞅 西看看 快点 过来 我问你点事 哎呀 您有什么分 我记得当初 我也曾经在这儿喝过水 那时候叫周家茶楼 怎么现在变了 改成姓正的 火气一挺 吓得一缩波 刺 您说今儿这什么毛病 这二位问这话都差不多呀 我也不知为什么 晚上换了主人了 当初呢是个老周头叫周善 也不知道为什么 把买卖给了人家老挣下来 我是当火气的 咱这玩意管不着这个事 少路 刚才我一进楼的时候 我看着柜台货子 坐着个白胖子跟猪子 我那小子是谁 那就是我们新东西 叫正新 我看就是他 哎 在后边这个楼 是干什么的 那那是我们的内宅 梁台上坐的女人 那是谁 那就是我们新东家夫人 黄氏 她怀里放的小崽子 那是谁 火气一听像话嘛 这位 那那就是我们小东家 大爷我还有点事 一会儿我再伺候你 这火气像得不敢待着了 不知道这位出什么难题 这难以回答 就见这个鱼狼 一口气问了很多问题 问完了 也没吃东西 也没喝水 把一块银子 往桌子一扔 算账 啪啪 还没等火气算账找钱呢 就见这位冲着展胸飞机抱拳 转身下楼 攘长而去 真是来得快当 走得快当 南侠弄得心里好笑 心说这位 屁股里好像着了火了 怎么这么一点稳定气都没有 这是谁呢 南侠还很挺喜欢他 他喝得不得铃了 这才起身告辞 找了个店房 住下 书说简术 到了定更天 别人都在熟睡 展南侠更换衣服 是夜叹正家楼 按照白天他所踩的道 翻过大墙 跳的里面 脚尖扁地飞身 上了有梁台的那座楼 他一看呢 楼窗户赠明刷亮 里边的主人还没救醒 战友侧听 有人说话 南侠看看所有屋人 胳膊掛住窗户台 用舌尖扁破窗灵纸 往屋中观看 一瞅这屋啊 四四方方 宽大明亮 靠着墙那边 有一张二人床 上面挂着纹帐 闪断背后 闪断褥子 床上那躺个小孩 夜已经熟睡了 这小孩呢 就是白天他看的一个 没有几个月的孩子 再往地当中去看 放了一张八仙桌 桌上罗列背盘山珍海味 看这夜子要请客 还是要改善生活 不知道为什么 就见那皇室 要换了身新衣服 脸上薄薄抹着粉 肚底胭脂 在那坐着 但是面沉似水 看样子非常不高兴 那个丫鬟呢 里里外外忙活 但是就不见正心 正在这时候 就听这皇室 问那丫鬟 小回啦 你们老爷 怎么还不回来 夫人 您别着急 老爷前屋里有客人 哪来的客人 白天有什么事 办不了 非得晚上办 你看看 韭菜都凉了 去 给他送个信 叫他快回来 是 我都说了好几回了 老爷分锁了 说一会儿就到 一天他都忙不过来了 连饭都顾不得吃 还正在说话的时候 楼梯一想 正心 欢天喜利的进了屋 带到怀里头 抱着沉甸甸一个包袱 皇室一看 你怎么才回来 哎呀我的夫人 我何尝不着急 客人不走 能往来碾人家吗 夫人 大概你等急了吧 实不相瞒 我就晚来了这么一会儿 我们两个人 得不得 得不得 一刀手 我把银子就挣下来了 哈哈哈哈 你看看 这是文言 五百两 说着把银子帮帮 团上一放 打开 整整师封 雪花白银 这皇室 见钱眼开 当时就乐了 你怎么赚的 有一批茶叶 还没等靠岸呢 就被我们发现了 三征两奖 一刀手 卖给别人 从中我获利 就五百银子 夫人 这回你该满意了吧 就服你能 快吃吧 一会儿 这饭菜都凉了 哈哈 今儿咱们得好好喝两重 正心说到这儿 在怀里伸手 拿个把钥匙 南侠呢 在外边看得清楚 就见这正心 站起来呢 把墙上的一轴画 给卷起来 弄了半天 在这儿画后头 有一个暗柜 这颜色 跟墙皮的色一样 再用画一挡 谁也不知道 这有个银柜 正心把钥匙塞在里边 把这门给打开了 然后把这五百两银子 一封一封的 往里头放 南侠一看 这个暗柜还挺大 里边还有不少银子 南侠心里有数 好了 今儿这银子就归我吧 去周记老周头 就见正心把银子放完 门重新锁好 把那画又放起来 洗了洗手 这才啰嗦 夫人 来来来 今儿个 我敬你几杯 要你看你说的 你为咱们家立了功 我呀 应该敬你几杯 丫头那 汤酒 他夫家人 推杯换餐 一边吃着 一边烙着 正心呢 喝了那么两盅酒 把酒杯放下 夫人 你听说没听说 什么事 怎么我今儿听 有人告诉我 那老周头 被释放了 在监狱里边出来 哟 他还没死 没有啊 听说他身子骨还挺硬实 突然可是突然 有人说他自杀了 有的说他上吊 有的说他投了西湖了 说什么就都有 死了 死了太好了 他要活着 对咱也不利 哎 正心口打 嗨声 夫人 这是关上门 没外人 咱们两口子 说句心里话 这事儿 我怎么想 怎么脚着 不对劲 你想想 人家要不救我 我哪有今天 本来那老头不错 咱们把人家财产 磨夺了 比那老头还自杀了 是不是咱也缺德 就说官府不追究 死在地下 这玩意 心也不甘 南侠在外面 罢了 正心这小子 尚有人意 本来南侠 想把他脑袋取走 叫他这几句话 把脑袋保住 那黄石一瓶 不乐意了 要你看你说的 你后悔了 后悔当初 你别免态 现在你就出这个 有什么用啊 要这么说 坏事就坏在我身上 不不不不 夫人你别生气 这不是谈家常门 跟你这合伙 来吃吃吃 夫妻二人低头不语 南侠一想 我这得等到什么时候 看意思 他们吃完了 得厚半夜 再睡了觉 我再拿银子 回去就天亮了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把他们引出来 然后 我再偷盗这些银子 这庸飞想在这 从这梁台上 双腿一飘 撤 到这院里 这院里漆黑漆黑的 南侠在白粉囊之中 一伸手 拿出衣物 这些东西 好像现在的粉底 不过是绿色的 迅速地在这地下 干什么 画了个聚宝盆 盆边上画个金麻菊 这盆里的 还画了几只元宝 这是陆林人 一种特技 名字叫 一火流光法 专门骗人 南侠画盘了 把这东西带起来 用嘴往地上一吹 这碗沾霜就着 马上冒出绿火苗 能有二寸来 告示赠明画亮 盆边上那金麻菊 来回直跑 你看这碗下人 南侠抓紧机会 在地下抓了把沙子 对着二楼的窗户 一扬手 啪啪 扔上去 然后飞身上凉台 暗中观看 咱们单说屋里的正心 正低头吃着 就听这窗户指上 哗啦 谁啊 谁啊这扔土 黄氏也愣了 咱叶前哪来的人呢 小红啊 你去看看 哎 小红垂肚子有点转音 主人的吩咐又不敢不听 才引来一场横祸 小红腿肚子有点转音 到了这梁台上 谁啊 谁让他 说着首富栏杆 他就往院里看 一眼 就看着南侠画的聚宝盆 这小红尖叫了一声 娘 夫人老爷 你们看这是什么 两口子在屋也出来了 三个人凑在一起 八郎个往院里一看 正心还没等看明白呢 这黄氏眼尖 看清楚了 哟 哎呀 恭喜老爷 贺喜老爷 咱该发大财了 此话怎讲 你看的是什么 那不是聚宝盆吗 我看得清清楚楚 那里边都是元宝 这是神佛显照 该是三家发财 可说话之间 这火就灭了 那就资能停两三分钟 还能够老着着 黄氏心里高兴 拉着正心 带着小红 从楼上下来 找了个婆罗 在那地就盖住了 就这就这出不了 我你们快去拿桥稿去 往下挖 这里肯定有财宝 好好就有聚宝盆 咱家发财了 是吗 快拿桥稿去 这三个财迷 在这儿动手了 南霞一看 累死你们 挖吧 什么也没有 利用这机会 我好进屋干活 南霞想到这儿 站起身来 用手刚要推的窗户 突然停在屋里 有开窗户的声音 南霞一愣 仔细往屋里一看 好嘛 对面那窗户 开了 从外面一闪心 呸 跳到屋里一个人 借灯光观桥 正是那个鱼狼 就见这个鱼狼 背后背着刀 等跳到屋里头 卖大幕 来到八仙桌前面 看了看 满桌子的韭菜 拿起筷子 吃了几口 端起酒杯 还喝了两钟 喝 南霞一看 这个乐意 你跑这儿吃呢 就见这个鱼狼 在腰里一伸手 拽出个大口袋来 这口袋 比面带子还大 轻轻熟路 来到墙壁 伸手把 哇 给输了 然后在兜里一伸手 把万能的钥匙拿出来 喀巴医生 把暗柜打开 开始往外搬银子 往那口袋里装 南霞一看 他心里着急 心说你别都拿走 给我得留点 明儿子你给老周头了 我给什么 先问我说话不算数 这次怎么回事 南霞心里那么想 仔细一看呢 这位可真够狠的 一点都没留 装了满满一口袋 然后把嘴儿一记 往肩头上一扛 撑 跳出窗户 飞身而去 南霞暗中叫苦 哎呀呀 哎呀我这怎么办呢 用什么办法 学们这五百银子去 我这位真坑人呐 明天我再找你算账 正在这么说 就听楼梯一响 正心骂着 就进了屋 呸 臭老娘们 愣光能那梗 在哪呢那银子 你去我喷在哪呢 把我手摸得净大套 狗屁都没有 要你看你招什么疑 那仲裁啊 不能轻易的得 我看呐 你挖得还浅 不信 明儿个你挖得三丈深 你看有没 你再带着 我还打一口井的 我看呐 这咱们家倒霉的象征 不能发财 要你操着什么 倒霉也好 不倒霉也好 咱不也没丢什么 正心拉把椅子 刚要坐下歇过 冷不清抬头 这么一看 啊 我们就跪下 给打开了 黄氏小红 全都一了 正心扑过去 往里头一探 当时脸就变了神 咱家闹贼了 人都叫人偷去了 闹贼了 要了我的命了 他就连撞头 再跺脚 真疼坏 黄氏连也变神了 不过这女人 比正心还强点 先把心神稳住 当家大 哎呀 我老爷 你用不着这样 他丢了就丢了呗 咱秉民官司 也许还能找回来 就即使找不回来 你这么着急 有什么用啊 再者一说了 这银子 它不是人正的吗 有人就有一切 你何苦急的这样 快点别哭了 你说的到轻巧 这这银子都丢了 我去哪儿扔下 别人的银子都存在咱们家 爷他买一块儿丢了 我赔得急吗 我 哎呀那怎么办呢 你赔不急也得赔啊 你看这是何苦的 你必须说 这怎么办 哎 掌柜的 要不是事情头到了这步 我都不说 你别看他丢了 我还有银子呢 啊 你还有银子 你哪来的钱 哼 你们男人都心粗 我们女人心气 我告诉你吧 自从我过门以来 我就多了个心眼 没事 我就上柜台那溜达去 趁着你不注意 我就偷他点银子 技少成多 我告诉你 我存了七百多粮了 哎呀 那那那可行啊 那钱在哪呢 哼 就在咱们院啊 那楼梯底下 我整个坛子埋在地底下 都在那里边放着 你要不是着急呀 我才不说呢 哎呀 我的夫人 你真是菩萨 这点银子可够救急的了 南侠咱们没听 真是喜出妄卖 心说 你别拿 给我吧 南侠飞身心跳到天井当院 按照皇室所说的那个方向 来到楼梯底下 用双手一挖 果然发现图纸松软 里边发现个摊子 上来扣个碗 他把蓝仙给用手一摸 果然是银子 南侠迅速拿出包袱瓶 把这银子全放到包袱里头 摸了摸 摊子里头 没有了 把这包袱一记 心说话 再见 揉 飞身心踏走了 南侠刚走 正心皇室带着小红 扁着灯就到了院里了 咱老儿呢 就在那楼梯底下 我看看 我这怎么回事 谁给图给扒开了 正心说的这用手一划了 我说的一点都没了 黄氏一看 我的天 我是谁干的这事 快报告 快报告 两口子连夜 到前堂县就告了 咱们前文书说过 这前堂县的官人 连那支县都算什么 跟正心夫妻处得不错 没少花她的钱 一听经过 这是个大案 夜入明宅 这跟杂明火差不多 拿走那么多钱 马上立案 派人等四位收服 官府的人就出动了 而且他们不说 单表展南下 拿着银子回到店房 舒舒服服睡了一觉 等次日起来 书席已闭 要歇了一会儿 按照昨天 与周老头约会的时间 赶奔西湖 等南下来的亭子 这一看 老周头 真手细拥 正在这站着等 再看老周头 装素也变了 头上戴着 一把刮的随风头 身穿蓝布袍 腰里记着丝抛 还穿着双新鞋 比昨天 那个强的太多了 精神面貌 也不一样 大概老头有点着急 东瞧西看 正伸着脖子瞅着 南下到了 老人家 您早来了 哎呀 我也是刚到 您来了 嗯 来了 老人家 昨天休息的好吗 好 好 就按您说的话 我又听戏 又洗澡 吃的饱饱的 银子才花了不多 还剩下四十多两 那您带着吧 老人家 我说话可算数 说给您送银子 今儿给我送来的 你先过过数 哎呀 我的恩公啊 我 我得怎么谢谢您 老头说的这儿哭了 颤抖着双手 把包袱接过来 打开这么一看啊 虽然说银子三岁一些 自己是买卖人出身 经常过钱呢 他们一看 总有七百两上下 恩公用不了这么多 哎 你拿着吧 富一点还不好呢 正在这么个时候 就像那鱼狼 也来了 肩头上看着个大面带子 黄红油油的 这鱼狼到了进前一看 哟 老人家 这位兄长 你们早来了 门瞎一笑 我们也刚到 这鱼狼往地下 看看这银子 怎么这是民给的 啊 我带来的 我也带来了 鱼狼坐在这儿 把面口的一发 把锅打开 拽着口的底 把这银子倒到地上 老招头一看 这一大堆 更多的多呀 三岁的银子也有 成风的也有 包也有 还有一对金桌子 老招一愣 我这这这哪求的 这钱 什么什么都有 鱼狼用手一指 我老人家 您过过数 够不够五百两 多的多呀 我看这鱼狼一千两 都超过了 用不了这么多 都拿枪 这算个什么呢 富裕点 比不够枪的多 南侠想到这儿 心里好笑 就问这个鱼狼 鱼狼哥哥 您这钱 在哪儿拿的 我回家取的 我们家离这儿远 所以今天我晚来了一幕 您回家取的 真不错 连金桌子都拿来了 这鱼狼一听 这画里得有刺啊 看了展兄费一眼 他没往下说 可老周头呢 拿这口袋 就往里头装银子 您想想 西湖本来是个热闹地方 虽然说这个地方必定 那游园的人也不少 一个发现 两个发现 越聚人越多 一会儿就聚了二三百人 在这围着 看清晰 有的人眼睛 还认出来了 哎 哥哥兄弟 我问这老头 是不是周杀 昨天他投胡来的 是啊 就这小伙 把他救的 还有那位 我他们说 给拿银子他们的 怎么这么多钱 就说呀 这老周头发财了 大伙说短论长 说什么就都有 可正在这么时候 就见人群中淫乱 前堂县的官人来了 因为正心两口都报案了 三班都头 这人姓李 外人送号叫李大巴的 这家揍人才狠呢 在前堂县抓财办案多年 有那么两下子 他带着十几名官人都穿着便衣 四外访查 正好走在这 看着围圈人 李大巴就不知道什么事 探身往里面一看 他认识周杀 这老周头 刚在监狱放过来 他在看什么呢 哟 怎么那么多银子 啊 怪不得正心他们家十道 大概是老周头干的 他本人干不了 他一定是高穿江阳大道的 是怎么回事 啥开 他这一掌子把老百姓吓得 往左右一啥 李大巴就领着人家进来 蹦一伸手 把老周头的玻璃子给抓住 哎 老家伙 是你 老周头一看 人的在 李头 啊 是我 这这这不是李大人 是我 哎 你这钱 在哪来的 我看看 猜什么过来 七手八脚 把这银子一过处 与那正心报案 基本相同啊 我说老周头你真行啊 都说你是老实人 真看不透 你还能干这种事 我问你 你勾穿江阳大道 海洋飞贼 夜入民宅 抢人家的金银 你知道你犯什么罪不 你现在就犯了十岁 你快说 你勾穿的是谁 他都叫什么名字 快说 就这一句话呀 没把老周头吓死 容颜更变 就跪下 哎呀 大老爷呀 你说话可嘴下流德呀 我老周头从来就没干过那个事啊 我也不认识谁是江阳大道 更不认识谁是非贼呀 这钱是好心人给我的 好心人 他我怎么遇不上这好心人呢 你说 这好心人是谁 是他们 老周头抬起头来一看 那个鱼狼 没了 什么原因 那鱼狼看官人来了 他心里就一动 他倒不是怕官人 叫着这也不要闹麻烦的事 所以他身子快 趁着别人不注意 他一闪身 扎到人群里面去 老周头也眼花 也认不出来了 看了看 那位哪去了 还有这位 这位是谁 就是展兄飞 南辖没走 你展兄飞稳稳当当 兵子不忘 爬不去站 在这看着市区的发展 老周头用手一指 里头 这位是我的恩公 这钱有一半是人家给我的 我也不知是哪儿弄来的 这里头回过身来看看展兄飞 一瞅这小伙 长得真漂亮 跨着后抱去 满不在乎 往那一站 这里头呢 精力多 见得我 歪着脖子 撇着嘴 瞪着眼睛 来到南辖的面前 上一眼下一眼 看了七十二眼 哎 朋友 这钱是你给的吗 正直 哎呀 好样的 敢承认就是好样的 那么我请问 你这钱 哪来的 这你就管不着了 爱在哪来 就在哪来的 啊 哈哈哈哈 实不相反 人家有人报了案 现在现才大业 就要追查此案 现在我已经发现这案子了 与你有直接的关系 你又承认了 讲不了 说不起 官说 你打了 李特巴掌说的 在腰上一身 说 什么玩意 把锁链拽出来 那个年头 普人 不是绳子 就是锁链 要不怎么动不动就说 锁起来 立居锁带 就指这链子锁的 你没把这铁链子敲包了 这玩意 还得会呢 没事抓人 办案的其实 都得链 哎呀玩呢 花火可立所 再看李特巴掌 把这链子拽出来 你兜手 奔男侠这脖子就套来了 官司你打着 只要套着 他用手一拽 你就得来个狗啃屎 你要不花上钱呢 就这一下 把你脖子上连皮带肉 就拽下半两来 就这一下 你制一年都不太好的 还得落个疤了 要不这帮人手狠 他得一套不要紧 南下能吃这亏吗 斩经费把右胳膊往上一横 回去 拔一半肉 那链子又回去了 正好踏在李特巴掌脖子上 有两个当差的 你倒看准点 也没看明白 过去就拽 你爬去了 哭通 把李特巴掌拽爬去了 李特巴掌就喊上了 吃火 废话 拽的就是你 吃火 拽的 我里头你怎么跟你自己套上 还有我的妈 混账东西 快撒狗 好 韩爷 这个事 有您的关系也好 没您的关系也好 您最好跟我到县衙走一趟 有话呢 您跟我们官去说去 他要说您没事 那自然就是没事 您就高高手 答应了我的要求 其实满家呀 也想到衙门去 他 这种事情能不管吗 再听了李大巴掌的哀求 当时点头应远 好 如此说来 而等前面带路 是是是 我给您领帮 我老哥他 你也跟着走一趟 把银子给他拿着 说着起身赶奔前唐县的县衙 咱们单说那个鱼狼 他呢 没敢露面 但是他也没走 躲在人群里 往这儿看着 所发生的事情 他看得非常清楚 他一想 也许把这个事闹大的 里边也有我的关系 我怎么能走呢 暗中 我也看个热闹 就要这么样 这个鱼狼 也就偷着根下来了 咱们说说简断 等到了县衙呢 李大巴掌 把班房的门开开 哎 好汉爷 你请进请进 老大大 你也到这屋来了 好汉爷 你先委屈一会儿 屈尊片刻 容我 禀明老爷 这李大巴掌说着 转身出来 一来手 把三般仁义 叫在眼前 鬼啊 看着点 吃什么 我们都知道 李大巴掌 捕捕完了 转身奔内宅 咱们单说 前唐县的支县 这个人姓 叫季 叫季山行 老百姓都恨他 给他送个外号 叫鸡蛋黄 这家伙也是个贪官无力啊 不管你是什么人 给我钱就行 为了这个案子正着急呢 李大巴掌进来 回现在也 案子破了 破的这么快 可不是 这事儿巧了 真是财神尽闻 周善你看 贵岛的给支县磕头 大老爷在上 小明给大老爷磕头了 走 周善 我说你这个老头 真是个凋敏啊 前者 你就到公堂上 无理取闹 老爷 这才判你一年徒刑 揍了你几十碗子 念你年纪大了 提前把你释放 我自说你能够奉公守法 一度晚年 我说你这高高心在哪来的 哎 你高传江阳 大到海洋飞飞 夜入民宅 向那块勒索金银 我说你怎么收藏了 那些人都是谁 叫什么名字 还不从事给我招来 两旁的财人就喊 说 快说 免得皮肉受苦 把老赵头吓他 他爷明见 大老爷圣明啊 下次小老儿我也不敢 这个事确实不怪我 这银子 是两位好汉爷爷给我的 他们姓什么 叫什么 我都不知道 嘿嘿嘿 哎 赵善 你说你多能摆坏 会说的不如会听的 他这种好事 太爷我怎么就没遇上过你 哎 你跟他不认的 他就能给你这么多银子 你这不说鬼话 看来 人是木雕 不打不招 人是苦冲 不打不成啊 不让你这皮肉受点罪 你是不能顺顺当当的说实话 你等着 一会儿我再找你算账 旁边跪 把老周投拉到旁边 带罪犯 这个罪犯指谁 指产雄非 李大巴掌 赶紧来到班房 嘿嘿 好爱呀 老爷生他了 请您到堂上 他话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偷钱带路 展南墙 谁就没有刑警 麦大墓 直接来到堂上 看了看这个支线鸡蛋黄 又往两旁看了一眼 忘了一站 温色没动 这纪之将我再看看 哎呀 我这位哪像打官司 跑这来逛市场来了 这是 要你瞅瞅你这劲儿 胸口挺着 脖儿拔着 你干什么 纪之将把金塘木一拍 啊 胆大罪犯 见了本县 烟河不贵 南墙看了他一眼 大老爷 我倒想给你跪 但是我的身份 不允许我这样做 啊 你的身份不允许 你是什么身份 大老爷 稍后 南墙坐在这儿 在怀里一身手 把龙边信票拿出来 咱们说过不是一次了 这玩意是身份证 放在公安桌上 巴一摔 你看看这个 哎哎 什么来啊 鸡之线拿过来一看 就是一哆嗦 他是官场的人 他懂得 他把信票展开 他一看 上头盖着两颗鲜红的大印 头一个是皇上的玉玺 下面是开封府正常的大印 旁边那印的字呢 四瓶带刀 御前护卫 斩招 就这么几个字 这纪之线不看 活字罢了 看完了脑袋挂 当时比车轮轮还大 心里说话 妈的妈我的老了 可要了我的命 怎么开封府这咱老爷 留到这我这儿来 哎呦 可要了我的命楼 他一想 我做这些坏事 那都数不清啊 这要被这个姓 斩得查实了 回去跟包子人家说 我就得钻那狗头杂呀 谁不怕这个 越这些贪官 越胆小怕事 所以当时他站起来 满脸培笑 哎呦哎呦 恕悲之眼多 不知道上差驾到 有失缘争 当面恕罪 咱老爷 您请来正坐 南侠心里说话 你瞅这副模样 多恶心人 刚才是那样 现在又变成这样 简直跟个哈巴搞得差不多 南侠巴演一顿 不必了 您都看明白了 哎 看明白了 看明白了 好 这就是我的身份 我说 大老爷 这案子 我希望你好好断一断 我在旁边也听一听 啊 哈 来啦 哎 给上车大人 搬搭椅子 就在支箭的桌子边 给设了个椅子 南侠往那一坐 有人把水吸上来 干什么 这叫监他 其实这当官的 心里他不糊涂 谁是谁非 他都有一本账 不过就是昧着良心 干这事 这回有人在这监他 他不敢了 这鸡蛋黄一琢磨 这案子我也在审问不好 我这条狗命就保不住了 所以他正言厉色 把金堂木一拍 带周善 周善二次到堂上 给大老爷磕头 周善啊 你也不用害怕 把你要说的话 你都说出来 大老爷并不怪你 讲 谢大老爷 门侠就说 老人家不必害怕 这是讲理的地方 有话直管讲 我和老爷给你做主 周善一看 我这位什么官 跑到上面坐着去了 这回他可有了主心果了 一字一板 把以往的经过 诉说了一遍 有打旧正心 正心怎么变良心 逼得自己怎么投了狐 把这事都说了 直线听完了 扁了扁头 好 只要你说的在里儿 本县一定给你做主 唐贵 来人哪 拿着本县的 非钱火票 带正心和皇室 这回这案子整个边 把正心皇室给带来 这两口子一上堂 你看这形势就有点不对 正心赶紧跪倒 大老爷 小人冤枉了 就大老爷给做主 唐 正心 你先别说别的 我问你点事 这老头你认得不 认得 他 他姓周叫周善 当年还 还什么的 还救过我的命 这正心啊 还没算把那良心黑透了 还承认当初的事 好 那你就 把他怎么救你的经过 你怎样磨夺财产 还不如实的讲来 说 到了现在 正心这小子 知的这个事 无不弱 望上叩头 一五一十 把事情做了九代 因为是真假不了 是假真不了 所以他说完了 跟老周头说的 非常吻合 实现点点头 画过 当时 把功画了 正心了 哎呀 你还是个念书的人 就你这模样的 还跑到京城赶口 你说你扔到街上 狗都不吃 让老周头把你救了 人了 受人点水之恩 必须永全 打爆 你不但不报 把那良心 往卡桌里的一接 你小子 干出这种坏事 把救命恩人的财产 你磨夺了 把他逼得要投 狐狐自杀 你说你这小子 有多缺德 哎 已经触犯法律 本县 岂能容饶 来呀 咋 先把正心拉下去 给我狠狠地 揍他二百般了 斑斑见血 然后 判处有期徒刑 十五年 那么说就那么简单 哎 就那么简单 那七品的命官 你别看官不大 支掌生杀霸权 上嘴唇 就碰下嘴唇 说你犯什么罪 你就犯什么罪 财人们如狼似虎 望上一窗 把正心拖下去 腰带解下 裤子扒掉 两块八个板 这顿造 造的是血肉横飞 二百般的 真要打完了 正心的命 就保不住了 还盼什么出刑 当场就完了 可走到十几下 周扇在旁边 实在看不下去 老头儿 老头儿这人真好 站起身来 就趴到正心的身上 别打了 老爷啊 高财贵手 老爷别打了 刚才你看也愣了 上到趴个人 这板子落不下去了 都吵着直线 直线也愣了 老周扇 你这样干什么 到老爷 我有几句话说 人非圣贤 谁能无过 正心还是个好孩子 我们也俩处得不错 只是一时糊涂 做下这种事情 跟他的媳妇也有关系 既然他能说出实话了 有悔改之意 那人就饶了他吧 哎呀 这鸡蛋花在上面一瓶 也很受感动 你看这老头儿多善良 多好 跟正心一瓶 是什么人看得清清楚楚 直线点了点头 好 本来是不能答应 面在你呀 也受了委屈了 你这人也真不错 本线就开脱他的罪名 让老周托躲到一旁 把正心带上来 正线 本线打你 去不去 不去 一点都不去 打死我都应该 愿不愿 不愿 打个正对 嗯 刚才周扇说的话 你听见 我都听见 我是无敌自如啊 跟他老人家比起来 我不是人 我该死 我该死 好 我呀 就听老周托 估计 对你的刑法 斩缓 不是没打完吗 记账 十五年徒刑 入诈 我要一观后效 将来 你要再做坏事 耳罪 归 加倍 处理 懂吗 谢谢 这青天大老爷 我嫉妒了 旁边怪 一会儿我还有交代 正心 往旁边一跪 带皇室 皇室带来了 你看这个女人 平常那时候在家里 可能来了 没事嘟嘟嘟嘟嘟嘟嘟 就给丈夫出坏主意 等到了公堂上 杀眼了 方才她丈夫挨揍 她看得一清二楚 魂不附体 等她拉上来 更傻的 一句话说不出来 这鸡蛋黄用手一指她 你是皇室吗 这正是小人 皇室 你说你是当妻子的 你怎么能干这种事 无语常言 到底却好 家有贤妻 男人不算横事 这两句话 第一次你懂不 当妻子 是丈夫的内部 不是把他 伺候好的之外 还应当劝导他 怎样为人处事 比如说 他跟邻居们 有些纠纷 你应当劝解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他有想不开的事情 你也应当劝解 可你可好 没事 煽渡是非 天油 薄火 要没有你出这些主意 能落到今天 这个地步吗 故此说 家有嫌弃 男人不做横事 现在你男人 谈着事 与你有直接的关系 我看坏 就坏在你这张嘴上 要不教训教训你 你是不能改啊 来来 把活的事拉下去 长嘴四尸 狠狠打 长嘴 就是揍嘴巴 那可不是高手打呀 高皮板子 都是牛皮 把它剥着层 都纳在一块 跟大鞋底子一样 这玩意揍上瘦的了 啪啪几下 把这皇室揍得 是鬼哭狼嚎 鲜血 顺着嘴角就躺下来 老兜头看不下去 再次求情 纪之县这才应允 也就揍了十几下 不揍了 等把皇室拉上来 纪之县就问他 怎么样 这滋味不错吧 王头 你还嘴欠不 还给你男人 出外出衣服 那个说这什么味儿 舌头都懂了 栽弯子骨的 跟吹喇叭一样 吐字都不清了 意思就说 我永远也不敢了 直线点点头 来啊 听后本县攻断 郑家插楼 还恢复原来的字号叫 周家插楼 现在本县就给你们更改营业指导 买卖 东西还归还周上 周上你听见没 多谢大老爷 嗯 这是一 第二 正心皇室 你们也回去 好好孝敬周上 假如说 周上活过一百岁去 跟你们毫无关系 证明你们孝顺老人 假如他活到九十九所了 那就是你们对待他不好 本县二次处分之天 这条件可过刻点了 但是呢 正心皇室 全都磕头碰壁 愿意遵照老爷的指示行事 这银子也断给他们 直接一摆手 下汤去吧 哎呀 这正心过来 把周上掺扶起来 爹 来来来 而扶着您回家 皇室也良心发现了 哭哭啼啼 给大老爷和展兄妃 施了你 下了堂子 等这官司断完了 纪大人站起来 来到南侠面前 张老爷 您看我这 这案子断的怎么样 嗯 八条 贵县断案如神 佩服 佩服 对了 上海大人 您别夸我 我就个小小的要求 这个本县呢 这经验不丰富 有些事断案断不清楚 民间这包的人呢 千万别说这事 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 如果您要一说 这我就悬会儿 南侠好学没乐出来 嗯 只要你以后断案 就跟今天似的 那就没有妨碍了 我不说 就是 哎呦 多谢多谢 您真是活菩萨 哎 上海老爷 今儿我请客 您在这多住几天 不 我还有公事 当时就告辞了 南侠站起来 往外就走 这县 一直送到县衙的门前 这才公首告别 安心这个鸡蛋黄 但展现不提 单表南侠 心里脚的挺舒畅 要做了件好事吗 长出了一口气 分人群往外就走 老百姓 没的态度 方才堂上的一切 老百姓也都看见了 大家交投心 理论纷纷 哎 出来 出来 我你知道这是谁吗 谁啊 哼 你没听见吗 海风谷的 咱老爷 皇上给送的 超号叫 展昭 嗯 猫 羽毛来了 哦 展昭 不就那南侠吗 可不是吧 就是他 小伙子 岁数不大 可不是 长得多棒 这真行啊 人们说什么的都有 可南侠正往前走着 在人群里一闪身 那个鱼狼 出来了 我您就是展老爷 哎哟 我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 展老爷 我这给您行礼了 南侠一看是那个鱼狼 心里都好笑 哎呀 心说我打官司 你倒躲得快的啊 你没事了 南侠乐乐呵呵的 一拱手 朋友 李贵姓啊 家住的什么地方 哈哈哈哈 鱼狼一笑 一会儿我就告诉你 哎 展老爷 我有句话跟你说 你请到这边来 南侠不知道什么事 乐呵呵 跟他进了树林 哪知道刚进树林 就见这个鱼狼 大衣闪掉 摁风黄 掺他 拽出去把担刀 用手指指南侠 展兄来 我等着你五十一天 你找刀吧你 展兄飞 做梦也没想到 这个鱼狼 突然变了脸 甩大鱼狼 甩大肠拽单刀 拽 拽 拽着南侠就是一刀 把展兄飞吓得 赶紧往旁边一闪身 朋友 你这是为什么 行难大 少说废话 我等你不是一天了 我要早知道是你 脑袋 我早给你摘下来 咱两个人 一天二地仇 三江四海 你就拿命来 说个话 双手捧刀 分心便刺 南侠 又把这一刀 躲开 就这个鱼狼 上一刀 下一刀 左一刀 右一刀 是刀刀不离 后脑勺 一刀几刀一刀 一刀快刺一刀 南侠是蹿蹦跳绕 左右躲闪 没还手 最后南侠也急了 用手指着他 朋友 你能不能把事情说清楚 咱两个人 究竟有什么冤臭 我哪一点对不住你 我做了哪些坏事 你把话说清楚了 再打还完吗 这小伙一听 这才不堪 把刀带起来 姓南侠 你要想问 明白这个事 有胆子没 敢跟我去一趟 到那 你就清楚了 南侠也是逼得没办法 好吧 请你前面带路 咋咋 说着话 把南侠领到水边来 这会儿早就停着一只船 水手们都等着 鱼狼用手一指 咱老爷上船吧 南侠一想上船 这事儿 这事儿可不保险 这事儿可不保险 前文书咱说了 展凶飞能力再大 他不那么全面 就是对水性 连门都没有 见水就发晕 南侠一想的 南侠一想要安坏主义的船一翻个 可要了我的命了 可又一想 事情头儿逼在这儿 不能露出怕死贪生来 所以南侠一咬牙 撑 穿上小团 这船是飘荡荡 荡飘飘 晃了两下 南侠把腿一岔 站稳了 这鱼狼也上了船了 纷飞声 开船 开船嘞 用高一点岸 小团离开岸了 八名水手是荡江瑶朵 在水面上飞驰 离开西湖 顺着河岔子就下来了 哎呀 走出来很长很长一段路 南侠妖摸着 足能有三个来时辰 这是到哪了 从河岔子出来 再一看 前面是浩瀚的水面 不浪淘天 好像一种大海 又走了一段路 这才看见 好像个孤岛 近了一看 又不是 三面浑水 一面靠路 这个地方 种着不少的树木 还有几座小码头 再一看 还有不少渔船 持船的 都跟这个渔狼打招呼 渔狼爷 回来了 渔狼爷 您才回来 回来了 回来了 南侠一听 什么渔狼爷 这是什么渔狼爷 他心里这么想着 等船只靠岸 有几个小伙子 用勾杆子 啪啪啪的 把船帮打住 稳住了 南侠 这才上岸 等脚诈实地 南侠的心 才放下 哎呀 可算登了路了 渔狼呢 也跟着登了路 咱来 跟我走 在路上 两个人 一句话也不说 南侠放眼观瞧 这地方好快 真山真水 风景如画 脚下踩的是 沙石鹿 又昆 又平潭 两旁边都是树屋 南侠闪眼一瞧 在树根底下 都站的是 飙行大汉 走几步 就有一个 就见这些 飙行大汉 一个个 大影学鼓鼓的 腮帮的 努努的 胸脯 甜甜的 连那撇花蛋子 都翻翻着 一个个 舔穷别度 看着这鱼狼 都静底 叫圆外 南侠 这才知道 这个人 绝不是 普通的人 往前走了 要二里路 进了庄村了 一拐弯 到了一座门口 南侠 抬头一看 就见 广亮的大门 门前有一对 石头狮子 青条石的台阶 但是大门开着 门上 也站着几个 标形大汉 一店的这个鱼狼 都抢不齐身过来 袁绵 你回来了 嗯 回来了 鱼狼说完了 看了战胸飞一眼 战老爷 你不想弄清楚 是怎么回事吗 啊 撂后片刻 我再去给你找个仇人 啊 说着甩大刹 他进了门 南侠在外部站着等着 心里就琢磨这个事 怎么想 怎么跟他没仇 这地方我也没来过呀 这怎么回事 南侠正在想着的时候 旧厅圈里头 有脚步的声音 两个人说话 哈哈哈哈哈哈 二弟啊 你开玩笑 都开出圈儿去了 哪有这么闹 大哥 我不这么开玩笑 他能来吗 哎呀 战老爷一定是生气了 管他生不生气呢 反正我是把他骗了 南侠一定是什么意思 声音一落 就见几个朴丛往左右一分 在里边一闪身 走出两轮来 头一个 就是那个鱼狼 在后边 又跟出一个漂亮小伙 就见这小伙 穿机打扮 无关貌相 跟这鱼狼 似乎没什么区别 所不同的 就是比这个鱼狼沉稳 比他这个 稍微高着那么一些 就见这个人 见眉虎目 鼻指口发 发金剑袖 腰中跨着口宝剑 南侠看法多时 不认识 就见这个主 跨过门口走下台阶 来到南侠面前 公身实礼 咱老爷 您受惊了 这个 是我亲兄弟 他天生的爱开玩笑 方才跟您说有仇 那是假的 没那么麻事 给您开个玩笑 把您骗到我家 哈哈哈哈 咱老爷您受惊了 我这替党 赔礼了 南侠这才明白 没那么回事 就瞪了那个鱼狼一眼 心说你吃饱了 撑的 就是这何苦 给了我一顿刀 要不是我练过武术 我这命早没了 开这玩笑 开得过分了 但是一看人家这哥哥 彬彬有礼 南侠也一礼相还 詹老爷 既然来了 赶紧请到里面落座 现在啊 你还愣什么 还不给詹老爷赔礼 詹老爷 对不起 实不相伴 您这身份太高了 又是侠客 又是开封府的上差 四品带刀的左护卫 又是皇上眼里的红枝 恩赏玉猫啊 这玩意请您 您能来吗 对不对 所以我故弄玄虚 跟您这一开玩笑 用激将法把您接来了 咱来 您可原谅 哈哈 忘了请忘了请 一会儿 我必要赔礼 南侠厅喜欢的 说说笑笑 走进大厅 一看 这厅房真阔气 一拉六是时间开的 院里这些宽阔 方钻铺地 两旁边摆着刀枪架子 这刀枪架子上 摆着十八般兵器 下面放着十八般 赌完兵器 什么刀枪剑极 俯越勾插 躺连朔棒 边剑吹抓 拐子流行 带尖的带刃的 带钩的 带刺的 麻花的 拧劲儿的 十顿的十锁 硬弓 手撑子二人夺 央有寄扭 院里呢 站着几十名标形大汉 全都垂手速立 看这意思 规矩 还不小呢 可这厅房里头 一扇是南木家具 用大漆走了 不过这遍 怎能刷亮 都能照进轮去 看把多时分兵主落座 普人上查 就见那小伙子 就跟南侠介绍 瞻老爷 您还不知道 我们哥俩是谁 小可不知 正要领教 跟您说 我们住的这个庄子 叫墨花村 我们是亲哥俩 在江湖上 多多少少 也有点名气 号称双侠 我叫丁兆兰 他叫丁兆惠 丁兆兰报完了名 南侠是大吃一惊 哎呀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丁氏双侠 广文明 没见过面 没想今儿个见着 南侠真是喜出往外 把丁氏双侠拉住 亲近的不得了 这就叫殃兄爱好汉 咱们说的这套书 叫三侠武艺 事实上这三侠是四个人 头一侠 家住 家住边北辽东 千山 博石岭 古郡凤凤凰亭 服刑欧阳 丹字春 江湖混号 北侠 那是头一把 欧阳春 掌中使得是一口 龟龄七毛刀 伪阵武林 没有对手 第二个 就是南侠玉猫 展胸飞 第三 就是丁氏双侠 丁德兰 丁道会 因为一个人 不够一个侠客 哥俩凑在一块 这才成双侠 展胸飞 久在武林 颇有耳闻 今日得见 自然是高兴了 丁道会 纷飞一声 排排酒宴 给展老爷 接风 倒是练武的人 也就不拘束了 南侠望正宗一座 哥俩个左右相陪 推杯 唤展 开怀畅言 在九七宴前 丁氏双侠 就问了南侠的 所有经过 什么 陈州放梁了 特别是 岳武楼 献三角六桥 怎样恩风欲猫 南侠们 经过讲了一遍 哥俩个听完了 福长大笑 高兴得不得了 丁道兰还说 咱们可都是练武的 咱们老爷 唯有武林人 争光肉脸 连我们都小时候光彩呀 这可太好了 可正说着 来了个仆人 在丁道兰的身边 耳语了几句 丁道兰一乐 赞老爷 您这一来 莫发春泉 轰动了 连我娘 都听得信 大众要见您一面 赞老爷 您能赏脸吗 南侠脸一红 为什么 光顾说话呢 人家还有老人 没给老人见礼 显得礼貌不公啊 赞昭赶紧站起来 礼应如此 我正要到里面 见你 好好好 来 赞老爷 您去 跟我们往里走 到里面见谁去 丁道兰丁道会的老娘 父亲早就不在了 就生个母亲 这老太太 知书达礼啊 那个老丁地的当家人 听前院那么热闹 一扫听 说南侠来了 老太太挺高兴 要开个眼见一面 等见得念了 战兄费 聊一副跪倒在地 伯母在上 小智儿 给伯母问丹 哎哟老生 担待不起 担家不起呀 快请起请起 赵兰丁辉啊 快让咱老爷坐下 南侠坐下 老太太 上一眼下一眼 这路看 把南侠看得 脸红脖子粗 把头低下 看大多时 老夫人 这才问南侠家里的事 别的事他都不感兴趣 唯独听说 展南侠 现在还是光身一人 没有媳妇 老太太是心花怒饭 最后告诉 你来一趟不容易 在我们老丁家 多住几天 招兰招会 你们好好替我 招待展老爷 您放心 这您还用说吗 南侠这才站起来 起声告辞 赶问前面 可这老夫人呢 就把丁兆辉给留下来 由丁兆兰 陪着南侠 到外边吃几果 南侠走了以后 老夫人笑呵呵的 看着二儿子 兆辉啊 你看展兄妃这个人怎么样 那还用提名吗 在武林之中 这真是好样的 那比我们哥俩强的多的多 刚才你知道 我问他那话 是什么意思吗 娘 咱娘俩想到一块去 我呀 准猜到您的心意 您是不是 在我妹子身上 打了主意了 哎哟 真聪明 就是那么回事 哎 真要是 把你妹子许配于她 娘我就念了佛了 娘子 这事我看 八九不离神 还真差不多少 书中代言 老夫人 一共生了三孩子 丁照兰 丁照慧 还有个老女儿 叫丁月花 这老夫人呢 对姑娘是 特别的偏爱 这丁姑娘 长得 长得人样子也漂亮 武艺也高强 十三岁那一年 她就练武 除了跟两个哥哥学习之外 老夫人呢 特别花钱 又请了一位武林的高人 这个女道姑 名字叫 红文道姑 有男的 在兵府住了八年了 所以这姑娘 学的是满身的决意 正因为她那么大 模样长得也漂亮 家里也有钱 就养成个古怪的脾气 骄傲无人 按理应当说 她那个年纪早应当成心了 二八家人 到了十六岁 就应当找人家 过了十六 就被人家笑话 丁月花哥不然 今年二十挂零了 尚未许配人家 为什么呢 那宝媒得踢破门槛的 姑娘 掐着半拉眼角 也看不上 要求那条件那可高啊 门第 还得相配 模样长得还得好 能量还得大 就这几个条件 你衡量 全夸了 没一个配得上 为这件事情 老夫人十分担心 苦恼的不得了 你说耽误来耽误去 还有人要吗 能等到三十吗 她俩哥哥盯着来盯着会 也为此事着急 恰巧 南侠来了 南侠 也二十挂零 尚未没有娶妻 正是个好机会 所以老夫人心里一动 打算把女儿给斩刀 把二儿子 盯赵慧留下 你们俩这一商议 哎 意见相同 赵慧啊 那你看这个事情 应当怎么样着手进行呢 梁啊 您那也别太高兴了 我也别太高兴了 咱们看着何事都没用 就您把我的妹子惯坏了 你说她这眼光四海目无一切 谁都不如她 连个女婿都找不着 我看这么晚 你也别着急 我见见我妹子 把这事跟她说说 她要乐意 那不太好了 她要不乐意 干脆也别给人家斩老爷提 多叫人家摸不开 也显得咱们家掉价 哦也对 你先摸摸底也好 快去 我好听个信 哎 我这就是丁道会 你转身出来 赶上后院秀楼 老丁就有钱 那个本地的守护 往渝川 都趁着上千只 日进斗金 使努换备 所以他们家也相当阔气 丁月华 住了一座独楼 一般的俗称就叫秀楼 正好在个花园子里头 家山 良亭 小桥 秋千 家子 还有一个不大的 八十厂子 姑娘天天凉屋 连老妈带丫鬟 能有十五六个 在这次伺候丁月华 丁道会 大不流行来到秀楼下子 抬头就喊 妹妹 在楼上的吗 妹妹 有个丫鬟一探身 探了探 要 二元外呀 姑娘 二元外来了 姑娘这才探什么 想看看 二哥 我正在楼上面 妹妹 我找你有事 登登登登登登登 丁道会上了楼 丫鬟婆子 赶紧给二元那见了你 丁道会把手一摆 你们先出去 别人都退出去了 丁二爷拉了把椅子 坐着妹妹进前 妹妹 练功了吗 练了 每天也不耽误 好 妹妹 你知道咱们家有喜事吗 二哥 我正要问你 我听前院抄着咱们家的客人 是啊 你也听着心 我刚听说的 谁呀 嘿嘿 哎呀妹妹 你要问来的是谁 这眼睛一亮 心说话没泪 你别得意 我非气死你不可 丁道会 大不流行来到秀楼下子 抬头就喊 妹妹 在楼上的吗 妹妹 妹妹 你知道咱们家有喜事吗 哎 二哥 我正要问你 我听前院抄着咱们家的客人 啊 是啊 你也听着心 我刚听说的 谁呀 嘿嘿 哎呀妹妹 你要问来的是谁 是这份的 丁道会一使劲挑起大母哥的 晃着脑袋咬着牙 是这份的 要 你看你把他夸的 你快说 倒是谁 这个人 家住长州府 吴季县 百花岭下 玉洁村 姓展明找 自雄妃 江湖赫号 南辖客 妹妹 听说 滚乐华一听 南辖二字 又惊又喜 要 南辖上咱们家来 啊 你说不是这份的吗 嗯 妹妹 再告诉你 人家展老爷 跟我们不一样 人家当了官了 现在容认开封府 四品带刀 左护卫 皇上给贺号叫玉猫 名满天下 威震武林啊 人家的脸都露到天底儿上去了 你想想 你哥哥 跟这种人交了朋友 这无上的荣光啊 哼 我看二哥呀 你也别把话说的太过分了 教他能怎么的 不教他又如何 未必他就有真才实学 我想 他那能耐 也不见得怎么特殊 哈哈 我说妹妹 你这人可珍贵 所以要说出人来 你就瞧不起人家 你知道咱老爷多大能耐 人家会三绝六巧啊 那个你讲拳脚 讲宝剑 讲袖剑 再讲六巧 猫穿狗损 猝不拥 翻猴上 处虎登山 那都是决议 你开开眼吧 丙月华一平 站起来 二哥 要这么说 这个姓展家 什么时候离开 咱娘说呢 咋子要得多住个几天 要那么的也好 我呀 就有点不服 你跟姓展家说一声 我要跟他当场比虎 丁兆会一平 正高兴 希望他们两个人见见面 互相的相看相看 这不是个好机会吗 但是他又一想 不行 我妹妹骄傲 我得激她一激 丁兆会也够坏的 哎 要 二哥您这是怎么了 妹妹 提起这个比武来 有些话我不乐意说 你看咱们说呀 敬展的确实不含糊 小伙子也有能耐 名望也大 那是咱们说 别人捧 可他自己 他不应当说 要 他说什么了 你说他到了咱家了吧 我跟咱大哥 盛情款待 酒席宴前谈论无数 这斩雄飞几杯酒 入了肚子了 晃着脑袋 自吹自雷 你说他这份吹呀 竟讲些过无关 斩六将的事 还就不提他那走卖成的事 你说咱们家也是练武的家庭 你在这吹这干嘛 那也是严重 没人的货呀 妹子 这这这 你还得度点一 呦 二哥 要冲你这么一说 我刚得跟他比了 你到前面 跟他说一声 我现在就到 妹妹 你消消我 你不是咱老爷的对手 何必找丢人呢 不 我非比不可 丁赵辉一看 把妹妹的火也鼓起来 她也想利用这个机会 看看咱兄飞的武艺 究竟有多大 心里高兴 妹子 那我先走了啊 一转身的离开秀楼 来到前厅 忘了一坐 跟没事一样 南侠不知道 但跟丁赵兰 又说又笑 丁赵会 拱手说 失陪失陪啊 我会不会有点事 才来 南侠呢 也就没注意 片刻之后 就听院里头有脚步声音 丁月华喊了一声 我说 咱老爷在这儿没 你出来 唠唠一嗓子 把屋里的南侠吓了一跳 展昭心里纳闷 这是谁 哪里来个女人 指名典型 换我的名字 你看丁赵会 心里头明白 丁赵兰不知道 唠着脸就红了 心里头说话 妹妹 你好不知理 谁让你来的 你不知道咱们家有客人吗 你在院里头大喊大叫的 成何体统 都叫咱娘把你惯坏了 她真想把妹子叫起来 好好的身刺一顿 但是又一想 当着客人的面 多有不便 赶紧打圆场 啊 院里是妹子吗 有话到屋来说吧 哎 来了 啪 连龙一跳 先走进来 四个老妈 八名丫鬟 往两旁一分 丁月华和珅 就进了屋 就见了 大红色 卷帕到头 大红色 汗筋 杀腰 外边 皮着斗篷 腰里挂着宝剑 柳梅到树 兴言冤 满脸的怒气 紧走几步 来到两位 兄长的面前 飘飘 半幅 丁兆兰 赶紧给介绍 呃 展老爷 您不认识 这是谁吗 这是我妹子 叫 冰月花 妹妹 还不给 展老爷 失礼 这是我们来的客人 你就叫 哥哥吧 南侠这才明白 赶紧站起身来 攻身失礼 妹妹一向可好 小兄斩召 有礼了 丁月花呢 赶紧也还了礼 给丁兆会心里头明白 这伙 就是他给鼓起来的 他还装好人 呃 妹子 坐坐坐 来来来来 加发椅子 添个吃点筷子 快快 你也喝点 要扑起来 二位兄长 今儿给我来有点事 要当面 请教展老爷 南侠一看 哦 奔我来的 妹妹 有话请讲 我请问展老爷 您这是从哪来 哦 我在家 长州府 武进县来 那么您遇下何往呢 准备 到开封前去供职 我这是路过来到这儿的 哟 真是一阵香风 把您刮到这儿来了 展老爷 我可听说了 您武艺高强 绝非一般人可比 古人言 见高人不能交费而失之 我也练过几天武术 狡诈 他也不错 打算带展老爷台前 领教一二 您能赏脸吗 南侠奔平是心中不悦 暗自思想 这个女人可真不懂礼貌 咱们初次见面 比什么武 这是搞的什么名堂 但是南侠心里不痛快 脸是不能带出来 复之一笑 妹妹 你说的不契合实际 我展昭 空有其名 无有实学呀 你别听别人说 我哪敢跟妹子比我 不 今天我来就是这个意思 比也得比 不比还得比 丁照兰再旁边一听 实在压不住我 妹妹 他那意思 他都说得及就 哪知道丁照会坐在旁边 又急眼 又晃头 还拿脚 蹬着他哥哥一下 丁照兰看 这怎么意思 哦 明白了 听说一定是老二耍的鬼 事先定在这圈套 自己就不好拦着呢 呃 展老爷 我妹妹 也练过几篇武艺 不过平康西松二无眼 我们哥俩劝等拍劝 既然展老爷来了 他要想跟你领教领教 您就赏个脸吧 丁照会也说 是啊是啊 展老爷 呆着也是呆着 闲着也是闲着 咱们都是练武的人 干这么做的有什么意思 就当住酒兴了 咱来 行吧行吧 这哥俩这么一说 南峡一见盛情难却 满肚子不高兴 也没有办法 只可站起身来 往外走 丁照会跑到院里 紧张 来人来人 快把院收拾收拾 十几名家人 赶紧把兵人架子搬开 院里扫干净 杀实的消息就传开了 兵府上下人等一听 姑娘 姑娘要跟展老爷比武 谁不想开开这个眼 把手里的活放下 都来看热闹来 男女老少二三百号 把这院围了个风雨不透 可这个消息呢 也传进内宅 丁老夫人非常高兴 让丫鬟婆子掺着 她拄着拐杖 也来凑圈 老夫人一来 大家更高兴了 把桌子椅子 全都搬在院里 就在这狼眼下面设好了 让老太太坐下 丁照蓝丁照会 站在母亲身边 古人们左右相配 咱们单说丁月华 这姑娘得礼不让人 性娇气傲 悟空一切 再看她 把圈盘勒了勒 汗尽紧紧紧 宝剑摘下来 交给一个丫鬟 把大红爪的斗篷闪掉了 抬胳膊抬腿 没有半点 帮挂之处 撑 就纵到上推手 咱老爷 你赶紧请吧 南下万般无奈啊 之后 摁了摁撞帽 提了提靴子 紧紧紧大袋 勒勒失散 把长大衣服捆掉 衣服的底巾 植到大袋上 抬胳膊抬腿 活动活动 筋骨 文文荡荡 站到下推手 那位说了 这比武 上推手 下推手 还有什么分别吗 有啊 看有了 这就跟下棋似的 红仙黑号 谁在上推手 谁先发招 谁在下推手 谁属于被动 比武就是这样 当场不让步 举手不留情 谁先发招 谁占便宜 南侠呢 站得下吹手 躬身实礼 妹妹 你先别急 方才我说过了 我是空有其名 无有实学 我这两下子不怎么立 望求妹妹 手下留情 你看你说的 这个客气劲 你放心吧 我不真打就得了 他还认真 丁月华说到这 脚尖点笔 身形望前一柱 真 就落到展昭面前 左手一望展南侠的面门 右手一拳 使得个白元献火 奔南侠的面门变大 就这一拳挂着风就到了 南侠头眼光看 大吃了一惊 嗯 罢了 别看是个女流之辈 这拳头上果然有功夫 要不就不能挂着风啊 展军飞不敢怠慢 赶紧把头一水 跨步歇深 把这一拳夺过去 还没等南侠还招呢 再看姑娘 左手又到了 这一招就担风 拐尔 碰 本南侠尔根台子就删来了 真要给销上 打不死也好不了 展昭赶紧使了个恐被弓身 锁梗仓头 哎 望家一搓身 把这一掌躲过去了 丁月花真厉害 双掌望回一侧 分前就一腿 脚尖点南侠的小夫 南侠望后一侧身 把这一腿又躲过去了 紧跟着 两个人插着过世 就站在一处 这一招也是真的好看 土人们也好 老夫人也好 丁照兰 丁照会也好 全都注目看着 就见丁月花 身子闪动 二臂如飞 果然是厉害 两掌挂风 一招快死一招 一招锦死一招 真好被 风摆的荷叶 鱼打的梨花 可再看南侠 闻闻当当 不慌不忙 二臂其耀 身形转度 稳中带快 揉中带刚 这就明显的 都说这兴 都说这兴产的厉害 今日一见果然不假呀 这人好好难打呀 出去怎么赢他 嗯 有主意呢 再看丁月花 使了个败中取胜 南侠望里的进步 根深 一进照 这一拳 本丁月花 后背便打 丁月花 使了个 黄龙大拽 身串 正躲的南侠背后 飞起了一脚 奔南侠的后腰遍体 南侠往旁边一闪 躲得慢点 这只腿来得快点 正登的南侠 跨过上 而龙中就대下 上趴 在等 突充 南侠一个跟踪 摔在底下 跨 大伙都乐了 哎呀 这姑娘不擦拿 把侠 Rick都给 laundry了 真有了下 怪不得咱们姑娘狂 na 人家真有本钱 搞 丁月花 赶紧过去 把展南侠扶起来 展老爷 这这 您让步了 不不不 令妹果然武艺高强 展昭甘拜下风 南侠说着 就打算退旁边去 把衣服穿上就结束了 哪知道这丁月华得理不让人 把手一招 要展老爷 您请留步 哦妹妹 你还有何话说 嗯 卷脚嘛 倒是比完了 我打算再比比冰刃 没等南侠点头呢 就见冰月华在丫鬟手里一伸手 把宝剑接过来 摁崩荒 大崩 拽出宝剑 院里面 就打了一道变山的韩国 这宝剑真亮 夺人的耳目 书中代言 不是一般的宝剑 这名字叫战炉剑 切金断玉 削铁如鱼 有那么一种传说 说这把宝剑 是列国年间造剑大师 欧爷子所造 欧爷子这一生之中 铸造了无数宝剑 其中最著名的 一共有五口 这五口剑 叫大兴三 小兴二 大兴三 是三口比较长的宝剑 头一把 就是南侠使的巨雀 二把剑 就这姑娘使的 叫战炉 三把剑 就是陈州那老隐士 燕子驼使的 叫紫电青霜 这三口宝剑 那可了不得 那么小兴二 是指什么说的呢 就是小二的两口 头一把叫秋风落叶草 二一把就是鱼长剑 您没听说专注刺王辽吗 那鱼肚子里的 藏着把宝剑 就是指着鱼长剑说的 要讲究这五把宝剑 港口最好的 是鱼长 尺寸最小的 也是鱼长 那个玩意儿 只能当匕首用 不能拿到战场上 但那战炉剑 则不然了 广剑苗子 藏了下能有二尺八呀 剑刃也宽 从刚制造 消贴如泥 那快了得 这是老丁的传家宝 因为丁月华呢 在他们家里的最沾窝 老太太最偏爱 所以这宝剑就归他佩戴 丁月华在这宝剑身上 也下过数载的苦务 为什么他非要比不可呢 他把宝剑往手中进去 使了个仙人指路 咋找呀 请过来吧 哎呀 南下一看 真没有办法 这个姑娘 不比吧 这架子拉在这儿 就得硬着脑瓜提笔 他在一个仆人手里 把自己那把剑拿回来 奔奔荒拽出宝剑 南下把宝剑在手中一拿呀 看看丁月华 妹妹 咱可把丑话说到前面 这冰刃之上 可没戴着眼镜 万一有失守的地方 就性命相关了 望求妹子 手下留情 不可十分认真 要咱老爷你放心吧 我心里头有数 你就拉招吧 南下没办法 仍然站着 吓吹手 亮了个架势 就冲天一炷香 哎 妹妹 请 丁月华也不客气 往前一根部 把宝剑摆开 使了个博草巡舍 一刀汗过 奔赞南下 咽喷喉变脸 南下急忙往旁边一闪闪 不由的是 大惊 十色 斩胸飞 箭走下盘 扫姑娘的双腿 丁月华使了个汉帝 八冲 双脚点地往空中一坐 南下宝剑走空 这姑娘又使了个凤凰 胆斩赤 紧接着又使了个巷子 皮栏 麻骨上手 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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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宝剑就摆开了 南下是结架相婚 左右夺产 使的是八仙剑的剑术 一开始的时候 两个人打得慢 什么招 什么动作 外边看得很轻 可这后来 就不行了 越打越快 越打越快 只见见光 不见人影 这院子里 刷刷之冒凉气 把这手下人看得都呆了 一个个 伸着脖子瞪着眼 有的把舌头都吐出来 多汤 忘了收回去了 有不少人替着担心 一边看 一边出这声 好喧啊 干什么 替着害怕 因为他们就发现 这两柄宝剑 都奔致命的地方 围着身子 刷刷之转 哪一个躲的脉里边 抓着一下 砍上就完了 就连丁老夫人 也害了怕了 老太太一看 这玩意真不是闹嘴儿的 哪脚上 也滚下汗桌 诺弥陀佛呀 赵兰赵会呀 快让他们别比了 这这这吓人 母亲放心 没事 您看您瞅着害怕 人家心里都有数 是吗 有数就好 哎呦 可别碰上哦 这老太太 刚才高兴 这点害怕了 可正在这么说 就听见丁月娃 喊了一声 展老爷 对不起 众人抬头过去 就见丁月娃的宝剑 直奔展南辖的 耿嗓点来 南辖赶紧往旁边 一甩头 哎 抓着宝剑就过去 这姑娘使了个 剑里夹脚 飞起了一脚 点南辖的心门 展昭赶紧往旁边闪身 躲得慢的 这一脚来得太快 正登的南辖 大腿跟上 啪 展昭站立不稳 登登登登登 倒退了八九步 一个定堆 就坐地下 啪啪啪 宝剑落地 展南辖赶紧一股的声站起来 满脸通红 冲着丁月娃一攻手 妹子 我现丑了 丁月娃呢 心满意足啊 那个美就甭啪啪了 笑笑呵呵的 把宝剑还侠 冲着南辖一撇嘴 哎呀 不愧是展老爷 南辖客 真有两下子 这回 我算开了眼了 家伙婆婆 走 回楼 一溜方 他走了 众人散去 有人打扫战场 咱且不提 老太太呢 给南辖 道得辛苦 也退归内宅 丁照兰 丁照会 陪着展兄 陪进了屋 重新擦了把脸 七声水 带着高滩阔论 这丁照会 没言语 滴着脑袋 撅着嘴 心里都想事 哎 人走石器 马走标 兔子走石运 枪都打不着 你说我妹妹 真走运 连着比了两次 剩了两次 这南辖 就带到他手里 你说他这能力 比南辖还高 没看透 你说没看透 人家可赢了呢 哎 看来啊 展兄妃 是真空有其名 无有其事啊 真叫人失望的 他在这晃着脑袋 撒着嘴 不说谎 丁照兰 就看出来了 来到丁照会面前 一捅他 二弟 你怎么了 啊啊 没怎么的 刚才我看热闹 看你有点紧张 这阵正喘气的 不对 你心里想事的吗 二弟我问你 刚才比武 谁胜 谁败了 啊啊啊 丁照会一听这话 问你真心心 哥哥 你睡着 你睡着了怎么的 不咱们都看起来吗 咱妹子赢了 咱老爷败了 他 女儿赢 听 爷爷 我大哥你怎么了 二弟啊 你网成侠客呀 连这么点事儿 你都没看清楚吗 哥哥 您是说 我说什么 咱老爷 比了两阵 受了两阵 咱妹妹都败了 这你没看出来吗 是啊 那这怎么败的 哎呀 二弟啊 你没发现吗 在比拳脚的时候 人家咱老爷 是使得无足点血拳 咱妹子使的是 八卦昆仑拳 这套路都是不错的 也就是十几个照面 咱老爷飞身 转到咱妹妹身后去了 哎 你没看飞起了一脚 点住了妹妹的后腰 但是呢 你咱老爷没用力 只是用脚尖 轻轻一点 碰着他的衣服 还不让他人知道 当然 更不能受伤了 打那以后 每隔八招 咱老爷就踢他一脚 咱妹子的身上 就中了三脚啊 这是自己人呢 这要是在两军阵前 比我相争 咱老爷一发力 那对手的命 就保不住了 你看咱妹妹 还舔着脸在那儿比呢 败了都不知道 那最终的结局 咱老爷不吃点亏 能叫咱妹子吃亏吗 啪一咬 把他蹬个跟头 他脸皮紧薄的 再出点事怎么办呢 所以人家咱老爷 宁愿吃亏 卖个破绽 让妹子找个便宜 买下摔个跟头 这你没看出来吗 哦哦哦哦 这真是那么回事 哥哥您这一说 我想起来 咱们再说比保健 咱妹子差的更多了 跟人家咱老爷怎么比 在那第九招上 你还记得吗 咱老爷使了一招 叫脑后摘瓜 那招多厉害 我记得你还吓了一声 哎呦 你还替着害怕来呢 咱老爷箭发出去 又烧回来 还是那句话 这是自己人 要是仇人 手腕子往里头一挫 噗脑袋下来了 咱老爷虽然没下毒手 但是给咱妹子 留了个记号 把他左耳头 那耳坠子 给削下来了 你不禁到院里看看去 那半截耳坠子 在不在 是啊 哎呦 哥哥你可真比我强多了 我看看去 冰照会到院里的衣草 有个家人正收拾院子 而原来 这是我们捡了一件东西 不知道谁吊着 给我 冰照会拿过来看 真是妹妹的耳坠子 他眼睛一亮 心说话没在 你太狂了 这回 我得好好气你一气 他迈步 直接奔后院绣楼来了 刚走到楼下 就停在楼顶上 又说又笑 笑语欢声 他迈步 进了屋 妹妹 我来了 先打个招呼 姑娘在屋一平 十二哥妈 请进来吧 哎来来来 丫鬟婆子 给二元外见礼 冰照会一摆手 一看呢 妹子把医生换完了 有个丫鬟 给七了碗香茶 旁边打着事 那正讲 刚才比武的经过 要是这些丫鬟婆子 也真会说话 把姑娘给捧着 都到了云彩眼里 起来 有个丫鬟还说呢 姑娘 您真要能 刚才您那招 怎么使得来的 就借您那手 往那边一指 那腿就这么 就这么一蹬 啪 就把那姓展的 给蹬了个跟头 您可真要两下子 嗯 你知道那招叫什么名 要奴才拿制作 那一招叫倒梯紫金棺 不好学呀 你看这容易 下起功夫 就不那么容易了 姑娘啊 等有了机会 您不好教教我们吗 嗯 也行 那要没有五年好功夫 是练不成的 当然了 我们就想想您那个样子就行 叽叽嘎嘎 这么说呢 盯到回到屋 拉把椅子 往妹妹面前一坐 妹妹 辛苦了 累得够呛了 这算什么 同工加起来 也不过就是百八十个回合 嘿 哎 妹妹 我打算问问你 今儿个你跟展老爷比武 谁输 谁赢了 丁月花一听就一愣 柳梅一挑 脑袋一不愣 要二哥你看你说的 你不在旁边看着来的吗 是看着来的 那你还问我干什么 反正有个人 踏下两回 嘿嘿嘿 妹妹啊 实话跟你说吧 我看你可清楚了 你是沾世则迷 我是旁观则青啊 告诉你吧 你的两阵都输了 你是脚你不错的 你 丁月花鼓励你听 当时这脸就红了 二哥 你别气我 气你干什么呢 这是真的 你听我告诉你 你跟你展老爷比拳脚 他使的是无足点穴圈 你使之八卦昆仑圈 对不对 就你那个拳 比不了人家 也就十来个照片 你展老爷 躲在你的身后 飞起一脚 点你的后心门 告诉你吧 这是咱自己人 这是两国的仇敌 啪的一脚 你腰舌了 就说你展老爷 高就高在这儿了 点到你后腰上 还叫你不知道 我们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的 哎 到那儿以后 每隔几招 咱老爷就蹬你一脚 我都数着呢 一共蹬了你三脚 你挺大个压 都不知道害臊 挨打都不知道 你这脸皮有多厚 最后人 南下一看没办法了 你这没完没事了 人家吃个云吧 卖个破绽 叫你占个便宜 人家哭通 吵去了 大老爷子脸皮后 摘个根头不算什么 能让你吃亏吗 一瞅你那模样 把眼珠子一蹬 回来 还得比是兵人 比什么兵人 叫你那房间 跟咱老爷怎么比 差得更远了 你咱老爷警告你 使得那招叫脑后摘瓜 好学没把你的脑花 给你摘下去 因为是自己人嘛 比划比划就得了 人家使了个作笔成样 保健又收回去了 收可是收回去了 给你留个信号 你摸一摸 你左边的耳对子 哪儿去了 就知道我说这是真的 是假的了 丁月华这一摸 可不是 左边的耳对子 上半截了 要 我那耳对子 在这儿呢 我早给你捡起来 说的话 丁道会把那半截耳对子 往桌上一扔 丁月华 这才知道是真的 当时这脸都气死了 嗷一声哭开了 他哪受过这委屈 让二哥没鼻子没脸 这顿损 当着丫鬟婆子 受不了了 他这一哭 把丁道会乐的 心里说话 嗨 都是我娘把你惯的 你看你了不得了 佛爷的眼睛动不得 今天我可有出气的机会了 丁道会乐的 下了楼了 回到前厅 照样陪着展南侠吃酒 时间不大呀 消息传出来 可了不得 怎么呢 姑娘要上吊 丁道蓝丁道会 哥俩赶紧跑进内宅 一看把丁氏老夫人急的 拿拐杖东东至主地 你们快去看看去吧 这哥俩上了秀楼 把姑娘这才给拉过 老太太也赶到了 本来是个喜事 你做什么呢 你无缘无故的 为什么要自杀呢 其实丁道蓝丁道会 心里头明白 这姑娘一句话也不说 她在枕头上一个就是哭 甚至把嗓子都哭牙 丁道会一看 这事非自个解决不可 娘啊 您别着急 您在旁边坐一会儿 我跟我妹妹说几句话 妹妹啊 这就是你的不对 比武嘛 总得有胜有败 有输有赢 哦 你吃了亏了 那么相反的 你占了便宜呢 那咱老爷能像你是这样吗 脱河 上吊 不活了 哪有这种道理 你不如人家怎么办呢 就得下功夫 学 这才叫有出息的人 谁像你这样 另外我再告诉你 我跟娘都商议好了 打算把你的终身 取配给咱老爷 你乐意不乐意 人你也看见了 武艺 你也比着了 如果你要乐意 我们跟咱老爷商量 你要不乐意 咱就算吹 你乐意不乐意 这一说不要 你喝这姑娘 哭得更凶 堕足垂胸啊 在床上烂抓烂滚 老夫人一看 不乐意这事 要不他能这么折腾吗 盯着蓝也急了 妹妹 你不乐意就拉倒 这不是咱们自己人商量 你这么折腾 这不是让娘生气吗 快别哭了 不乐意拉倒 姑娘哭得更凶了 盯着会一看 不是这么回事 大哥你别说了 你到一边去 你拉赌这女孩的心意 妹妹 你到底乐意不乐意 不回答 咱这么办法 你要是乐意 你也甭说话 你就止住悲伤 要真不乐意 你就继续哭 也不用说话 好不好 我知道你们女孩家修口 现在我可就问了啊 不管怎么的 你给我做个答复 妹妹 妹妹 要把你的终身大事 许配给咱老爷 你乐意 不乐意 这一问不要紧 姑娘正哭呢 啊 没啥了 屋里的人全乐了 把老夫人也乐坏了 用手指着二儿子 赵慧呀 你可真能捉弄人 两个怎么样 我知道我们的心意 拖了这份亲事 就把丁下来咯 丁党会啊 真猜对 丁月华就是这么个心 这回也不心死了 也不抹脖子了 洗了脸化了妆 又说又笑 而且丁月华不说 丁党会一琢磨 这事还不好办呢 咱们家乐意了 人家咱老爷乐意不乐意 还没问人家呢 跟丁党兰一赏一 咱们怎么办呢 丁党兰说 这事我是赶面杖 吹火一窍不通 二弟你看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干脆水萝卜旧酒 嘎嘣脆 切开两个 明说明看 走 你看我的 哥俩到了前厅 南辖一个人在这坐着 心里正纳闷 不知他们家出了什么事 姑娘为什么要心死 等了这么半天 才见哥俩回来 就见这哥俩一攻守 咱老爷 酒后了 酒后了 失陪失陪 重新落座 排排酒宴 边吃边说 丁党会就问开了 咱老爷 问你一点私人的事 您定心没有 没有 有没有人给您提过心 南辖一笑 要说提心的 不在少数 我呢 全都拒绝了 因为正在学能力的时候 我也无心考虑个人的私事 可以说没有 没有啊 咱这么办行不行 我给你提个梅 这个姑娘 个头不高 不矮 身条不胖 不瘦 姓丁叫丁月华 就是刚才跟你比武 那个姑娘 我姐妹子 要许配给你 你乐意不乐意 你在哪里这么干事 你倒找个第三者给说呀 他不 明说明坦 把南辖弄得十分尴尬 他脸就红了 丁兆会说 我詹老爷 你也别磨不开 男大当婚 女大当家 咱都是练武的家庭 不要拘于常理 什么没错之言呢 赵老婆给提亲呢 用不着 咱干脆就把这声明说得了 乐意就乐意 不乐意就拉得好 这算个什么 可南辖一想 老兵家 跟老兵家 可以说是门当户对 那个姑娘 他也见着 不但人样长得好 武功也不错 真要定了亲 也可以说是心满意足 经过丁兆会再三的催问 南辖是点头殃韵 丁二爷乐得直播 太太吐了吐了 这份亲事算定下来了 我到里面送个信 给他母亲送信 老太的一听喜出望外 恐怕这事将来在活动了 怎么办呢 把战胜飞叫进来 把战胜飞叫进来 非得叫他磕头 没成亲呢 先定下来 战胜家当着老夫人的面 磕了仨头 把这门亲事算许下来了 然后还得交换表迹 这姑娘就把佩戴的战炉剑赠给展胸飞 展胸飞把拒鹊剑赠给丁月华 所以说这段书叫 笔剑连音 这回跟钢剑妙可不一样了 这是亲说了 那比那阵金贴多得多呀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 咱们下回接着说 南侠呀 就在莫发村住了十几天 他跟丁兆兰丁兆会 耳鬓思摩左右无理 谈论普天下的武术 举各家之长 补给之短 哎呀 简直就是撂在一块 离不开了 展南侠计算计算这日子 以后不能再待了 因为自己现在有公务在身 包的人只给了一百天的价 算了算日子差不多了 逃出路上再耽误点 再提前几天到开封 现在就应该渡身了 他把这意思跟丁兆兰丁兆会 怎么一说 哥俩是恋恋不舍呀 哎好吧 日后有机会再说 你是官身子不自由啊 咱这么办吧 明天我们设酒跟你建行 后天你就走 老夫人得着信 也是恋恋不舍 赠送了 赠送了展南侠 很多礼物 展昭 一概就谢绝了 说我还有事 拿这些东西不便 日后我派人来取 到了第二天 京道会又出个主意 说这吃酒 也得换个地方 每天都在家里吃 这玩意有什么意思 哎 这么办吧 咱到水上去喝酒 原来靠着末发村 十二里地 这水中心 那修了个凉瓶 丁兆兰丁兆会 经常上那喝酒去 宴请朋友 往哪儿去坐 放眼四发 哎 这地方才好呢 又凉快 又宽敞 南侠点头同意 丁氏弟兄 让仆人们抬着酒席 拎着石河 抱着酒摊子 然后他们上了小船 飘荡荡荡飘飘 来到胡新亭 当把酒席排摆下 三个人就坐 推杯换盏 在这喝起来 南侠棒左右一看 白凉凉的全是水呀 水面上来往不断 都是墨花村的大鱼船 他们正在吃酒谈论的时候 何了不得 就见一只快船 分吃而来啊 船上有人还直喊 袁文银 袁文银 聊不得了 出声了 就这一舱子 把三位侠客 吓了一跳 全把酒杯放下 这时候这支快船 就靠近胡新亭 船上吓了一伙人 中间呢还抬起一个人 南侠一看吓了一跳 就见这个人 左胳膊没了 骨头露着鲜血淋漓 这个人压关极妙 昏迷不醒 后边还有个人 给拎着掉那胳膊 你这玩意吓人不吓人 等进了胡新亭 把这人放下 盯着蓝盯着 会议看 然是 表胳膊这个人 叫王二 是手下的一个小头 赶紧就问 怎么了 这出什么事 伙计们往上叩头 二位元位 可了不得了 没他妈这么欺负人 他悬空岛的人 跑到咱们墨花村这边 来打鱼来了 王朝过去跟他们便离 这一讲不要紧 他们急眼了 伸手就动家伙 把王朝胳膊给砍下来了 现在的话还打着呢 一句话 盯着蓝盯着会出 不然打了 桌子一拍 这哥俩站起来 没话 你听见没 同行是冤警 就为打鱼 经常出这事 但是以往都没有这么严重 现在居然动了家伙来 这悬空岛太欺人了 你等等 我们去看看 南下一平悬空岛 那不是五鼠弟兄待的地方 哦 墨花村跟悬空岛还不合呀 那自己哪能坐得住呢 南下也站起来 二位仁兄 你们要去 我打算也陪着看看 也好 那你就跟着一块去 他们上了快船 盯着会的一边手 又带了十几只船 上了集合的都是棒小伙子 拿着劈水刀 插一边的插子 一个个摞胳膊忙笑子 就准备冲锋陷阵 要玩的 这十几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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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眼间就来到出世地点 这个地方叫卢花荡 怎么叫卢花荡呢 在水面上 长出这么一条卢尾来 中间有几个窝口 一通往来 卢花荡的那边 归悬空岛 卢花荡这边 归墨花村 不准侵犯 这都是官准立案 官府给画的 你就打鱼 也分区 你悬空岛的 不行上这本打鱼来 这本也不行上那本打鱼去 卡洛要过得见 你就是亏了 官府也不打鱼 所以说人家老盯家 咋真理呢 盯着蓝盯着 会往前面看 会打的 好小的 就把个叮咚叮 入班 去那卢卢 两方面人正把交出账了 叮盗会喊了一桑 摩花村的人 都给我撤去 来 筛罗 罗声一响 莫花村的火气 愚乎 一看两个员外来的 赶紧撤回本队 就要把弘空岛的人 给扔到哪里 三位侠客一看 弘空岛啊 过来能有十五六只船 大概有一百多人吧 为首的是个头 这小子叫分水兽 邓彪 这邓彪是 弘空岛一个小头目 这家仗的个头挺大 一丈挂领 五大三粗 就见了光着网子 光着腿 穿着油愁的裤衩 手里的拎着一把 明晃晃的三叉鬼头道 大概这小子喝了酒了 牙耳的毫毛 往下搭了 酒气翻人去 过眼冤犯 阎外莫发村 跟弘空岛常有联系 所以差不多的人 都彼此认识 丁道蓝 丁道会 认识这个邓彪 丁道会一百首 妹夫 大哥 你们在这儿等等 我过去看看 丁道蓝 怕二帝急躁 二帝 万事多加减连 因为什么 咱们不看着邓彪 还得看着 无数力求的份上 别把事情 闹得太计划了 哎 大哥你放心吧 就你这人 人软祸呢 没事老爱欺负 我就不伸手 我也把事弄明白 丁道会说完了 点手换船 直接赶奔 强力之船 书说简断 船打对头 丁二爷 用手一指 前边 你不是邓彪吗 和这邓彪比谁都好 压骨一头都 被压精一蹬 是我呀 你不是丁老二 对 但不要 你吃了凶心厌了 抱着胆了 谁主使你这么干 哎 是无数弟兄们 钻田属路方 彻底属韩唐 川山属徐庆 翻江属蒋平 锦毛属白鸡唐 是他们谁 你说出来 我找他们算的 丁老二 你别白回来 看你摇头晃屁股 有什么样的了不起 我告诉你 哪个员委员 也没主使我这么干 今天该我当班 他娘在我们玄宫岛那边 没鱼 鱼都叫风寡 在你们墨花村这儿来了 咱们彼此都不错 叫过来打几瓣鱼 这算个什么 哎 你看你手下的些人 鸣雷瞪眼 骂骂咧咧咧的 这就往外呼我们 嘴里还不干净 叫爷们这样 我们在身体手 时不相反 我把王二胳膊 看下来了 有罪 我去担去 官司 我去打下 咱们事说事 你用不着唬人 你别搅着你什么 双侠的 八侠的 饼个屁 我粉水兽 没拿你当回事 这小子真喝多 当着这么多人 才一说这话 丁二侠拿瘦的 没等他说完 就见丁着会 弄一蹦 蹦到邓标这只船上 轮拳变打 邓标一看 你还欺负人呢 你认为我不敢伸手 你招招 他就是一招 跟丁召会 战斗一处 你别看丁召会 没拿家伙 要打他 还不费劲 几个回合呀 装着一拳 正锤着邓标的后背上 邓标战力不稳 掉水里呢 明平他的外号 叫分水兽 就证明这家水量非常大 到水里就跟到家差不多了 水一翻花 邓标把上半身露出来 用手指着丁召会 听不听呢 有本事 一下来 跟爷在水里的比试 这兵二侠能听邪吗 拖吧拖吧 啪 也掉水里去了 到水里的也是几个照片 邓标就招架不住了 让兵召会 把自己刀剥过去 然后用手指的一戳 他这大鸡窝 一开他这泪条 邓标就受不了了 在水里的把嘴一张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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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毛巾里他擦着水 一边穿进一边说 大哥你看着法罗 丁正兰也是生气 命人赶紧进行抢救 时间不大 把他肚子的水给他空出来 邓飘这才明白过来 他睁眼一看 丁正兰在前面站着 旁边还有个漂亮的小伙 是谁他不认识 这小子也有点后悔 大概叫水这一罐子 他清醒过来 直到惹了大祸 命保不住了 他把眼一闭在这等死 在这丁正兰把衣服穿好了 一伸手 拿过一条鱼叉的 指着邓飘的心门 怎么样 你还要什么说的 没有 你随便吗 随便就随便 我扎你个透心点 喂 听到惠那手都狠 刚要扎 正在这时候 就见水打穿了 穿下水浪 就见水面上来了一只快船 船头上 站立着一位老英雄 这船呢 一边往这边来 这个人一边喊 二弟 二弟 手下留情 你留情吧 鱼兄 大蛤 这个水呢 传播声音还快呢 借这个水音 听得真真切切 二侠 顶道会 赶紧把这鱼叉就擒住了 甩脸观脚 就见来的这个人 中等身材 头上戴着 杏黄钻 鸭尾巾 顶梁门 安着一块无暇美 身穿 古铜色剑袖 外批英雄长 背后背着金背古铜道 往脸上观看 这人长得是四方大脸 面色如晚霞 两道苍梅 一对阔木 吃个鼻子 方海口 海下是花呆的胡须 丁道兰丁道会 一看并非旁人 正是悬空岛 卢家庄 无数弟兄的头一位 苏恩天属 卢芳 就见卢芳 这只船靠到 丁氏双下的臀边上 老头子飞身一纵 来到这只船上 抱拳拱手 连连的呈现 二弟 大弟 你们都在 看在一兄弟份上 饶了他吧 这小子吃酒带醉 惹些大祸 有责任 由于兄我来赴 咱们书中代言 墨花村悬空岛 就隔着一条卢花岛 本来呀 他们两家处得不错 都是打鱼的 都靠着水上生活 这边是双侠 那边是巫鼠 要都是武林高手 有什么不可以 亲近人 但是有那么几话 铜汤是一弯件 就因为有个白玉汤 这个人性骄气傲 目空机械 弄得两方 都不太愉快 所以有的地方呢 面河 心薄河 尽管如此 丁氏双侠 对钻天署 卢方 还是特别的尊敬 这老头人缘特好 不但能力大 而且还不骄傲 不论见着什么人 总是特可欺欺的 虽然说丁兆汇 满肚子都是气 见着卢方 就削了一半 赶紧把鱼叉 交给仆人 整理衣服 过来给卢方见礼 大哥 您这是从哪来的 哎 从卢家庄来 二弟啊 别生气了 看在老朽的面皮之上 这事过去了 但是呢 我都听说了 这邓飘吃酒带醉者的大货 越界跑到这打鱼 还把你手下一个头目叫王二 给砍伤了 这东西有多可恶 我拿张名片 把它送交官服 该怎么处分 就怎么处分 你把它交给我得了 行 哥哥 冲着你 这小子太多东西了 你要不来 我非扎死他不可 是是是 卢方呢 拿了张骗子 命人把邓飘绑起来 送交官府处置 咱且不提 另外 卢方 命人取了文言五百两 赠给受伤的王二 你说那胳膊掉了怎么办呢 一方面养伤 一方面调治 卢方还答应 关于这王头的后事 家属 一切全由我来负责 哎 明道会说 这你说不着 咱哥们还在我这了 不过大哥我纳闷 你向来制造甚严 怎么最近我发现 你这悬空岛 有点乱他了 怎么能出现 邓飘这种人 一案难尽 卢方扣打开手 就把经过讲了一遍 斩雄飞 在旁边站着 他可不认得卢方 卢方也不认得他是谁 所以说话呢 也没有顾虑 让南侠听了个闷争 怎么回事呢 自从斩雄飞 帮着包的人沉舟放凉 要帮着包的人 捉拿心机 状告态势 皇上大喜 在乐务楼 观看斩雄飞的武艺 南侠 献了三绝六巧 皇上高兴 加封四品官 另外 给南侠送了个号 叫玉猫 在京城 夸观三日 叫玉猫这个戳号 惹了麻烦了 那别人听了 都挺高兴 都挺赞成 让五鼠弟兄听见了 是大大的不悦 别人心里不痛快 脸上还不带出来 唯独这老五 锦毛鼠 白玉堂 自从白玉堂 得知这个信 把茶杯 摔个分碎 当时他就挑了理了 我说姓斩的 这斩雄飞是什么东西 他有什么资格 叫玉猫 哎 我看得起这个戳号 他是有目的的 眼里头 就是没有咱们 五鼠弟兄 那个意思 要控制咱们 威和咱们 老百姓有这么句话 是猫 就避鼠 他明知的咱这有号子 他为什么叫猫 哎 我飞上头玩命不可 多暂他把这玉猫 两个顿抠下去 咱们才算拉倒 卢方呢 就劝 五弟啊 你这个理啊 我看挑不着 人家知道咱怎么回事 再者一说 我听说 这不是斩雄飞 自己起的绰号 是皇上信口 说出来 皇上就说 他身子太快 不像个人 好像宫里的玉猫 包的人呢 跪倒谢恩 当时就把这个 出号给请下来 皇上说话不能不算数 所以才封他玉猫 跟咱们毫无关系 如果说斩雄飞坐在家里 没事想这么个绰号 那可能是有意的 但这个事是巧了 再者一说 他叫他的猫 咱叫咱的鼠 井水不犯河水 你说你坐在家里 生的干气 有用 你就说你到了开封府 找这斩雄飞 飞叫人家把这绰号给去掉 恐怕这玩意 也交代不下去 既然都是朋友 往后见着 咱们在桌子面前解释解释 也就完了 你说你这何苦的呢 吴迪啊 听哥哥的话 韩张也劝 后来啊 就把这白月堂劝的 没词了 在眼睛一亮 眼珠一转 是记上心来 这番江淑 蒋平 挺不是东西 蒋平在胖子 给天妞加速 蒋四爷因乐 嘿嘿嘿 五弟啊 我看咱们哥几个 就在这耗子洞里 瞇着他 为什么呢 江湖上出了一只猫啊 这番山再溜达 非叫猫给吃了不可 五弟啊 你别叫你不含糊 又起猫鼠 那管什么用 遇上人家遇猫 一口也把你吞了 不是哥哥扫你的姓 你就听大哥的话 在洞里一呆得了 你要真敢问开封府 你是找丢人 找现眼 怎么在那耗子 也打不过帽 你说蒋平损不损 这叫激将法呀 一下把白玉堂 这火给激起来 四哥 好嘞 我现在就起身 赶奔东京 会会的兴残的 我们两个人 不分个上下 路个高低 我绝不回来 你就听喜事 就这么的白玉堂 一跺脚 起身赶奔东京 谁劝也没劝住 这个几个 都知道白玉堂 性骄气傲 能力还大 脸还酸 你说这样到了开封府 跟展南峡两个人 言语不合一身手 那还好得了吗 二虎相斗 必有一伤啊 再这一说 人家展军飞 那是国家亲命的四品官嘛 你讲到开封 伤国家的官人 那就犯了灭门之罪 把卢队也可击死 白玉堂走了以后 卢芳 把蒋平狠狠地说了一顿 蒋平也没词 卢芳怕出事 又叫二弟韩章 三弟徐庆 老四蒋平 让他们哥仨马上起身 到东京 把老五找回来 你就说这是我的命令 无论如何 这命令他回来 那三鼠呢 也起身走了 这么大个雄孔岛 卢芳庄 就剩了钻天鼠一个人 老头呢 光为这事发愁了 也没那个时间管理山寨 故此山上的一些人 就乱了他 有的就胡作非为 有的也不奉公守法 像分水兽邓彪 就是其中的一个 陆芳呢 当着丁照兰丁照会 把这个经过如实地讲了一遍 他刚把话说完了 身边站的展南俠 当时那俩就变了 南俠一听 还有这么一段事 你说这事倒霉 无意之中 把五鼠弟兄给得罪了 特别是得罪了白子他 心中暗响 白老五啊 咱俩远日无冤 近日无仇啊 在陈州放梁 我们还一道帮助我包青天 要说你小伙子通行达理 这点事你不明白吗 我展兄非是什么人 无缘无故的 我能说几个绰号 叼了你们弟兄 小瞧你们弟兄 这不是乱谈琴吗 哎呀 要知得有这么个结果 我就不应当谢恩 南俠这心呢 跟油烹的一样 又一想不好 白老五去找我去了 我还没在家 再要找不着我 拿包的人撒气 拿开放府的官员撒气 这可不就捅了马风锅了吗 这个责任也在我身上 南俠想的事 待不过 在旁边就呼呼吱喘 盯到来一听 这个事得跟挑明白 别造成误会 大哥 我先拦您一句话 说了半天 您认得不认得这个展兄非 我闻名未见其面 您不认识 来 就是个小人 我给您介绍介绍 这一位 这一位 就是玉猫 展兄非 展老爷 美方 赶紧过来施礼吧 这就是钻天术 卢方 或卢德哥 南俠这才过来 聊一幅 跪到的船头 给卢方施礼 人兄在上 小弟展招 有理了 这个事太突然了 卢方又惊又喜 又羞又造 他怎么也没想到 展兄非在眼前 刚才得不得得不得 说了那么半天 把这点笔全倒了 但是话已经出口 说不回来 卢方用双手相缠 展老爷 老朽担当不起 担当不起 快起来 但是卢方一想 展招这人不错 据我耳闻 这姓展的能力特别大 要不怎么叫南俠呢 掌中一口三手聚雀剑 身怀绝意 威震武林 我认为这个人 不定多骄傲 多狂呢 一看不是那么回事 就拿我来说 充其量 我就是个财主 打鱼的鱼服头 人家是四品的命官 就给我磕这头 这就难得 卢方拉着斩凶飞的时候 一日的摇头 还一声叹气 张老爷 刚才我说的话 您都听见了吗 大哥 我全听见了 哎呀张老爷 千万别借交 看在老朽的份上 你原谅了老五聊吧 大哥 您放心 我五弟是个误会 我自信 我没有得罪他的地方 我敢救非 也不能说小桥武林的朋友 正像您说的那样 这个绰号 是皇上给赠的 不是我无缘无故起的 我哪敢小桥武鼠弟兄呢 所以说这是个误会 人怕见面 树怕发疲 等将来我见着我五弟 我们哥俩一解释 我相信他 同情达理 就不能计较了 如果说我五弟还不答应 咱这么办 我请示包青天 上奏天子 把我这个绰号收回去 废掉 你看这不就完了 哎呀那可不行 那抗之不尊掉头之罪 我们无数弟兄 绝不能让您为难 这个事 咱们两方面都解释 我就是说 詹老爷 您见着白日堂 无论如何 别跟他一般见识 他不懂事 他不是个人 詹老爷 看在老兄的份上 我这些人有理了 卢方说的这哭通 跟南侠跪下 那么大岁数的老头子 嘣嘣嘣 给南侠磕响头 展兄非叫着 实在过意不去 把路方掺起来 哎呀南侠一想 这磕头的把兄弟不容易 我向来就听说 无数弟兄非常义气 虽然不是一家人 比亲弟兄还亲 这大哥真够样 为了兄弟给我磕头 南侠身受感动 大哥 您放心 您是不是担心小五的安全 这个我敢担保 不管何时何时 只许他不忍 不许我姓斩的悲 您记住 不管他怎么折腾 我展兄非 绝不跟他一般见识 为什么 就冲着哥哥 您这嘴臭 小弟 我领清了 展兄非这个人 说话算数 要不怎么到了后文书 无数闹东京 这白玉堂这份票的 把这展兄非给欺负他 南侠是一人再人 一让再让 说是怕的吗 不 就因为有今天这种关系 这是后话 咱暂时先不说 南侠等说完了 一转身对丁道兰 丁道会一样 二位 我可待不住了 听大哥这么一说 开封府非出事不可 我现在就要告辞起身 丁道兰 丁道会 你看你是这事弄 原计划 今天持久 明天展昭登城 结果有这个事一冲 整个计划 全完了 那么展兄非说要走 还没理由拦着 确实有急事 哥两个点头答应 卢方 一再致谢 这才领着人 回玄空岛 安却卢方不说 单表丁是双翔 把船只一末头 回了末发村 打点东西 展兄非这才告辞起身 临走前 丁道会就说 妹夫 你先等等 再急 我把话也得说完 您说 再料下别再说点正事 你跟我妹妹丁月花 你们定了亲事 跟你们俩这个岁数可都不小 是不是呢 你回去 好好想想 最好尽快 你们夫妻完婚 我老娘也放心 我们跟她也放心 你现在就答应我 什么时候能成亲 对 二哥 这话很难说 反正这么办 我是尽快招手办理 争取金面 我们就完婚 一言没定 我们听你的信 另外 妹夫 关于这个白玉堂这事 你可切记 这白老五可不好惹 手读心狠 脸还斯文 这家伙 跟我是死不对眼 我们两方不合 就在他身上 这回你到了东京边境 不见着他 混了罢了 要见着 别听卢方的 你该怎么立 就怎么立 能收拾他 就收拾他 临干兰一瓶二弟 你说你这话说 既然咱妹夫已经答应 冤愁一解 不一接 你哪能叫咱妹夫 这么看 既有此理 反不认 这是欺人太甚 把我气得肚子都疼 斩雄飞说这样 二位你们放心 我自己酌情处理 就这样 三峡才拱手告别 丁着蓝丁着会 回莫花村不说 单表斩雄飞 新竹游棚 脚下家境 离开莫花村 是尽之赶奔东京 因为他心里着急 他就朝近路走 走的都是荒山野岭 必定之处 哎 这一天正往前走着呢 路过一片树林 这地方离雄空岛 也不太远 有一条古道 区区弯弯的 行人十分稀少 南家光顾了 往前走了 冷不定就停在树林里头 有人呼救 有没有 救命来人了 你吵吵 你再吵吵 来 我不敢吵吵了 我好汉爷 我那东西都给你了 你就饶了我这条命 你听我了 把你这裤衩 脱了 脱了裤衩 我怎么见人呢 那东西都给您了 你就留下我这裤衩 放屁 哎哟 哎哟 南侠一瓶 这怎么回事 哦明白了 一定有人接到 你像展兄妃 既是侠客 又是国家的官人 能不管吗 你再着急 遇上这事 你能过得去吗 所以这展兄妃 吕顺声音 就进了树林 闹了半天 这里边 是烂葬坑子 附近谁家死人了 就埋在这 有不少坟头 他定睛一汉 在一座坟前 跪着一个老者 哎呀 就见这老者呀 哭的 鼻子的眼泪 全都混在一起了 上身光着膀子 下面光着腿 就穿着个白布裤衩 在这老头的前面 放着个包子 鞋 帽子 袜子 一大堆东西 不用问 都是被人逼着 放在那儿 南下再一看 在这老者的面前 站着个黑大哥 这家伙能够三十来岁 长得是五大三重 瞪着眼珠子咬着牙子 如同凶神附体一般 手里子 拎着大刀 这家的脑蚊子上 还有个疤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留下 你瞅 就不是好东西 这小子 还在这儿 鼻子老头 脱 脱脱脱脱 你还想活着回家呀 实不相买 爷爷做买卖 向来都是死头的 你这么大岁数也活够本了 你还回什么家呀 我让你回你老了家得了 南下实在拼不下去了 战招火望上撞 紧走两步 喊了一声 哎 你是干什么的 就这一桑子 把这两人下一躲死 老头儿也害得怕了 这强盗也吓了一跳 扭回身了一看 这强盗一看 进来个漂亮小伙子 又穿这衣裳 是穿头裹断 跨着口宝剑 这小子一瞪眼 怎么着 你管我是干什么的 走路走你的路 这里没你的事 朋友 我劝你少管闲事 那么我非要管 怎么办 非要管你是活力 怎么爷爷我要你的病 是吗 我说你看看我这医生怎么样 比那老头儿的强多少 另外我兜里的 有的是银子 你要能把我战败 这套都归你 保你发个小猜 恐怕你能耐不行 好小子你敢说风凉话 这强盗放弃老头 奔南侠就扑了 你倒打顶打顶 这是谁 所以说这位也是个棒吞 轮到就坐 南侠往马上一闪身 到看空了 战区分狠狠地照着小肚子上 啪 就是一脚 爬上哪儿多得太 那能力差得太多了 这一脚踢了个正招 把这脚都撐上 仰面朝天摔在地上 刀也撒手了 南俠一根部 到了他面前 把腿一台 踩涂到他的胸壳 别动 我就一行 像拎乞丐一样 把他踢去 旁边有棵树 就把他绑树上 南俠 MD 掩起他那把刀来指着他鼻子。 哼, 哎呀, 你说我要你的命吧, 我怕脏了我的手, 不要你的命, 你实在是可恶。 我问你, 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哪儿的? 为什么跑这儿街道? 说不说你? 这小子不敢不说。 他说呀, 他叫黎虎, 是玄空岛一个小头目, 南侠一听, 就是一愣, 怎么又是玄空岛的? 这玄空岛的事可真不少啊, 他有心把这黎虎给杀了, 又一想, 本来玄空岛的无数弟兄, 就对我有成见, 我再把他杀了, 岂不是成见就更深了? 南侠思前想后, 打病个主意, 黎虎, 你为什么知道, 这个英雄您不知道, 我要有个毛病, 爱耍钱, 本来那岛子上开的钱不少, 让我把这钱都输了, 拉的都是鸡话, 到日子还不上, 这玩意怎么办? 所以呀, 我就昧着良心, 胀着胆子, 跑外头做坏事来, 为什么我非要杀这老头呢? 我把他杀了, 他将来我每一说, 让我们五位原位之子, 我也活不了, 就是好看您饶命, 人非圣贤, 谁能无过, 下次我再也无敢了, 哼, 好吧, 看在你是玄空岛的人, 看在无数弟兄的份上, 我不要你的命, 但是我也不能放你, 南侠说到这儿, 手中的刀啊, 就给他插到树上, 咿, 就在他头顶, 利弘, 你看见没? 如果你要有命, 谁在这儿过就把你放了, 如果你没有命, 叫狼虫虎豹就把你吃了, 这是你自己找的, 别许遇上浩瀚英雄, 就拿你这把刀, 把你摆了, 利弘不敢说什么, 南侠一转身, 奔那老头来了, 这这这老头啊, 也在地下起来了, 直到遇上好心人了, 赶紧给南侠施礼, 安国妹, 没有您哪, 我这老命就没了, 别害怕, 快把衣服穿上, 哎哎哎, 老头把医生穿上, 南侠就问, 你叫什么名, 住在什么地方, 怎么遇上这么个事, 哎, 恩公, 您不知道啊, 我住那地方, 其实离这儿不远, 出这树林往北拐, 平多十里面, 我放我们少爷的拆开, 赶奔他的同窗好友, 金家庄, 金公子家里, 办点事, 因为我们少爷, 打算进京赶考, 出门没有衣服, 也没路费, 家日子过得不行啊, 所以呢, 叫我去借债, 我到了金家庄, 见着公子金碧正, 见了文言四十两, 还有一套薛帽阑山, 我心着急啊, 打算早点回去, 叫我们公子放心, 没想到走到这儿, 遇上这一小子了, 要没您解救, 我这条老命可就没了, 哦, 你叫什么, 奴随主姓, 我叫炎福, 你们少爷叫什么, 叫炎茶散, 又叫炎春敏, 哦, 炎茶散, 汤家是干什么的, 嘿, 说起来这话昌了, 您别看现在, 我们家这日子过得不好, 当年, 那也红火过, 我们老爷在世的时候, 还当过松江府的知府, 叫炎世昌, 哦, 炎世昌, 南侠眼睛一转, 想起来, 那是个清官,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咱们下回接着说, 斩胸飞, 在半路上抓住个街道的, 一问他是谁, 这小子不敢不说, 南侠一转身, 奔那老头来, 这这这老头啊, 也在地下起来了, 南侠眼睛一转, 想起来, 那是个清官, 人送外号, 叫炎活佛呀, 在松江府九年, 老百姓没有不拥护的, 怎么炎世昌的后代, 混得这么不好呢, 他就问了炎福, 说你们老爷在世, 是挺红火, 燕河现在穷的这个地步, 嗨, 别提了, 我们老爷在任上, 本来都挺好, 后来得罪了太师庞吉, 这老家伙, 老欺负我们老爷, 后来我们老爷一怒, 辞官不作, 退归临下, 就搬回原济御林村, 福不双至祸不散心, 哪知道老爷一病不起, 这条命就没了, 转过年来, 家里他还着了把天火, 把东西全烧光了, 故此一贫如洗, 上下我们老夫人, 培养我们少爷盐茶伞, 还有老奴啊, 我们一家几口人度日, 摘戒无门, 穷到一定的程度了, 您别看这样, 我们少爷盐茶伞, 虎都师叔, 哪才用功呢, 就盼着大笔之年, 进京赶考, 得个一官半职, 好光伏祖业, 就是这么个意思, 哦, 南辖一想, 严世昌可是个好官, 对他的后人, 我不能不闻不问, 连我们家, 都受过人家的好处, 南辖一想, 自己本身还有事, 这道还挺费, 万一这老头在路上再出点事怎么办呢, 干脆拐个弯, 把他送到家, 我再回东京也不迟, 我说老人家, 把衣服拿着, 跟我走吧, 您上哪儿去, 我送你回家, 哎呦, 好新人呐, 我谢谢, 您到我家见见我们公子盐茶伞, 还有我们老夫人, 一定当面致谢, 南辖就跟这炎福走了, 他们走的时间不大, 单说这李虎, 在树上绑着呢, 他一看那小伙子走远了, 这李虎的小子还骂开, 骂的来, 撒逼的眼, 你他娘得多出这口劲, 得管得着呢, 还把爷爷捆在这儿, 捆在这儿怎么打, 你这位我就跑不了吗, 虽然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 你这模样, 我可记住了, 早晚有一天, 我怎么把你的提, 他正骂着呢, 在树后子, 转出个人了, 李虎, 你骂谁呢, 万伦, 李虎一听见伤, 怎么这么熟悉, 谁啊, 在树上捆着他, 一回头, 呦, 魂都吓飞了, 来的是谁啊, 锦毛鼠, 白玉堂, 白玉堂从哪来, 从东京开封府来, 咱们前文书说, 他找南辖去拼命去了, 结果到了开封府, 一打去, 展兄妃不在, 给了南辖一百天假, 回家祭祖去了, 白玉堂一算起这日子, 还有一段时间, 在东京待不下去, 先说话, 我先回玄空岛, 住学者, 到了日子, 我再找你幸展的算账, 就要这么样, 他在东京又回来了, 正好路过这树林, 厅里边有人吵吵, 他迈不尽了树林, 见着李虎, 问你怎么回事, 哎呦, 吴爷呀, 快尽我的命吧, 我出了办事, 遇上强盗了, 他要接我, 就把我捆在这儿, 你遇上墙子呢, 李虎, 你跟我说实话, 你不在玄空岛, 你跑到这儿干什么, 他说我说的是真的, 他因为他在那裤衩, 不是他不脱, 他就说来个漂亮小伙, 所以我就被捆在这儿, 说的是驴唇不对马嘴, 白玉堂何等的聪明, 眼中一顿就明白怎么回事, 李虎, 你跟我说实话, 我不怪你, 你要说瞎话, 我可找不掉你, 到底是为什么, 哎呀, 原来你原谅我, 我就这一回, 他不是别人接我, 是我接别人, 因为我耍钱, 把钱都输光了, 别抓了, 哎呀, 你小子还要兴风作浪, 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儿来, 给我们玄空岛无数弟兄, 脸上磨开, 这还聊呢, 白老五一伸手, 把他那把刀, 从树上拔下来, 李虎一看, 害得怕, 呃, 呃, 饶命, 白老五多狠, 收起一刀, 把李虎的人头看下, 把这把刀也扔地下, 也没管他的尸体, 白玉堂怒冲冲, 转身就走, 哎, 等他出了树林, 抬头一看, 前面黄昏, 有两条黑影, 正是南侠和阎府, 白玉堂不认的是谁, 思想, 黎虎在那捆着, 前面还有俩人, 是不是这俩人干的, 在我们暗中观看, 白老五不认为他怎么回事, 咱后头也跟下来了, 还要知道前面那就是斩雄飞, 他早就伸手了, 安家白老五暗中跟踪, 咱且不提, 单标站南墙, 把这老头阎福送到御林村, 一拐玩, 进了村子了, 到了一家的门手, 阎福平身站住, 恩公到了, 就是这家, 您等等我砸门啊, 广广广广, 少爷, 少爷开门了, 我回来了, 说这话都是掌灯一大后来, 严公子跟母亲在屋坐着, 行政着急, 为什么呢, 严福去一里一天, 还没回来, 那么大年纪了, 有个磕磕碰碰, 或者遇上点意外, 这么叫人多不放心, 严查审要去找, 他母家不让, 你别看严查审二十来岁了, 长得这么大没出过门, 尽管家里穷, 也可以说是娇生怪养, 一旦他再又上点事, 母子二人正议论这个事, 听严福扎门, 娘啊, 我老哥哥回来了, 快开门, 问问怎么样, 哎, 来了来了, 严查审, 赶紧把门开启, 严福拎着抱, 进来了, 少爷, 您着急了吧, 哎, 都把我急说了, 我娘也急坏了, 你怎么才回来, 嘿, 别提了, 在他娘半道, 遇上劫道的了, 哦, 那你怎么跑回来, 嘿, 好心有好报, 你别看遇上劫道的了, 遇上一个, 仗义的侠客, 您就帮了我的忙, 把那强盗给捆着上, 把我给救了, 是啊, 这个恩人的何在, 我把他领来了, 跟少爷, 你见见面, 这人看好了, 你一见面呢, 当面好好谢谢人家, 哦, 头前引路, 哎, 就在这儿呢, 恩公, 恩公, 耶, 再看人是踪迹不见, 言辉了, 明明领的, 怎么没了, 展昭啊, 一看到主谱, 答声话呢, 也就呢, 放了心了, 还着急回东京有事呢, 能在这久留, 顾此难辖是不辞而别, 这严福不知道怎么回事, 看了半天没人, 哎, 这怪了, 哎呀, 不是人哪, 大概是个神, 这神仙贤圣把我给救了, 族仆二人跪在门前, 咚咚磕了一顿响头, 这古人迷信, 哎, 就当认真了, 磕完了头, 族仆起来, 门关上进屋, 严福把包, 往床上一放, 老夫人, 您久等了, 金公子真不错呀, 我到那一张嘴, 人家凯然阳影, 放送文言四十两, 说有就给他, 没有就白借给咱了, 这块还有薛帽阑珊, 都是崭新崭新的, 让我们公子穿着好进京赶口, 金公子还说, 哪块有困难再去找他, 哦, 真是好心人哪, 老夫人说完, 把这包放到床里边, 打点儿子起身, 明天天一亮, 就得离去这个家呀, 干什么呢, 杨公子跟老哥哥严肃, 把火升着了, 在外的蒸窝头, 蒸了一锅又一锅, 把它装在面袋子里头, 这个北方人, 明白什么叫窝头, 到了南边, 可能有人不懂, 这也是玉米面做的, 上它一个尖, 底下有个眼儿, 也叫啵啵, 这盐茶咱也会出主意, 在这眼里头塞块咸菜, 这有甘粮, 有主食, 还有副食, 这碗没的是吃的时候方便, 另外吃这碗便宜, 要不就下饭碗下得起吗, 花钱就花多少, 因为家困难, 杨公子自备干粮, 把这窝头整着不得铃儿了, 也晾凉了, 装到口袋里头, 老夫人就嘱咐他, 查散啊, 你这一出门, 娘这颗心就叫你带去了, 路上你可多加小心, 娘您放心吧, 我都二十来岁的人了, 还怕什么, 别看你爸, 你没出过门啊, 按理说, 应当让你老哥哥严肃, 陪着你一块去, 你要爸怎么行, 家里没人也不可以, 还是把他留下才是, 家也没人, 我还惦记着你, 你看这事怎么办, 要能把严肃变成两个人, 这就方便多了, 娘您看您说的, 一个人哪能会分身法呢, 还正说着, 外面有人扣门, 噠, 噠, 看不开, 看不开, 工作, 睡没睡呢, 听这声音, 这个小孩, 严肃赶紧出去开门, 把门开给我们一看呢, 你说怪不怪, 没人, 严肃一想, 我该这样死是怎么, 眼前活见鬼, 屋里人都听进叫门, 他怎么没人呢, 嘟嘟囊囊把门关上, 转身回来, 刚想上少爷禀报, 然后, 哎, 他们第一看, 叫门这人早进屋了, 那半天这个小孩, 行动敏捷, 可还小, 严肃开门, 光顾往上看, 这小孩从他嘎鸡窝钻进来, 你说这小孩鬼不鬼, 说话娇声娇气, 跟个小女孩似的, 正给老夫人和严查散失礼, 严肃一看, 认识, 这小孩, 就是金介庄, 金公子的书童, 名字叫雨墨, 这小雨墨, 今年才十几岁, 从外表上看, 这小孩长得真招人喜欢, 胖胖哒哒的, 那小脸蛋跟大苹果似的, 黑黑的眉毛, 一对大眼睛, 像菩萨粒, 水汪汪的, 鼻似玉露, 小嘴儿, 铜红的嘴唇, 留着这头发, 漆黑漆黑的, 前发漆眉, 后发折梗, 三发披肩, 外表穿着蓝布袍, 摇了你这个袋子, 脚下, 蹬着一双小洒鞋, 鞋背着包袱, 你别看他十几岁的小孩, 他是经验丰富, 说话一字一板, 干板多字, 老夫人在上, 少爷一向可好, 书总雨墨, 给老夫人, 少爷可到了, 免差咱也认识的, 雨墨, 快起来, 快起来, 这只严肃起了屋, 小哥, 你真能开玩笑, 我说见不着人,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老哥哥, 一见可好, 刚才我见到您了, 因为我忙, 没跟您说话, 那么一家人就问, 雨墨, 你这么晚来了, 什么事儿, 公主啊, 实不相伴, 我老哥哥严肃, 到了我们庄子了, 借走了文言四十两, 薛摩兰山一套, 他走了以后, 我们金公子一琢磨, 你们家不但生活困难, 而且家里还缺少人, 就知道公子你进京赶好, 没有人陪伴, 你说万一有点事儿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金公子考虑再三, 就把我给派来了, 把我也借给您了, 陪着您进京赶好, 您看怎么样, 哎呀, 老夫人严查伞, 真是感恩不尽啊, 感谢人家金公子, 料事周到, 正为人发愁呢, 送到门上来了, 杨公子也乐得不得了, 宇墨呀, 咱们祖父结伴而行, 我这心呢, 就放下了, 嘿嘿嘿, 反正上也这么说得了, 您放心, 别看我孩儿小, 我是经验丰富, 我告诉你们, 我陪着我们金公子, 没少出门, 大江南北, 黄河两岸, 边北辽东, 大那边小的严, 我都去过, 另外, 那个社会上, 欺骗人那些行大, 他骗不了咱俩, 我用眼睛一过, 就知道他什么玩意, 他在一决屁股, 我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 咱俩你就放心得了, 把一切都交给我, 小二不大说这话, 把一家人斗得嘎嘎吱笑, 可他们那时候说这话, 严老夫人, 提笔在手写了封信, 写完了, 又看了几遍, 这才交给严查三, 而啊, 这封信你带着, 是, 这是给你舅舅柳红写的信, 你也知道, 你舅舅的女儿刘金蝉, 自幼和你定的亲事, 你这次到东京变两千举港口, 另外还要投亲, 你不笑了, 让你舅舅漂亮晨宅吉日, 召集你小夫妻完婚, 然后呢, 你住在你舅舅家里头, 好好念书, 等来年春暖花开, 好, 进京看考, 懂吗? 娘, 您说了好几遍了, 而我都记住了, 哎, 咱们家的处境, 我在心里头都告诉你舅舅了, 我想他, 也看在骨肉的情分之上, 也能资助资助咱家, 娘, 那错不了, 爹亲叔大, 娘亲舅大, 咱们都是骨肉, 我舅舅能不管吗? 哎, 人心大变, 事隔多年, 也很难预料啊, 把信带好了吗? 是, 严查宅把信踩走怀里了, 书说简断, 当晚无话, 到了四日天光见亮, 严查宅扛着这口的窝头, 携背着个包, 小雨沫还夹着把雨伞, 临来的时候, 他也带个小包, 另外呢, 把街里那套薛木兰山, 也背到身上, 背包罗伞, 主仆这才登城, 安歇老夫人和严夫, 在家等候不提, 单表严查宅和雨沫, 离开玉林村, 甘奔读鸡, 严查宅哪, 真没出过远门, 刚走出二十多里地来, 腰酸腿腾, 这就走不动了, 小雨沫在旁边直乐, 怎么样, 甘奔, 走不动了吧, 哎呀, 我双腿疼痛, 脚长得发烧, 大概是打了炮, 你看看, 您哪, 没出过门, 您可别生气啊, 您连道都不会走, 您这么走, 非打炮不可, 您带药了吗, 带什么药, 您看, 您没经验吧, 出远门得带药, 就运往这脚打炮, 您您坐下, 我马上给您治治, 说着把包放起, 让严查宅坐下, 这小雨沫, 把他鞋扒了, 袜子, 包脚布, 全都退掉, 你看可不是, 真磨出几个紫泡来, 小雨沫把刀打开, 在里边取出个药瓢, 搞药, 还什么都有, 给严查宅的血泡瓢开, 血几净, 附成药给包好了, 然后又刺激地, 把鞋袜穿好, 少爷呀, 这么办, 您走道轻松一点, 这出门穿鞋的穿转护鞋, 您看临村这鞋的鞋底多硬, 那非打炮不可, 另外少爷, 这出门两个人, 这有个好处, 咱一边走一边闹, 您别看我是个小孩, 我姿子的事可多了, 您看这二十几里地, 您连一句话都不说, 门头往前走, 这玩意多闷得哄, 咱们爷俩呢, 边说边闹, 说说笑笑, 一会儿也就天黑了, 哎, 严查咱一听有理吧, 你真别拿这鞋末当凡人, 这小孩还说的真对, 好好好, 那么咱一俩俩闹着往前走, 对了, 快闹着走, 这一闹着, 严查咱大吃一惊, 这小鞋末, 哎呀, 上知天文, 下小地理, 古代的事情, 各种点目, 他说滔滔不断, 口四悬河呀, 是的, 这事儿太多了, 有些事情他说的, 严查咱都不懂, 所以严查咱乐得不得了, 这头一天, 他们勉强走了四十多里地, 前面到了个村子, 叫三十里铺, 看了看日子往西断, 不能往前走了, 严谋知道, 过了三十里铺, 没有人家了, 少爷您累了吗, 咱在这住下, 哎呀, 我双腿疼痛, 休息了半, 哎, 您那在这坐会儿, 我去找店房去, 严谋这话刚说完, 冷不丁的就听见这大道场, 马挂轮铃的声音, 杨公子一听这是谁, 扭向灰头往道场一看, 不由的是大惊, 十色, 盐查伞和雨漠, 看看天晚了刚要踏遍, 突然在他们来的那个方向, 跑来捂匹快马, 这马呀, 都是飙满肉肥, 毛管刷量, 安颤交魂都是新的, 起码的是一个主人, 四个仆人, 这四个仆人, 长得都身高体胖, 威风凛凛, 头上来, 甩头嘎嘎青草帽, 身穿短靠衣身轻, 外批殃胸肠, 手里都拎着包, 拿着打马的藤条, 再看前面, 是个主人, 穿白挂素, 还骑着匹白马, 小伙子, 小伙儿长得帅, 没分拔彩木若狼兴, 准头端正四字阔口, 光嘴霸眉虎, 穿仇国队, 大金剑袖, 手里头, 拎着马镖, 就马这个快, 跟刮风一样, 眨眼就到了, 雨漠一看, 到路窄, 马跑得又快, 怕把阎公子给碰着, 他赶紧把阎公子给护住了, 刷牙, 往旁边看, 快快快, 他们刚闪到一旁, 这马轮就过去了, 严查掌看完了, 打了个嗨声, 哎, 什么意思, 他心里都不是嘴巴, 他就觉得人生在世, 穷的穷, 富的富, 你看看我, 连饭的都吃不上, 你看看人家, 高头大马, 何等的威风, 我什么时候, 能像人家那样, 所以阎公子大了个嗨声, 这雨漠这孩子, 真聪明, 从这一个字当中, 就猜透阎察阪的心意, 雨漠就劝, 公子, 您男什么怪, 哦, 您看他穿的裤, 咱穷, 那有什么, 有人就有一切, 这一次您进了井, 如果高榜得中, 您不也是官吗, 您愁什么呢, 就刚才过去这位啊, 不定是干什么的, 也许, 妈家里得有俩糟签, 他贪了个好爹, 你蠢的模样, 摇头晃屁股, 撇着辣嘴的, 有什么他妈了不得的, 这雨漠这孩子, 嘴挺臭, 小孩说话声还高, 哎, 还被人家听见了, 因为人家进了这村子, 马的速度就缓慢了, 尤其骑马的人, 发现雨漠的小孩挺有意思, 人家一般都是大人护孩子, 这回翻了个了, 小孩照顾大人, 所以骑马的人感觉都新鲜, 骑马的速度就慢了, 后边说的话, 人家都听见了, 一听这小孩挺不懂东西, 咱们无冤无仇, 你这骂谁, 雨漠这话还得不, 瞅着骂, 你不就贪个好爹吗, 有俩骚钱吗, 牛什么玩意儿, 骑马的那个主人温馨, 心中不高兴, 人家, 哥曾把斯江带入, 那四个仆人也把他带入, 五个人, 他脸转过来, 看着雨漠, 严查散一看要出事, 这在半路上惹出麻烦了怎么办呢, 严查散一无雨漠的嘴, 让人家都听见, 我说, 雨漠也不说了, 等人家五个人看了一会儿, 他不言喻了, 骑着马, 人家又走了, 雨漠一看人家走远了, 又来能量, 回来, 我就说你呢, 你瞪什么眼睛, 你再瞪, 我给你抠下去, 哎呀, 严查散说你这孩子嘴怎么这么贫呢, 这要叫人家听见, 不就麻烦了吗, 别说了, 哎, 不说了, 我是生气, 哎, 还办咱的事儿吧, 我说少爷, 您就坐在这行李上, 等着我, 我去找店房去, 好啊, 咱俩一块儿去吧, 不不不, 这名外行了, 一块儿去, 就得多花钱, 这开店的人呢, 可视力眼了, 您没听说过吗, 世界上有这几行, 车船变脚牙, 无罪也该杀, 就这几行人呢, 是专门刁难人, 专门擂着脖子敲出杠, 还要讨着您就这模样, 非管您狠狠地要钱不可, 您是值得咱钱不多, 能省点就试点, 我一个小孩, 他不注意, 等我讲好的家庭, 我来接您来, 好, 快去快来, 不要惹祸, 哎, 您放心吧, 我常出门, 严查咱等着, 咱就不说, 单表这小雨沫, 晃晃悠悠, 进了三十里铺, 这个铺子就是一趟大街, 能有二里多地长, 买卖铺户都临街, 光这店房, 还不下十五六户, 这雨沫往这边看看, 往那边看看, 什么越来店呢, 照起老店呢, 高升店呢, 明目凡多, 可这个时候呢, 红轮溪坠, 天已经快黑了, 正是行人打电的时候, 所以各家的伙计, 都在门前攒作, 怎么操作的都有, 我说过路的行人, 各位别老辣, 住下楼, 祝我们的店房干净便宜, 宽敞明亮, 祝我们这儿, 我们这儿价钱便宜哦, 雨沫听着探着, 就走到王家老店门前了, 一看这门脸真不错, 地方也比较肃静, 这伙计呢, 正在这儿朗刻着, 一个也没招进去, 把嗓子都要吵吵哑了, 正没辙呢, 低头一看, 有个小孩, 我小孩, 你看什么呢, 要住店怎么的, 啊, 不住店, 我上这儿留的什么, 那住店就住下吧, 你是包房啊, 还是住通铺, 你看你这话说的, 没事我住哪国通铺干什么, 我想包间房子, 行啊, 那你跟我到里边吧, 东西跨院, 正房厢房都有, 我先等他, 我这位大哥咱们把话可说清楚了, 我包间房子, 多少钱呢, 哎呀, 这你还有文, 包间房子, 怎么也得这个数, 伙计一伸手, 伸出五个手指他呢, 我这怎么回事, 得五十个老钱呢, 这孩子说便宜, 你是个小孩, 不干, 不不不不, 没听说过, 余末转身就走, 伙计一想你, 挣点是点, 要不那房子也闲着, 哎呀, 小孩, 他他他, 回来, 回来, 我光出家, 你倒还混家, 得多钱能够, 多钱能够啊, 就这个数, 十个老钱, 哎呀, 小孩这差点太悬熟了, 你再给加点, 不加, 你要再说, 这数我也不给了, 伙计一看, 这小孩十了岁, 脑袋可够难辟的啊, 好好好, 咱就讲好了, 十个老钱, 十个啊, 一言为定, 不许更改, 帮着我包下了, 两个人讲好了, 雨末一转身, 等等啊, 我去接人去, 哎呀, 你怎么还接人呢, 不就你自己吗, 我说伙计你管得着呢, 我包房包房, 你管我住多少人, 我住一百个罗罗, 跟你有什么关系, 伙计还真叫他问住, 心想说这小家伙真鬼呀, 这心眼比我多得多, 让他把我给断了, 嘿嘿, 又一想, 小孩, 就这件事你鬼, 只要住在我们店房里, 我能想方设法, 把这点钱, 还得攥到手里头, 你等着我来, 因此这伙计点头就答应了, 雨末, 到了三十里铺庄村口, 见着烟茶伞, 啥呀, 房子包好了, 找到咱们进庄子, 说着背包裸伞, 参加着烟茶伞, 烟茶伞呢, 还不如不坐着, 坐了这么一会儿, 腿都瘸了, 丝牙咧嘴, 跟着到了王家老店, 火气这么一看呢, 上大楼, 这位走都走不动了, 可能要多少钱, 他都得给, 嘿, 这骨吃的, 心里的脑魁, 表面上不能带出来, 来客业, 你往里行吧, 让到中华院, 在这房子还真不错, 宽敞明亮, 有八仙, 有凳子, 还有一张大床, 怎么让他们主谱坐下, 把东西放下, 天就要黑了, 火机眼珠一转, 记上心来, 给打了盆水, 拿了块香皂, 往这一放, 嘿嘿, 吸一脸吧, 小哥, 吸一脸吧, 烟塌三一想, 震得吸一, 满脸都是汗水, 把衣服脱掉, 刚要洗, 雨没一看, 等等等, 我说火箭, 你把这香皂拿走, 哎, 您不使香皂怎么洗脸, 废话, 用块火箭就行, 给拿块钱去, 我告诉你, 我明白这个, 使香皂得多加钱, 使火箭, 不花钱, 对吧, 换火箭, 哎呀, 火箭想他妈这小东西, 真是磁工鸡, 一毛不拔呀, 嗯, 你看火箭, 火箭也换了火箭, 主播二人洗完脸, 把盆端进去, 这火箭, 又给掌了一盏灯, 这盏牛油大辣, 他往这一放, 屋子里当时亮很多了, 雨漠一看, 我, 我这干啥吗, 端出去, 不要, 我说小哥, 你不要, 这你摸黑呀, 废话, 电房里管油灯, 油灯不花钱, 别辣, 你加钱, 端出去, 火箭, 端出去, 端出去, 这气就甭啼了, 给屋里头换了盏油灯, 然后, 又给七六湖插水, 把两只碗往桌上一放, 给盐叉板雨漠, 每人倒了一碗, 盐叉板真渴了, 端起碗来刚要喝, 雨漠眼睛一断, 我少爷, 你先别喝, 回家, 端出去, 端出去, 我小哥, 您诚心找毛病, 这水喝着也不喝, 我们哪, 不喜欢喝茶, 喜欢喝白水, 那白水哪有茶水好喝, 废话, 喝茶水你得要钱, 我没说嘛, 多一文钱我也不给, 白水我们不花钱, 给花花花花花, 吃吃, 说火鸡汉越说到鬼, 它是越来劲, 喝酒什么钱我也挣不下来, 毒气, 给换了一壶白水, 盐叉板就在旁边听着, 雨漠是全权支配, 要喝了点水, 竹谱饿了, 把那个干粮口袋打开, 取出两个窝头来, 雨漠一个, 盐叉板一个, 这爷俩坑坑就啃窝头, 你说有多苦啊, 就就着这白水, 雨漠啊, 狼吞虎咽吃的还真香, 一眨眼, 就吃了一半, 可正在这么个时辩, 忽然听见王家殿的门前, 一阵打乱, 什么声音 好像有人吵架 烟茶伞吃不下去 把剩下的窝头往口袋里一放 站起来 转身往外就走 雨漠一看 哎 少爷您干什么去 我心中烦闷 到外边透透空气 我少爷您累了 最好您躺下歇着 门前呐您甭去 哦您是不是平静抄出来 爱怎么抄出来 怎么抄出来 人生在世 这事儿管不了 它就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 跟咱族谱毫无关系 我再告诉您 这社会上什么人都有 一个不注意就要吃亏 您何必去 别喊那个 不必 我看一眼就回来 他爱怎么打怎么打 爱怎么骂怎么骂 我不言不就行了 哎 那也行 少爷您快点回来啊 少管闲事 记住 知道了 严调子离开雨漠 迈步到了电房的门前 一看呢 为了能有一百多人 就是刚才这个电房的火线 正好跟一个人在那抄抄 两红脖子书 奔奔直奔 其他的人 都是看热闹的 有住的本店 有走路的行人 严查散散的后边 拔着脖望里看 一看呢 口角就是个念书的书生 但是这个书生太穷的过分了 头上戴着开花帽 深春开花袍 满身都是包子 那位说那么穷 怎么还满身是包子呢 这网是形容词 就像他那一声破的 没法再补了 这位也会出主意 把那破的地方用手一抓 根那块拿线一记 又有纸又有头 所以说就像那包子纸一样 有人讽刺 就管这叫满身包子 再看此人腰里记着一条破袋子 往下边看 喝这惨劲就崩死了 光着脚 踏着的一双破鞋 前边露脚趾头 后边露脚后跟 严谈散一看就这位的脚 望少说能有半年没洗过来 去摇黑呀 往这念书人的脸上一看 这时长得还不错 但是就因为长期没洗脸 满脸 滋迷 他这个人说话呢 是南边的口音 还听不出来是南边哪一声的 你要不仔细听 他说的什么 你还不清楚 就听这火气说的 我说你啊 哪凉快 你到哪溜达溜达 你就把嘴磨破了 我也不让你住我的店 你听见没有 这个书生极了 把脑子一晃 哦呀 哦呀是怎么回事 是口头有 我说准备 可都听见了 你是店房 为什么不让我住啊 我不给你银子是怎么的 你给银子也不让您住 实际上来 我们店房对您这号人不相信 就您这副尊荣 像有钱的样子 等大伙半夜都睡着了 你把行李给爆跑了 从哪儿找你去 别说了别说 走走走走 我要你个混账无比达 我今天就一定要住你的店 我就不走了 你要不让我住 我就跟你平民 平民啊 平民我怕你嘛 就不让你住 说这话要伸手了 严差反一皱眉 心说怪不得 宇墨说的话 有一定的道理 这开店里人 怎么这么可恶 骗子倒反了 为什么不让人家住店 穿的破 破就不给钱吗 你听着你说的话 怕人家把行李给爆跑了 这是对待客人的言语 严差反叫做不公平 有心说话 又想起宇墨告诉他 不让他管闲事 所以严差反也没言语 可就这个破书声 嘲嘲地喊着 一抬头 正看着严差反 他紧走两步 把严差反的胳膊抓住了 我说这位大哥 你给瓶瓶离吧 他不让我住店 对不对啊 大哥 你说 你看这玩意还真不能不言语了 问到自己头上 严差散心一动 给我伙计叫过来 我说 怎么办 你不让人家住是不对的 答应了 我这位公子听不到 不是我不让住 咱能拿着财神节 往外推吗 不过你看他这副尊容 这副咋办 他哪来的钱呢 这这下班他把什么东西拿走落上 哪找他去 叫我赔我赔得起吗 过去这种事没少出现 咱们都有经验教训点 公子你少管这事 这么办 我包的房 那屋还能装起几个人 让他住我那屋吧 如果东西丢了 我负责 我包赔 你看怎么样 这不 哎呀 这这这这难死人了 既然我说公子 您乐意的话 咱把丑话说钱的啊 真出了事 你可不能不管 这这这这这在位的都听见了 我是一定负责 那 说了 刚说的这 这穷书生一听 可劳坏 我呀 读其大姑 读其这位大姑姑呀 严查散说天都晚了,跟我望离请了,转身望离走,其他的人一红而散,也进了院儿了,严查散又想起雨沫说的那话。 今天我脑子一热,把这人领都捂起来,他干什么的,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什么出身,不清楚,万一要是个百人,怎么办? 看他这意思,他说他是念书的,要真是念书的,我考考他,看他有没有学问。 他真是念书的,我宁愿早没,也把他留下,要不是,我就把他拒绝了,也不还,就是这个主意。 严查散心而也不少,可以什么为题,怎么考他呢? 严公子抬头望四外一看,就见这殿房的大门开着呢,左右。 贴着一对门绳,古人亲迷信,这门上都贴着门绳,据说左辈儿的,是秦琼,要不是玉尺公,这个不管他是谁吧,反正就是门绳。 门上家门绳,一门绳,一门绳绳,一门绳绳,一门绳绳全不能踏地,刚作下,当时就提出了一道难题。 严查散在殿房 有了词 这位年兄 你来看 门上加棍 双足 严能踏地 给出了题了 这是个上链 您听说的多少 门上加棍 就指这门神说 双足严能踏地 他在门上撇着 那脚能斩地吗 严查散说完 看着这个穷年俗人 你别看这人穿得破 真有学问 文凭此言 连笔都没打 马上给回答 朝中宰相 单辈可以脱天 对的多好 你是双足严能踏地 我是单辈可以脱天 你这是家官 我那是宰相 严查散一瓶声 大吃了一惊 好 有学 这个严查散最爱惜人才 你看这个人 有这么大的才学 从心里的对他亲近 还恭敬 行了 这一下就变见分晓了 拉着这穷年书子 回了园 万无礼买步 鱼墨呢 在这把那窝头也吃完了 回头一看 耶 咱们杨公子领了个穷要饭的 一看就值得不好 这鱼墨站起来 把门给挡住了 等 少爷 这 这位是谁 哪来的 啊 我新郊的朋友 今天晚上 没地方住 我把他留到咱的屋里 啊 我的少爷 刚才我怎么诅不出您来 您怎么就诅听了 您留他 他干什么 您知道什么出人 哎 这样出了事 谁说得起这个责任 得来呀 他埋怨完颜差散 对着这穷年书子一瞪眼 把小塞帮你哭 去 门家回 我告诉你啊 你要想安着不良之心 你把那眼皮翻进来 好好看看 这人们不吃这套 你要帮人 远点帮人 走 把这破书生给惊呆了 看看颜差散 进退两难 杨公子一听 真不乐意 心说 羽默这孩子太放肆了 不管怎么说 你是个仆人 是个奴才 我是主人 你看我答应的事 你在这没鼻子 没脸这么熟的 这像话 成何体统 有心发火 杨公子又不是那个人 念书的人有涵养 把火往下压了 呃 羽默 别说了 我的客人就是客人 你再要多说 我一定不饶你 把刀散开 我 我一看公子不乐意 不敢往下说 身子往旁边一闪 让他俩进去 来到屋里分 兵骨落座 这破书生坐下 东朝朝西看看 他看什么 屋太黑了 哎呀 请问 这位大哥 尊姓呢 啊 我姓阎 叫阎查散 字叫春敏 哦 那么请问这位人兄 您贵姓 我呀 我姓金 我姓金 您台谱怎么称呼 两个字 我叫金毛虚 语摸一看 什么舌头这是 什么叫金毛虚 屁 这名气的就够缺德 这一说 您是金兄 您是阎大哥哥 请请 二人重新归座 你别看这人穿的破 毛病还不少 首先在显得屋黑 阎大哥哥 这个屋子太黑了 是 油灯它不亮 我们应当点拉灯了 好吧 应当点拉灯 我要呼吸 来一趟 火气来了 一看他 鼻子都要掰了 没有办法把火花叫牙牙 大爷你有什么分子 我们这个屋子里边 要混拉灯了 记住 要八盏大腊 名字叫 早晚前昆 语摸一听什么 要八盏大腊 名字叫 赵满千坤 嘿 他在会几词啊 火气听错了 刚才这小孩太鬼了 我什么钱都赚不着 这回来个败家的 自己喝了耳朵呀 高高兴兴出去 点了八盏了 哥这屋子 往哪儿哥呀 桌子上也是 窗窝台也是 哪儿摆的都是辣 这回可真照满千坤 金公主看完非常高兴 刚喝了口水 一看是白水 言大姑姑 我们不能喝白水 应当喝茶水呀 言茶咱脸一红 听说我倒想喝 那钱在哪儿来呢 金公主一边手 又把火气叫过来 火气 我们要喝茶水呀 哪里呢 火气拿了把壶 刚要放茶叶 我自己带着茶叶里 不用你的茶叶 我不用我的盒子 把这空壶放锅上 再看这金公主 在怀里边一伸手 摸出个小茶叶盒来 雨摸一看 这茶叶盒不大 但是呢 使得是流明赞亮 像一面小镜子似的 就见金公主 把茶叶盒拧开 在里边倒出点茶叶来 这茶叶砸到湖底上 大大之响 好像杀石子似的 雨摸纳闷 我这什么茶叶 这不石头吗 就见金公主 到了十几个令 然后对火气说 我说火气 拿刀下面 开一开的水 过来泡茶呀 是汽水能不开吗 火气刚要走 金公主又把他拽住了 等一等 我说你们汽水 怎么样个气发 我说少爷 您这事可多点 汽水还有什么难的 就是那水 孤独孤独开了 我这茶叶一倒 那不就泡开了吗 不行 要按你的方法 我这茶叶就跑不开了 我告诉你 他汽这个茶叶有个特殊的办法 头一回 这水开了之后 你看着 毛春的草儿 像鱼盐进 叫鱼盐开 然后把它拿下来 等老了锅 然后再烧 水再开了之后 像莲子一样 叫莲子开 再把它拿下来 然后再做 第三次开了 像莲花一样 叫莲花开 然后再汽我这茶叶 就汽开了 吃着麻烦 火鸡一停脑袋都疼 我里面什么茶叶 非这么些手续 开了拿下来 拿下来再坐上 坐上再打起来 折腾三回 要什么鱼盐开 莲子开 莲花开 长这么大 头尾听说过 再试试 哎 这火鸡 如法炮制 等把这壶水 吸完了往上一端 这屋里是 大瓶的那么香 雨漠提名字一问 哈哈 大瓶 牛欺说怎么这么香 我们伺候金公子多年 那好茶叶也没少见过 也没这么香 他有点纳闷 就见水漆完了 金公子先给阎公子满了一碗 自己又倒上一碗 然后扭回头来问雨漠 小兔子你喝不喝呀 雨漠一听 什么 小兔子 这家怎么骂我呀 我您说什么呢 我说小兔子 小童子 您把您的舌头捋直了 要这么说 我听着叫小兔子 不管这么说 你喝不喝水呀 我不喝 我喝茶水闹肚子 这就挺好 好聊 杨家姑姑 我们应该吃饭了啊 杨茶饭点进头 我也没吃 伙计 赶紧给我们准备酒菜呀 伙计这个乐 也说你看这位 这折腾劲 这顿败家 不定里多是银子呢 这回我可挣够了本了 我公子 您想吃点什么 您们这咖喱 都有什么呢 往这儿喝 这可不是跟您吹 样样俱全 天上飞的 地下跑的 草壳凤子 水里腹子 煎炒烹茶 南田北仙 东辣西酸 央有尽有 包拌酒席 随时就炒菜 各种小吃 您点什么 我们这儿有什么 哦 很好 我们要上灯酒席一桌呀 哦 上灯酒席一桌 好嘞您呢 您还要什么 我还要爱吃鱼呀 哦 爱吃鱼 那您吃什么鱼 我爱吃金色的鲤鱼呀 哦 爱吃金色鲤鱼 错了 我们这儿还有活鱼 你拿来我看一看 哎哈嘞 时间不大 我去端一个木盆来 把这盆往屋里一放 里面有半盆水 再看里头 放着几条金色鲤鱼 可这鲤鱼真的肥呀 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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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水里的直折腾 我说公子您看这鱼怎么样 新鲜包 新打上来的 好了 我说公子要这两条鲤鱼 估计要这两条鲤鱼 金公子指了两条鲤鱼刚要走 金公子又把它拽出来 把这两条鱼拿出来 啪啪 都给摔死了 这都摸出个小刀来 在鱼身上蹭蹭 还留了点鲤鱼 我去纳闷 问你 您这干嘛 费这事 我去 我上过当吃过亏呀 这一只看我是活的 然后你就给还了 还成了私欲了 我留下几条了 你先还要还不了了 哎 我去看他更奸了 留几条他了 咱们苏说前段 时间不大 上等酒席一桌摆下 上等酒席 翁菜就一摆出头 这张桌子摆不下 又搬进去长条啊 把韭菜摆好了 最后把金色的鲤鱼也端上来 鱼墨在旁边一看 就这一桌饭菜 你多少钱 别说好小子 别看你折腾 到时候你没花钱 我们才不花呢 鱼墨气得咕咕 这只二位公子坐下之后 金公子就说 严大咕咕到鹅料吧 亲拿亲拿 我请一杯 严公子满了杯酒 严公子说 我呀杯酒是外行 多少喝一点还可以 请请 两个人喝上 金公子看看鱼墨 我呀小托子 你也来吃吧 鱼墨一听 我才不吃呢 当时我省得他耍赖 算账的时候他一摸了脑袋 你们俩人 我一个人 那你们不给钱 谁给钱 那不就倒了没了吗 我不吃 鱼墨说 刚才我吃的饱饱的 大眼的窝头 我这边还穿不得 你们吃吧 我得帮忙看 金公子也不勉强 与严查散推杯换场 吃吃看 这金公子对别的菜都差点 唯独爱吃鱼 拿这筷子一划了就一面 翻过个的再一划了又一面 他吃一条 给严公子留一条 严查散别看穷 这人很有分寸 文文当当的也吃了几口 金公子把筷子放下 我要严大姑姑 你这是到哪里去呀 哦 我赶问京城 先到个亲戚家落酒 来年准备进京和好 哦 瞧了 我也要可靠 是吗 要弄得咱还能限制 是啊是啊 哈哈哈哈 严大姑姑 你屋可都是念师的人呐 我们在休息眼前 怎样干吃 没有意思 我们念师作福任何呀 严公子一听 他要念师作福 自然是欢喜 念书的人 他就爱惜这个 严公子鼓掌成善 那么金兄 你说吧 我给你喝 你看怎么样 嗯 好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金公子鼓掌成善 看看 脑筋断了下个 严大姑姑 你听哪 郊外开荒花 金丁丁碧 你 郊外开荒花 金丁丁碧 严查三点的嘴 井丁碧 好 太好了 猪连笔合 苗塞 苗塞 严大姑姑 该泥土提了 严查三天 丁碧 廖家思索 冰凉酒 一点 两点 三点水 严大咱这指的酒说 冰凉的酒 一点 两点 三点水 那冰字 有一点 凉字 两点 九字 三点 金公子一听 非常高兴 严大姑姑 这丁香花 脖头 千头 万字 头 年叉叉 一定对 冰香花 那冰字 像一百那百的百头 香字 是一千 一万的千头 花字 是一万两万的万字头 太好了 两个人就高兴 一言而尽 要改着金公子 严大姑姑 你再听这一句 红娘子上重楼 连翘 百步 与我听明白 红娘子上重楼 连翘 百步 严公子 马上给和尚 百头翁 下长山 何首 前名 严大姑姑 我这是四位 摇财呀 我也是四位 摇财 哈哈哈哈 请 请 哎 跟简单结束 就这两个人 齐峰对手 降与连财 你有来言 我有去 这学问可太大 越对越高兴 越对越多 最后金公子提 咱俩 不广对师 咱还要写几个字 然后把韭菜 往旁边一诺 严查本 让雨墨 把笔墨 验瓦 文房四宝 准备好了 两个人要写去 再看金公子 把笔提起 把墨 延好了 你看他算 你看 哪能让他延墨 雨墨 过来延墨 哎 是 雨墨一听的气 就不大一处来 心说哪那么多词呢 早了一天的道了 怪累的 不早点睡觉 得不两句就得着他还要写 就没有好气 沾着水就沿着墨 一边沿 一边生气 摔摔打打的 没注意 崩 把那墨姿 崩在脸上 雨墨一看 倒霉 用袖子一蹭 金公子马上来词 提笔 写上 说墨同 延墨 墨见墨同 一抹磨 雨墨一看 在我身上还出题了 阎公子 犯不绝口 廖家思索 把笔接过来 写的是 梅香 甜梅 梅爆 梅香 两梅梅 你那块是个墨同 我这是个家伙 那块延墨 我这偏梅 你那一抹墨 我这两梅梅 金公子一看 暗中撑伞照 延插伞的学问可太大 写完了 拿下去了 这阵酒喝的不得铃 饭就吃饱了 命令伙计把残血撤下 金公子一看该睡觉了 没别的事了 我要伙计 给我们准备杯 我们要安眠了 啊哈的 伙计你可提督 我们要的是 双扑双盖 另外还要诛服人呢 要双扑双盖 另外还要诛服人 雨墨一听 把脑袋一捕了 又说说说说吧 还要诛服人 上哪找那姓诛的夫人去 别看这位穷 花花肠子还有呢 其实雨墨小孩不懂 什么叫诛服人 到了南边天气热 下玩儿睡觉 把这背放身上一盖 他果子难受 还使人发燥 所以聪明的人 用了腾子 珠子 编成猪筒 各种内情 这玩意儿通风还凉快 往被窝里发 人嘛可以搂着他睡觉 所以有人给这起个名 叫猪夫人 他就好像那夫人是 不过是猪子 雨墨大总这个 当人就火去哪里 哦他才恍然大悟 双铺双盖 每人都是双料来 三个猪夫人往这一放 燕公子累了 拖把拖把先藏下 金公子这才做些款衣结代 把他破帽子摘了 这衣服也脱了 雨墨一看 到了关键时刻 什么原因 雨墨一想该睡觉了 这小子吃饱了喝足了 把行李抱跑了 那怎么办 搬搬头跑了 哪找得去 我呀不能睡觉 我得打惊 雨墨心想 我呀得狠狠的整治理一下 雨墨一看 我呀不能睡觉 我得打惊 想到这儿雨墨把门关上 搬把椅子往门这一坐 眼中瞪着 看着金公子 这金公子一看就乐了 我呀小徒子 你还不休息吗 我不管 我就在这儿坐着看着吧 您睡您的 我可要睡了 我 金公子深深懒腰 就脱这鞋 就脱鞋 与众都不同 本来的这鞋挺特 连脚后跟都挂不住 就像金公子望后一样 两勺腿往上一拍 这鞋呀飞起来 雨墨抬头一看 哈 俩鞋翻着个 就疼了空了 最后一会儿 有一只鞋先落地 另一只鞋翻了两个 正好扣着一块 比人白的还整齐 雨墨感到奇怪 心里说话 我说这位别看穷啊 都穷出花活来了 这玩意儿练得不错呀 就见金公子望后一咕噜自溜 钻被窝 时间不大 就打了呼噜 雨墨一瓶 别装相 装什么相 你认为了你这样就可以逃避呀 把我糊弄睡到了 你好逃自大吉呀 没那事 我咱不上帮呢 小雨墨 在这瞪眼儿也打呼噜 金公子在背窝也打呼噜 打来打去就见这金公子 把脑袋抬起来了 看着雨墨 雨墨往前一伸脖子 我那个什么呢 我咬你鼻子 金公子吓得一锁脖子自溜 就钻被我了 他就这一夜就崩堤了 要说雨墨一点叫也没睡 那叫过分 反正他打了几个瞌睡 是腰酸腿疼 一直等着 天光亮了 太阳也升起来了 烟茶散 这才起床 下了地 书膝一臂 叫金公子 金公子深深揽腰 这才起来 没等他下地了 金公子望窗外一看 乌鸦都倒露 这般时候了 大梦 虽险交 听神 无自知 草堂 春水族 窗外 雨 痴痴 呀 雨墨一听 他知的事儿 还真不少 把三国上 多个量 说那几句话 他给搬来了 大梦 随仙脚 平生 我自知 草堂 春水族 窗外 日痴痴 啊 也用的还挺恰的呢 就见金公子 把破腊一整穿完了 把这破鞋也登上 洗脸漱口一臂 活气进来了 几位 今儿个是继续在这住啊 还是结账 烟茶散出 我们得走啊 你算账吧 好嘞 我现在就算 时间不大 把账单拿来了 花了多少钱 开了个明细表 往桌上一放 雨墨拔着脖子一看 三十六两 九千七 吓得这脑子嗡了一声 三十多两银子 说着玩呢 在那个时候 一两银子 可以买一袋白面 就这一碗 就吃这么点玩 喝这么点玩 就好几十两 雨墨一想这钱 我们一点都不能忘 金公子 哎 账单打来了 您付款吧 金公子点点头 我一定要请客呀 说着话 他往兜里摸 摸了半天 这手也没伸出来 还在那摸 活气一看什么毛病 你们到谁给钱 就像这金公子说着话 银子吗 不多不多 我要一共给你 十十两文银 剩下的都做消费 你还给消费 活气们听着 有二位大爷 不但给了电饭账 还赏了几两银子的消费呀 行 要喊下去了 板上钉钉 非给不可了 严公子一看 受不了 哪能光说不算 鱼墨 把咱的包打开 把账给人家费了 啊 咱给钱呢 给钱 少说废话 哎哎哎 好了 鱼墨把钱给了 整四十两 这回好 连家底都没了 这金公子一看 把钱给了 这才把手伸出来 言大过过 我可是个实在人啊 本来无邀请可的 既然你给了银子 我就不给了 不客气了 不客气了 这金公子说完了 转身往外就走 鱼墨可激了呀 回来 问你回来没 你真能扛人呢 拜托我们四十两银子 你溜直乎了 啊 我金公子 慢慢走啊 别摔到臭狗里 别叫那车把你压死 马把你踩死 你缺德带闹音 鱼墨叫马 烟茶反一瞪眼 对 鱼墨 咱们请人家来 请客是应该的 你说这话多难听 工资啊 可这也不怪我呀 咱出门就四十两银子 这一晚上全花了 赶奔东京万水千山 一路上渡电打尖 吃饭 不都得签吗 咱拿什么给呀 哎 卖门在想办法吧 省吃俭用 随时在打主意 别说这后悔的话 哎 我真劝不了您呐 鱼墨这嘴角多高 没有办法 足复二人 离开王家店 继续登城赶路 说说简短 这一天就走出来 整走了六十里呀 又到了个镇店 鱼墨照样进去打电 把电房保好了 在街掩插散 跟昨天呢 有点相似 仍然是不食香草 不点拉灯 也不喝茶水 祖母二人刚要休息 今儿吧 门口倒没打仗的 还正这么时候 就听外面有人喊 严大姑姑在这嘎里吗 严大姑姑住到哪间嗓子了 鱼墨一听 本就蹦起来 这下子吃定我们了 昨天没够本 今儿又继续来吃了 好想 你看你昨天吃我们了 今儿吧 非叫你花钱不喝 鱼墨打定主意 公子您听见没 那金公子又来了 好 快快有请 哈哈的 这回鱼墨到乐了 跑到外面 见着金公子 有呀 我说金公子 您这人真行啊 您是毛房拉屎 脸朝外的人 吃了我们您讲的 于心不忍 今儿个 大概来补这人情来了 快快快 跟我忘了一顶 鱼墨心想 这回我调理调理你 让你知道 知道花钱的滋味 要说鱼墨 这张嘴比刀子还厉害 哎呀 金公子 哈哈哈哈 您这人 我一看 我就看透了 见其外知其内 见其面知其心 您看您昨天饶了我们了 今儿个您讲的 过也不去 来还给我们这份礼 对不对呢 您非要花钱请客不可 小兔子 你算说嘴了 不今天 就是来请客来了 你看看怎么样 里不行里不行 公子了 金公子又来了 这金公子说了几句闲话 东看看 西看看 雨漠一看 又要来劲 干脆 不用你张嘴 我就替你张了 金公子 您看什么 是不是吵着这屋黑 好办 您呢 就安心往这一坐 您看我给您安排安排 啊 活家 我就进来了 插摩作案 我活家 这屋我吵着太黑了 你去 给换牛油大辣 记住啊 要巴掌大辣 照满千坤 金公子 我说着对不对 哎呀 小兔子 你的机型是真好啊 好啊 好还在后头呢 大辗大辣 拿来 屋里头 证明是黑了 然后 雨漠又跟活气说 我活家 去去去去 拿把空壶来 把它算干净 啊 我们这块要喝茶水 像我们这组人 哪能喝白水呢 活气变头 算了 把空壶拿来 雨漠把壶盖掀开 我说金公子 请您把那茶叶盒 醒出来吧 好地好地 金公子从怀里 把那小茶叶盒 拿出来 雨漠接着 我手中颠了颠 还真挺沉拿 拧开茶叶盒看 然后 往湖里头倒了点 当当当当当 雨漠这才看清楚 闹了半天 这茶叶 是球形 好像那兔子 瓦子差不多 他真是不解 书中代言 这是什么茶叶 也可以管它叫共茶 也可以管它叫龙团 舌寒 据说这种茶叶 太名贵了 那都是皇上 娘娘 国太和 要不让怎么回事 落在他手 当然 雨漠 是不知内情了 脚都差不多 把茶叶盒盖扣上 还给金公子 我家 你去泡茶去 我去接过湖里 转身要走 我说你懂得怎么泡茶 我这有什么难的 就把那水做开了 往里一倒就脱了 脱了 脱了 这么一说 你就是邪外 我告诉你 是 你得把水做开了 你得帮他看 你从那水 开到什么程度 那水一冒泡 好像那鱼眼睛似的 这叫鱼眼开 你把湖拿起来 蹲到旁边 等一会儿 绕了滚 那泡没了 你二次在桌上 等它再开了呢 像那帘子 在的 这叫帘子开 你再拿起来 叫它绕滚 一会儿 一会儿这泡没了 你再做 这回叫它打开 好像那莲花似的 取个名叫莲花开 然后 你再泡我这茶 这才能把我这茶叶泡开 你要偷懒 不这么干 我这茶叶没泡开 我可叫你呸 活鸡一缩脖子 听说真够麻烦的 什么茶叶的事 好吧 按照余墨告诉你 活鸡如实地办 果然把茶叶提开 屋里头仍然是大饼香 雨墨给金公子 争了一碗茶 给颜公子 满了一碗 自己呀 也来了一碗 心说我昨天没喝着 今儿子我也尝不尝 这雨墨一喝 真好 但是喝着两口 坏了 就像这肚子 来劲 肚子里油水不大 这碗喝下去 就能给洗干净了 雨墨饿了 我过去快过来了 我们光喝茶能不吃饭吗 快得准备吃喝 是是是 你吃点什么 喝点什么 我下去好准备 要上等酒席一桌 啊 好好好 另外我再告诉你 我们公子爱吃金色的鲤鱼 有吧 有了一碗不 我们这儿离松江不远 专门有活鱼 我不相信 去去去 拿几条来我看看 哎哎好 伙计去了 时间不大 抱了一个木盆 哎呦 里面有十几条活鱼 真是金色的鲤鱼啊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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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墨蹲着看看 嗯 一条两条 就这两条了 雨墨挑了两条 火轿转身刚要走 当了 我留个气啊 说着 他把金公子那小刀借过来 在这鱼身上蹭蹭蹭 划了几颗口子 做了记号 啪啪摔壁 就被摔死了 火轻一做鸭花 我说您您这干什么 干什么 预防以偷梁换住 这事看平活 拿去去 你就给换了 坐的时候你就整死鱼了 我留记号 你换吧 那号 懂吗 嘿 这火轻一缩脖子 心说这小孩真鬼啊 缩起来 时间不大 罗列背叛 酒焰百下 丰盛的上登酒席 主谱三人入座 雨墨呢 要给金公子满酒 又给颜公子布菜 行说话 昨天 我没吃早了没了 今儿个 我得好好吃吃 因为这金公子请客 我能瞪眼看着 这鱼墨 颠起大草芽 顽起眼眉 鼓起腮王子 这路吃 可这鱼上来了 他给金公子夹了一条 给阳公子夹了一条 自己呢 吃了点鱼汤 这碗还真好吃啊 怪不得这金公子 爱吃金色的鲤鱼呢 今儿个不像昨天 那么爱说话 喝着喝着 谁也没言语 这鱼墨 挑开头儿 二位公子 怎么了 把话说完了 对诗啊 咱们今儿不对了 你们要没词的话 我把昨天那事重复一遍 金公子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听你们得了什么 郊外开黄花 金丁定地 景州塔高 玉钻钻天 有这么一手子 乌鸭小兔子 你记得很清楚 清楚吧 您往下听 我听我们公子还说什么 冰两酒 一点两点三点水 你说什么 冰香花 脖头千头万字头 有点事儿子 对对对 我们公子和你又说 要名 红娘子上重楼 连翘百步 白头翁下长山 何首前名 对吧 完了这儿 你们越对越高兴 还要写一写 我还记得清楚 你写的是 莫同言莫 莫见莫同衣莫莫 我们少爷跟你对的是 梅香天梅 梅报 梅香两梅 梅 对不对 对 金公子 抬手 叫绝 对对对 你记得 太清楚了 哈哈 咋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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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吃完了 参席撤下 雨莫 把火器又交回来 我们一路辛苦了 打算早早的休息 给我们准备 双铺双盖 记住 还要诸夫人 这位雨莫也明白 什么叫诸夫人 火去下去准备 时间不大 把行李铺盖准备好了 二位公子 路上辛苦 早早安歇了吧 阎公子把衣服换掉 准备窝水 雨莫呢 也不在那儿做大精 拖不拖不 也钻备窝里了 心里说话 我也尝尝 这诸夫人 是什么姿势 他吵着这金公子 金公子刚要躺下 当大 我您不还打算练功夫呢 我吵您的鞋 还练得不错呀 小冲子 你也会吗 那怎么不会呢 你看我的 雨莫把自己的鞋脱了 挂到脚趾子上 按照金公子那个方法 把俩腿往上一扬 哎哟 他这鞋也起来了 但是照人家 那可差得太多了 雨莫两只鞋 飞得哪儿都是 惹得金公子 这路之后 小兔子 你的功夫不行啊 这妈还真有点功夫 雨莫把鞋捡回来 摆好了 钻得被窝 那只手偷偷的伸出去 抓着金公子的衣服 金公子一看 小兔子 你这是干什么 没别的 我这人有个毛病 睡觉非拽这个人不可 雨莫什么意思 心说话 别一会我睡着了 你再跑了 昨天吃我们 今天在偷我们 我们呢不干什么事 金公子明白 这回时间不大 三个人都睡了 雨莫再聪明 他毕竟是个孩子 等岁的四日天明 雨莫把眼睁开一看 窗户冲红 直到日头升起来 可再看 杨公子起来 正穿鞋 金公子听见 这声音也起来 伸了伸了很腰 哎 金公子 这还有套词呢 大梦水仙角 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 窗外日迟迟 对吧 我也怼呀 哈哈哈哈 雨莫乐地下那地 独普三人 竖口敬面 把火器叫进来 算账 这回雨莫 可紧张了 这是关键时刻 该动钱了 我叫来 这个算账 账道 早给您拉好了 请过目 我看看 乖乖 这雨莫一看真怪啊 三十六两九千七 跟昨天那三十里铺 也差不多少 雨莫搬脑子一捕了 不错 给四十两 剩下的给小费 吃了吃了 吃了啊 当时就提出了一道难题 雨莫一看 我去在这儿领先 雨莫就说 金公子 给您掏钱了 你给钱吧 那是自然 金公子说完 把手伸到腰里去 往椅子上一坐 二郎腿一打 拿根牙签 在这儿 呗呗 提牙丸 我您那干嘛呢 掏钱呢 金公子不言喻了 哎呀 这玩意儿 谁受得了 严查咱就在旁边站着 这火气一看 我说你们什么毛病 吃钱都挺欢事 怎么说给钱 都不言喻了 当啊 当啊 这时间太长了 伙计受不了了 我三位 你们是不是打算还住在这儿 这账到底付不付 我们账房还等着收钱呢 这么一问 杨查咱拿收的 那是红脸的汉 杨查咱汉 竹子都下来 哎 我去 这钱 我给了 啊 不管你们哪位给 赏下来就行 这话刚一出口 金公子 蹦蹦起来 把牙签也扔了 哎呀 严大国国 我可是个实在人 本来无相其可地 既然你要给了 我就不客气了 严大国国 我还有点事情 去去就回来 我要搞得了 搞得了 金公子说完 转身就走 鱼墨呀 好学没气得背了气 当时就追出去了 回来 你给我回来 我姓金的 红嘴白牙 说话不算数 你拉屎还万回钻呢 你给钱 他连吵着在喊 实在是烟茶饭 下不来台 过去给鱼墨一巴掌 嘴 吵着什么 让人家听见 这是什么话 我的阳公子 少爷 你自顾快乐快乐嘴 你说你给钱 你拿什么给 分文结武 你给什么呢你 我的少爷 哎呀 严查散低下脑袋 告诉你电房的伙计 说你呀 等会儿再拍 啊 我们给你张了张了钱 伙计一听 把嘴撇 哼 新生话你张了钱吧 反正是这么意思 不给钱 咱们就到衙门打官司 这玩意儿想坑人是不行 火就走了 这猪旁人在无意商业 那怎么办 严查散说这么办 你把薛茂阑珊 拿着街上把它卖了 无论如何 要卖够四十两 回来咱们好还账 好吧 余末都哭了 拎着包往外走 嘴里都是嘟嘟囔囔 我说少爷 这事啊 你往后租点衣服 你说这衣服 这是借来的 是准备您进京 刚好的时候用的 你说这就把它卖了 你就穿着这破衣服 怎么贱人呢 哎 咱当奴才的 说不了主子 余末抹着眼泪 到了街上 他也没来过 也不知上哪儿卖去 但是呢 背子底下有张子 跟人家本地人一打听 有人指点方向 说那边有个集市 你去卖去 余末到了集市 找了块空地 把包往地上一放 包袱皮打开 把薛摩阑珊 走了走了 往这一蹲 东看看西看看 余末一想 不要我不是买卖啊 公司那还等着呢 我说 有不嫌东西好的没有 哎 有没有想捡便宜的 到这看个头 杭州的好货 各位来看个头 瞅着这帽子 瞅着这靴子 您再看看这袍子 这都是蓝袖平津 这些渣户 还真没了不少人 多钱 这成套呢 单的不卖 成套多钱 您该 富士无良吧 余末一想多卖点 要不下半战的路程 花什么呢 人们一听 慌慌脑袋 看看东西是不错 但是价钱太贵 就这样走了一波 又一波 打听的人不少 买的一个都没有 余末看看 都快到了政党 赏我了 还没卖出去 他着急了 哎呀 心说坏了 真要卖不出去 我们还得住在这 不但耽误功夫 而且这钱花就更多了 这这这这这 他正着急呢 从大道上 来了四个大哥 余末一看 瞅着眼熟 好像在哪见过 想不起来了 就见这四个大哥 边说边笑 就来到余末的面前 看了看 嗯 小孩 这是卖的吗 啊 卖的 嗯 我看看 这四个人把薰木兰山 好一路看 多少钱呢 哎 我说过 文言四十五两 您看这货 多好 我要不是手头困难 我舍不得把它卖了 你就给我一百两 我都不卖 贵点 少给点行不行 不不不不 四十五两 不卖 这四个人把东西放下 糟了 余末一看 这四个还真有心买 他们要再走了 就不好办了 四位 请留步 你们出个家 请我听听 要合适 就卖给你们 不少给你 四十两 四位 四十一两 行不行 多 多一点也不要 四十两 我们就拿着 这卖了 余末一看 真倒霉 一点没多卖 你狠心 卖得没了 四个人又回来 把包包好了 付给他四十两银子 就这样 余末也挺乐呀 手托摘银 回到店房 少爷 您等急了吗 眼差差都急死了 一看余末回来 乐坏了 好啊 卖出去了吗 卖吧 要卖了 快给人家钱 咱们好上路 好好好 余末把钱付了 主夫二人 离开店房 继续奔东京走 走到半道上 余末一度的话 不能不说了 少爷 您是主子 我是奴才 按理说 我可不应该多嘴 但是我发现 您这人啊 念书 就念瘀了 读书是好事 要把他用死了 就能把人害了 拿您这忠厚劲来说 您说吃多大亏 那金公子 那是干什么的 那是吃人的 世界上三百六十行 也有这么一行 见着老实人 不欺负都有罪啊 这两天 吃了咱们八十两啊 少爷 咱这路还尝着喝着 还不定遇上什么事 现在钱没了 东西卖了 咱这后段时间 怎么活呀 你想没想 不过我再告诉你 我在金公子那个时候 在金街桌 我要存了点脾气 您看着呢 我这兜还有点散碎银子 如果咱们族谱 省吃俭用 还能对付到东京 如果再遇上这种事 咱可没得卖了 再卖 您就该卖我了 严安公子十分难过呀 用手拍着雨沫的头 好啊 别往下说 我明白 不过 我总觉得 这个金公子 不像是骗人的 只不过是穷了一点 可惜咱没钱 咱要有钱 请人家吃点饭 算个什么呢 哎 我的少爷 你吃亏就吃到这 在你眼里头都是好人 你这才吃得亏 不管怎么的 咱不没钱吗 咱要加油百万 那就吃呗 少爷 您能忌妒 我忌妒了 咋这 足谱往前走 咱们书说简断 一日两 两日三 这爷儿俩可受了罪 吃窝头 喝豆腐脑 住起火的小地儿 哪便宜 住的哪 幸亏雨沫 怀里有俩钱 就这么对付着 一战一战 这一天 终究就来到东京 离京城啊 才有十五里地 这个地方呢 十里长亭 这可是个大镇子 店面林立 翻趟马街 来回的这儿 人也不少 推车的 担担的 骑马的 坐轿的 这爷儿俩到了这儿 长出了一口气 然后呢 找那个起火的小店 住下 就一进屋一看 就这地方 便宜是便宜 这卫生条件 也太差了 在上下两层铺的 小屋不大 挤着五十多口 一个人 顶多是一尺多宽 那么个地方 而且住这种店房子 都是老苦人出身 在那个年代 老苦人最受压迫 都是穷人 哪有那么些讲究 穿的鞋 穿的衣服 经常也不洗 也有汗性味 再加上卫生 条件也差 严公子一进这屋 叫他呛鼻子的那么难受 这味儿这个男人就甭提了 鱼墨也只金鼻子 人家这火线 给挤了个地方 人家把东西放下 烟叉散坐在床铺上 啊 鱼墨 你准备点吃喝 哎哎 鱼墨到街上 买了一斤挂面 就借人家店房的火 就煮这面 哎 这么煮着呢 就听外边说话 严大锅锅 煮到这咖喱们 叫 鱼墨一听 这金公子又来了 小鱼墨一琢磨呀 这回我非跟你玩命不可 你可把我们主仆给坑哭了 啥有无非 他到了门口 一看可不是吗 就像金公子 还是那身打扮 踏了个破鞋 也不还从哪儿 录了两本书 再打击我一家 见着鱼墨 满脸培笑 我也小鱼子 你听好吗 多日不见了啊 听好听好 托您的福 哎 金公子 这哪阵厢房 又把您挂在这儿来了 您怎么知道 我们主仆住在这儿呢 不是看见了我 你们在前面走 我在后面跟着了 所以我才知道 你们住到哲嘎里 是啊 哎 您还跟着我们 请请请去 这回啊 您瞅我们这屋 它漂亮的 进来进来 说着话 金公子进了屋 啤鼻子一闻 啪 这门又酸又臭 他一看严查伞 在那儿坐着 严大哥哥 一想看好吗 严查伞 赶紧站起来 阿金公 您就是从哪儿来 我倒是赶紧 凡事 前来聊 严大哥哥 我们哪能住到这个地方啊 宇墨反脑的一步了 是啊 您说的有理 我们不应该住在这儿 那您说 住哪儿合适 我们 您能住个大地方 好了 那您说吧 哪儿大 哪儿好 咱就住哪儿 宇墨一住嘛 反正也豁出去了 到了这地儿 我们也穷得一定的长度了 光脚还怕穿鞋的 看得没 我非会几个人 揍他一顿不可 宇墨小孩 心里什么都想到了 严查伞还不愿意走 金公子连拉带拽 离开那小店房 面条也不要了 一拐弯 到了这十里长亭 最阔气的大饭庄 叫醉闲楼 这醉闲楼 后边带电房 那太阔气 达官贵人 就做官的 也都住在这儿 这金公子 包了一间房子 这间房子是富丽堂皇 这屋这个漂亮 雨墨一看 我娘 这住一宿得多钱 这小子又没安好心呢 你等着我跟你拼命的 安晓的心里怎么想 咱不说 住在这儿 仍然叫上等酒席 仍然吃金色的鲤鱼 这段书叫三吃鱼 吃三回 当夜晚间无话 到了四日天光见亮 金公子 阎公子 小雨墨都在屋坐着 金公子 分飞一声 叫火气算大 我就把这账条 拿上来往桌上 一摆 雨墨 斜着眼睛一看 脑袋 瘟了一声 什么原因 九十多两 将近一百两美银 哪那么钱 雨墨看完了 就瞅着这金公子 心说小子 我看你文化 我这钱谁给 金公子看完了 不多不多 我给一百五十两银子 剩下的都给小费 给五十多两银子的小费 这多阔气 到了现在 雨墨也活着去了 可以喊慢了 火气在这儿等着 等什么呢 给钱了 就要见这金公子 压着腿一鸣 把眼一闭 一句话也不说了 火气就着急了 喂 你们哪位把这钱赏下来 我们账房忙得很 还等着结账 哪位给 盐茶散 汗珠子都出来 在这儿他不敢言语了 有道是一文钱 憋倒英雄案 这叫针扎 没钱 真憋得眼蓝了 一百五十两银子 哪弄去 但是他心里还不好受 所以盐茶散 四宾汗流 连都红了 雨墨也不言语 就见这金公子 坐着坐着 睡着了 呀呀 雨墨一看 你真能装算吗 我非打你不可 正在这几遇官头 突然听着楼下 有人说话 嘶 我说 我们原位爷 住的那屋 楼上三号 嘚嘚嘚嘚嘚 外边响起 杂乱的脚步声音 门一开 进了四个大车 雨墨一看 这不是买我那学貌阑珊那四位 怎么上这呢 就见这四个人 手里都拎着沉边边的包袱 把包袱往地板上一放 来到金公子面前攻身尸体 元美 我们回来了 语莫一听 元美 咱这哪来的元美 就这位金公子 怎么穷这样还元美 就见金公子 把眼睁开 眼谁还变呢 倍亮倍亮的 跟两盏明灯相似 把脸望下一沉 也不说那南边的话了 变成了普通人的口音 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才回来 因为有点事 就为这银子的事 我们东奔西走 好容易凑齐了 这才回来 怎么 银子不有的事 是有的事 现款不多 您的要的又多 所以呢 耽误了两天 呜 飞 拿得多少 哎 不多 大元美也说了 先呢 让您花着 您要不够 再派人去取 准备再给您提一批现款 现有的文银 是四千两 倒到地板上 哎 包不解 哇 全是白银 堆得跟小坟头一样 如果眼睛都不好使 听说这是干什么的 这没 哦 他装穷啊 他化妆啊 他翅膀的撑的 哪来这么多钱 简直是疑惑不解 银子倒完了 金公子看看 我家 你自己身手 拿一百五十两银子 是 人家把银子 拿走了 金公子扭转回身 看看盐公子 瞅瞅雨漠 盐大哥 雨漠 这回你们甭担心 咱有钱了 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喝什么喝什么 哈哈哈哈 盐茶饭 也漏了 心里说话 这金公子是干什么呢 这么阔气 还有人管他叫原来 简直是不明白 所以盐茶饭也惊呆了 金公子来到盐茶饭面前 盐兄 实不相瞒 我们相处了几次 我发现 你是这份 他有学问 忠后 是个正人 金子 在下 有一言出口 不知盐兄 能不能博我的面子 啊 金兄 有话 请讲 我打算 跟盐兄 冲北磕头 拔袋 接鸟 咱们拜个拔兄弟 你乐意不乐意 呃 金兄 恐怕我家中贫寒 高攀不上 哎 这叫什么话 咱把那穷富 扔在一边 我就看你这个人好 你要叫这我不错 咱们就磕头 盐茶饭 当然答应了 金公子 马上分腹一声 准备 结婚 对 对 好的 好